第661章 请多关照 在外他们严肃认真 彼此之间是同事 是上下级 但在这种时候 他们是伙伴 是战友 他们为了如今的太平盛世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然能无拘束的共享喜乐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如今内部的团结也归功于石七 是他将天龙隐藏在其中的间谍 彻底拔出 石七和萧景业出来后 又被送回到他们来时的地方 此时黄金已经被彻底收走了 就连货车也离开了 坐回到车里 石七冲萧景业伸出手 你好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同事了 请多关照 萧景业握住了石七的小手 放到唇边吻了吻 你好心同事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不仅是同事 还是同级 虽然只是顾问 但上面给你的权限 是和我一样的 石七掏出证件看了看 这可比云一他们的好看太多了 不过我感觉没什么用 跟你同级 还不如使唤你来的痛快 这等于给我降级了 萧景业笑着点点头 非常愿意为女王大人笑咯 石七伸手捏了捏他的脸 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萧景业从兜里掏出 自己和石七一样的证件 石七翻开 记住了上面的特殊日子 嗯 这才是他要看证件的真正目的 基本上一样 收起来吧 二人一边说笑 一边往家开 我还是留了几百块黄金 石七说道 萧景业认真的点点头 其实你全留下都没问题 这一趟国之行 你所做出的贡献 不仅仅为龙国讨回了公道 而且还揭露了他们的阴谋 间接拯救了许多国家和百姓 石七摇摇头 别把我说得那么伟大 我只不过是为了复仇罢了 而且这中间 没有你和你的特殊部队帮助 也不可能会那么顺利 萧景业还想再说些什么 被石七打断了 掏出手机 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 柳萌萌 柳铁锤 柳木枝 柳清风 抓紧时间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 我们出发青山道关 云一伟屈巴巴的说道 小姐 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们四个出门 他们四个是谁 石七当然清楚 你们努力提升自己的本事 总有一天 我会带你们的 卢宇浩发了个哭唧唧的表情 小姐 你这个秉化的真是又大又圆 家里密码记住了没有 石七一边穿外套 一边问道 萧景业认真的点头 记住了 真不用 我陪你去吗 石七叹了口气 真真真真不用 我给你带的饭 记得吃 道冠里三餐都是素食 而且按照你的作息 肯定赶不上早饭 石七被萧景业莫及笑了 捧着他的脸 狠狠亲了一口 知道了 就在这时 萌萌他们四人 开车来到了境前 石七正准备出去 又被萧景业拦腰捞了回来 指了指自己的嘴唇 这里还没亲呢 你怎么跟着 叛老公回家的黏人小媳妇似的 虽然吐槽着 还是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 萧景业勾起嘴角 那 老公你早点回来 这话雷的石七外胶里嫩 差点没卡个跟头 看着一脸震惊望过来的锤锤四人 石七扭头冲站在门口的萧景业 车厅院里开我的车去 能省不少麻烦 要知道石七的车 可都是在官方登记了特殊车辆的 说着 把另一把钥匙丢给了柳萌吗 他自己则是上了车后座 准备一路睡过去 这边一行人刚离开 萧景业便打开了一个群聊 无名小队成员中 除了萌萌他们四个和石七外 都在群里 萧景业 他们已经出发了 可以开始行动 卢宇浩 收到 云翼 秦天瑞 马上出发 陆瑶 得嘞 青山道观 位于龙国南方 康福市 抵达市区后 需要再行驶两个小时 前往西福镇 出了镇子后 沿着小路继续走几十公里的路程 才能抵达道观所在的山脚下 经过八个小时的车程 他们终于到了西福镇 这偏远的小城镇 规模不算小 更像是一个小市区 虽然没有高楼大厦 但整体来看 治理得不错 石七的两辆彪悍的车 进入街区后 引起道路两旁所有人的瞩目 没办法 实在是太显眼了 等红绿灯的时候 车辆前方突然来了一位 骑着摩托的交警 冲着右侧白白手 靠边 接受检查 两辆车依次停到了路边 为了避免麻烦 木支和蒙蒙 都将自己的驾驶证 和特殊部队证件 递给了对方 可到哪都好用的证件 在西福镇失去了作用 交警扫描了驾驶证 和车牌照后 居然没有搜到任何相关信息 看着面前样貌奇特四个人 皱了皱眉 几个想法 在他脑海中闪过 这四个家伙 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人 假冒证件 假冒车牌 假冒驾驶证 尤其是工作证 太扯了 他怎么不知道 龙国还有一个叫 特殊部队的地方 这么想着 他拿起对讲机 开始呼叫 疑似发现危险分子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这话一出口 可把柳蒙蒙他们气坏了 不是 你说谁是危险分子呢 让停车停车了 要看证件给你了 你自己不认识怪我们啊 柳蒙蒙穿着跨栏背心 绑大腰圆的怒视着对方 这一下 更不像好人了 不许动 如果再有吼叫抗拒等行为 我将对你们 采取强制措施 眼看着冲突要升级 石器打了个哈气 坐起身 打开了车窗 蒙蒙 你别吓唬人 小姐 我没吓唬他 他说 我们是危险分子 还说证件是假的 气死我了 石器摆摆手 掏出自己的证件递过去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在龙国自己地盘 必须遵纪守法 他们可都是好公民 可下一秒 就被啪啪打脸了 花里胡哨的 你们做假证 也不做严肃点 石器叹了口气 把车窗关上 有些无力地翻了个白眼 大佬给的证件被怀疑了 这找谁说理去 第662章 抵达青山道关 第662章 抵达青山道关 过了几分钟 几辆破旧 发出卡拉卡拉响声的警车 开了过来 从上面下来了 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 虎视眈眈的看向 被称作危险分子的四位 小王到底怎么回事 一位看似领导的男人问道 孙局长 这几个人冒充官方人员 不仅车牌照查不到 连身份信息也没有记录 我怀疑 他们是危险分子 孙局长皱了皱眉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什么证件 拿来给我看看 小王将三本证件递了过去 孙局长打开 其中一个看了一眼 心中莫名咯噔了一下 虽然他也不认识 什么特殊部队 但证件的质量 以及标准的红印 并不像是假的 证件如果是真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对方的身份 不是小县城有权限查看的 赶忙伸手 将满脸怒容的小王 拽到身后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能否稍等一下 见对方点头 孙局长走到一旁 将证件拍照 发给了市里的主管领导 正编辑文字说明情况时 电话就响了 接起后 他大概说明了一下 目前的情况 很快 电话那边就传出了 十七隔着车窗 都能听到的炸雷般的吼声 感觉听筒喇叭都快要呲了 孙局长赶忙将手机 关小了音量 好 好 我明白了 误会 是 是 挂断电话后 他抓着手机的手 都有些颤抖 转身看向夸着胳膊 一脸冷漠 靠着车站的思维 可这也不能怪小王误会 猛的一看 他们的长相及眼神 确实不像什么好人 不过也通过领导的电话 证实了之前的猜测 将证件双手奉还 各位领导 实在抱歉 都是误会 见误会解除 大家也就不绷着了 虽然没有什么笑模样 但表情都缓和了很多 既然是误会 那我们现在能走了吧 刘铁锤问道 可以可以 真是对不起 石七打开车窗 接过自己的证件 孙局长看到 从史之中坐在车里的这位 猜测应该就是这几人的领导 赶忙问道 请问领导要去哪 需不需要开道护送 石七看着面前神情紧张 头发花白 虽然被称呼为局长 却晒得皮肤有黑的男人 冲萌萌他们招了一下手 上车 走了 带两辆车离去 孙局长像泄了气一般 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小王 你刚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小王天生 憨憨体质 没有领导 都是例行检查的标准话术 孙局长点点头 那就好 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计较的人 小王纳闷道 领导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真有特殊部队那种地方吗 我也不清楚 但张副市长说 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 你说可怕不 孙局长心有余悸地说道 小王点头 嗯 幸好 这小插曲不痛不痒 却让石七对这偏远小县城的治安 高看了一眼 心中也有了一些想法 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也不迟 这一折腾 石七也没了睡意 跟萌萌和锤锤闲聊着 驶出了西服阵 又行驶了几十公里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处长 满谷树的山林下方 石七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过饭点了 这时候上去 肯定是要给冠里添麻烦的 借着障眼包的遮挡 石七从空间拿出了五份饭菜 我们吃完饭再上去吧 哗 小姐 你带得挺齐全啊 柳萌萌惊讶道 嗯 不过这里还有 石七说完 自己先坐到了一块石头上 打开盖子吃了起来 都不是什么讲究人 随便找地方做好 开始驯饭 吃饱后处理好垃圾 他们也要上山了 一条只有一米宽的十阶楼梯 顺着陡峭的山 蜿蜒而上 仰头往上看 茂密的树木遮挡住了视线 什么都看不到 青山道关在山顶上 是的 小姐 柳青峰说道 十七点头率先往上走去 这时就听小狐狸说道 有意思 这里居然 还有这种小把戏 石七四下打量 什么都没看到 小把戏 是的 主人 山腰上有个迷惑人的小障眼法 寻常人是无法走上山顶的 石七一愣 这么神奇 说到这里 石七也想起 之前听谁说过的 想要来青山道关 必须有人领路才能上去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主人 你放心哈 一会儿到镜前 本宝宝告诉你怎么走 绝对拦不住你们 嗯 走到大概半山腰的时候 柳木只喊停 小姐等等 这条路没有人带领 我们是没办法上去的 我现在给师兄们打电话来接 不用麻烦了 跟着我走就行了 石七脚步不停地说道 也终于到了小狐狸所说的 障眼法位置 石七只感觉 前方似乎多了一层薄雾 就像图片 从四突然变成了 七百二十的区别 按照小狐狸说的 石七左一脚 右一脚踩着零散的时间 身后的四位 也学着他的样子 走了十几步后 感觉面前瞬间 豁然开朗了起来 山顶道观中 青云道长察觉到来人 嘴角一扬 哈哈 小友果然不凡 这都看透了 说着从蒲团上起身 大不留心地往外走去 当他们一行五人 来到古朴的道关门口时 青云道长正好迎了出来 小友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石七微微汗手 道长 打扰了 萧小友之前已经告知我 小友此次前来的目的了 赶路也累了吧 先进去休息一下 青云道长招呼道 好 二人说完话 才轮到身后四位 跟师伯打招呼 众人一同走进了道关内 正对面 就是一座非常有年代感的主殿 石七这种 没有什么信仰的人 并没有进去 萌萌四人 则是跟迎出来的师兄弟 一起进了主殿 石七观察着四周 这才明白 为何每年的交流会 都在这里举行了 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呼吸一口这里的空气 都感觉神清气爽 第663章 想削他一顿 第663章 想削他一顿青山道关内 加上青云道长 一共也不到十个人 小狐狸那双慧眼发现 他们的品性 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越是这样 越觉得讽刺 试图霍乱整个世界的两个人 都出自这里 青云道长引着石七 来到后院的石桌旁坐好 回想着刚才在那四个师职身上 感受到的断水净气息 感叹道 小友还真是拥有大气韵之人 跟在你身边的人 也能分得一份 石鼠神奇 石七勾了勾嘴角 道士道长 最近一段时间不见 似乎苍老了不少 怕不是又在用旁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吧 青云道长一愣 苦笑了一声 哎 老到自幼就是这个性子 修青修了一辈子 也无法改变 虽然已经不再承认 他们为师父 师弟 可还是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觉得惭愧 说话坚守也没停 给石七倒了一杯清茶 小友 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让人去煮一些 石七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用麻烦 上山之前已经吃过了 那我带小友去后山看看 主人 还是先去书房吧 本宝宝感觉 那里的气息比较多 说不定会有玄成的 今天时间晚了 不如道长先想想 有没有玄成留下的私人物品 或者曾经阅读过的书籍 说不定我能从中 捕捉到他的气息 虽然小狐狸说过 通过邪恶的气息 也能认出玄成 但既然来了 还是尝试寻找一下 有算是多一份保障 青云道长没想到 石七居然还能靠气息来寻人 认真回忆着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 是他当年的私人物品不算多 下葬时已经随着一起生了 书籍的话 倒是可以找找看 青云道长带着石七来到书房 一进来就被震撼到了 百平米房间内 三面墙都是直通到房顶的书架 装得满满当当 中间是长桌和长板凳 从磨损程度能看出 这里使用频率应该很高 看来想要找到跟玄成有关的 恐怕要很长时间了 我喊人来 将这些书都搬下来 青云道长转身出去 喊来了自己的大徒弟 很快都过来帮忙了 合力将书架上的书都拿了下来 为了让小狐狸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气息 石七将每一本都在手中过了一下 两个小时过去了 小狐狸愣是一声没坑 看来机会渺茫啊 最后一本看完 果然没有任何收获 就在石七准备放弃的时候 小狐狸说道 主人 左边书架下面还有两本书 刚才书太多了 本宝宝没有注意 石七按照小狐狸说的 走到了左边的书架下方 蹲下身 伸手向下掏去 拿出了两本早已经落满灰 破破烂烂的书 能感受到吗 石七问道 嗯 之前那些书籍上的气息 有强有弱 这本虽然弱 但唯独跟之前的那些气息 没有重复的 小狐狸说道 石七抖落书上的灰尘 青云道长 仔细辨认着风皮上的字 通玄真经 做妄论 随后再一次陷入回忆 半赏说道 小友 这应该就是当年 他教导我们时用过的书籍 没想到竟掉落在书架下面 有了青云道长的肯定 石七轻点一下头 能记住吗 放心吧 文宝宝记住了 石七将书放到了桌子上 可以收起来了 青云道长有些惊讶 这样就可以了吗 小友可以将这两本书带走 同样的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 石七摇头 不必了 已经记下了 转头看向柳木之他们 你们一起帮忙收起来吧 好的 小姐 由于道观房间不是很宽裕 石七和铁锤在一个房间休息 自然没办法进入空间 第二天一早 听着大殿传来的早课声音 石七也起来了 洗漱了一番 在院子里闲逛了起来 道观每一处 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后院还种上了不少蔬菜 石七站在院子边 看着远处的山 郁郁葱葱的树木 以及如同镜子一般 反射着朝阳的湖面 只觉得心里一阵舒畅 不知道站了多久 身后传来了 当当当敲云版的声音 刘铁锤找了过来 小姐 可以吃早饭了 石七点头 跟着他来到餐厅 早饭是一碗 没有太多佐料的蔬菜面条 小友 就在这里了 石七蹲在镜前 让小狐狸仔仔细细地 感受了一番 半分钟后站起身 怎么样小友 这里有他的气息吗 石七摇头 什么都没有 可能是时间太久了 他在里面待的时间 也不是很长 好 那我们就去后山 找到木匣的地方吧 清云道长提议道 嗯 那地方并不近 从山上下来后 又爬上了另外一座山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到 直到一处平坦的地方 才停下来 石七也不催 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可清云道长 这里明明有一块巨石的 怎么就没了呢 清云道长 只向一处说道 石七看向他所指的地方 只有杂乱的野草 根本没看到巨石的踪影 是不是记错了 不可能 这地方老到一辈子都忘不了 清云道长坚定地说道 就在这时 小狐狸提醒道 主人 这地方有些蹊跷 不如晚上单独过来一趟吧 嗯 道长 找不到就算了 我们回去吧 石七提议道 不好意思小友 千里迢迢过来 什么都没找到 不是找到他的气息了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石七安慰道 可是 那石头应该就是在这里的 而石 我们还在那上面玩耍 巨石下面一直连接着山体 就算内进高手 也不可能轻易撼动 回到道观 清云道长坐在石凳上 又开始唉声叹气了起来 石七看他这样也挺犯愁 也就是岁数摆在这里 不然非得削他一顿 第664章 换珠 第664章 换珠清云道长叹了口气 怎么都想不明白 那样知识渊博 一心求道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石七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人性的贪婪 又岂是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清云道长轻点一下头 望着远处出神 仿佛陷入了回忆中 石七借着这个机会 拿过他的茶杯 给他续茶的过程中 丢了一颗魂丹进去 魂丹在接触茶水的瞬间化开 从外表看不出一丝异常 道长喝茶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想那些也没有用 与其回忆过去 不如想想 怎么教育你的徒子徒孙 清云道长回神 应了一声 结果石七递来的茶 一饮而尽 随后扎扎嘴 轻移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看向手中的茶杯 这茶是他亲自采摘 亲手炒的 喝了一辈子 不知道为何这一杯 却格外的甘甜 还有丝丝暖意 顺着喉咙流向全身 抬起头看向石七 而此时的石七 跟没事人一样 摆弄着手中的茶杯 清云道长宴回了 想要问出口的话 这颗魂丹 是石七对清云道 掌品性的欣赏 他实在不忍心 让这样一个人 郁郁而终 之前还没到山顶的时候 小狐狸就跟他说了 清云道长身上死气凝聚 是命不久已的征兆 等亲眼看到时 石七也大概猜到他 为何会短短时间内 生命急速流失了 所以才在见面时 问出了那句话 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石七觉得 这老头挺傻的 可这份傻 偏偏是石七高看他的原因 所以才决定 用一颗魂丹来改变他的命数 这一天 石七哪都没去 就在道观院子里坐着 先空气听着缠鸣鸟叫 感受着和煦的阳光 和徐徐威风 听着大殿传来的诵经声 看着他们在院子里 休息内静 切磋招式 急躁的心 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吃过晚饭后 石七又坐回到了石凳上 柳木之四人凑到了他身边 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担心石七不想打扰他们 和师兄弟们叙旧 所以才没说要回去 不接 晚上我还要去一趟后山 等我回来 如果没有什么变动的话 连夜出发 几点去 带上我们吧 柳蒙蒙说道 石七摇摇头 不用 你们好好休息 等我回来喊你们 见石七态度坚决 去的地方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便没再坚持 夜里十二点 石七从屋内走了出来 顺着道观围墙外的悬崖峭壁 一跃而下 轻飘飘的落在一棵苍天大树上 这时 小狐狸也从空间闪了出来 主人 本宝宝先过去 你慢慢来 就好 那边的事情那边的事情 有主人在 不太好出脸 石七挑挑眉 轻点了一下头 他能说他 已经习惯了吗 小狐狸松口气的同时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了 石七也不急 缓步朝着另一座山走去 小狐狸很快来到白天 他们寻找木匣的地方 此时的他 已经恢复了正常形态 九条大尾巴 在身后挥舞着 他用血红色的双眼 扫向了四周 感受到强大的威慑 山上所有动物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周围的蝉鸣鸟叫 也在这一刻停止了 小狐狸毫不在意 抬起前爪 往地上一踏 一圈淡淡的红光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这一刻 周围的空气 仿佛静止了一般 随着红光的覆盖空气 很快又泛起了涟漪 小狐狸再次抬起前爪一踏 随着一声破字 脱口而出 周围的场景 如同玻璃一般 支离破碎 画成了星星点点 一颗巨石 就那么凭空出现在他的身侧 上面还有很多 被画出来的符号 和孩童的画 想必 这就是青云道长 他们是玩耍的巨石了 小狐狸微微仰头 仔细感受了一番 感知中终于多了一些东西 血红的双眼 看向了右侧 那里有一个不算深的土坑 爪子一挥 土坑中的一片泥土被掀开 露出了一颗鸡蛋大小 泛着荧光 满是裂痕的珠子 果真是幻珠啊 话音未落 珠子碎裂开 瞬间变成尘埃消散 小狐狸再次挥出爪子 土坑继续扩大 露出了里面 一副漆黑的骸骨 感觉到石漆 即将来到附近 小狐狸身形一晃 又变成了软萌的模样 转身迎上去 扑进了他的怀里 主人 嗯 石漆看着多出来的石头 和刚被翻开的土坑 问道 怎么回事 主人 这里之前也有个类似 障眼法的东西 本宝宝刚才给破除了 土坑里还有具骸骨 小狐狸说道 石漆抱着他上前 看到了里面漆黑的骸骨 这应该有些年头了吧 嗯 看样子得有几千年了 小狐狸说道 石漆皱了皱眉 这么多年都没有烂掉 他难道就是木匣的主人吗 应该是吧 青云道长 他们当年只是挖出了 表层的木匣后 便离开了 并没有发现下方的骸骨 为什么是黑色的 中毒了吗 石漆问道 修习邪术的骨头 都是黑色的 愁道长的骨头 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千年不符的原因 小狐狸解释道 石漆明白了 修习邪术 吸收阴邪之气的同时 也会改变自身骨骼颜色 木匣才出现障眼法 不是应该保护木匣 不被人发现吗 难道玄成回来过 还有一点 道观上山路上 就有障眼法 为何青云道长 来到这里没发现 小狐狸表情有点僵 其实这并不是障眼法 而是利用幻珠 作为媒介创造的阵法 也确实如是其所说 它的存在 是用来保护木匣的 小狐狸现在很纠结 如果不说明白 会影响时 其接下来寻找玄成的思路 但如果明说 幻珠或者阵法 都有可能会勾起他的回忆 这可怎么办 转了转眼珠 主人 这障眼法 可比道观的高级多了 本宝宝上午 也是看了半天 才发现的蹊跷 本宝宝猜 应该是这个人 抱着木匣来到这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 然后随着时间变迁 就被尘土埋在了这里 第665章 豁然开朗 第665章 豁然开朗 利用幻珠 作为媒介的阵法 在那个地方很常见 将它安装在 需要隐藏的物品上 随后激发阵法 只有真正的主人 才能找到在哪 显然 这具尸体活着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个功能 在青云道长 他们挖到木匣后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碰巧触发了幻珠的功能 也就导致这一片区域 被另一层 融合极强的幻境所覆盖 可这并不能说出口 主人 本宝宝记得青云道长 看到黑色服录时 说过他师祖 曾经参与了 剿灭邪教的行动 本宝宝怀疑那些人 应该只是邪教余孽 大四出山 就是为了寻找 遗留下来木匣内的 邪教传承 结果被大拼 类近高手倾剿了 而这份传承 最后却被道长他们找到 造成了青山道观的悲剧 拿走木匣的时候 又刚好触发了 某种高级的障眼法 才导致了 今天见到的这一幕 恐怕青云道长 从他师父死了之后 就再也没来过这座山 不然也不可能 到现在才发现 巨石不见了 也不知道 石七能不能相信 他的说辞 小狐狸有些紧张 半晌 石七点点头 按你这么说 邪教没找到的传承 到了玄城手中 那石碗怎么解释 他们为何要做假碗 而且分两个地方放 可能他们的传承中 记载了石碗吧 根据记载制作出了房品 只可惜书没了 无法查证 小狐狸今天晚上就慌撒的 只希望将来 他的主人不会怪他吧 你现在掌握的气息 和休息邪术特有的气味 遇见玄城能认出来吗 小狐狸认真点点头 只要进入本宝宝的感知范围 就没有问题 虽然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好歹也不算白来一趟 至于邪术不邪术的 书没了正好 也不用担心 再被传承下去了 下一步就是锁定玄城的位置 灭死他压的 看着石七松开的眉头 小狐狸再再再再一次松了口气 他藏起那本书是明智的 那里面当然记载了阴阳两极碗 而且还说得非常邪乎 但为什么会有两个假碗 放两个地方 或许他们的初衷 是引出真正的十碗吧 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 也根本无从查证了 也不知道怎么假的就变成真的了 不过看到居心叵测的人 为了假碗用一生去寻找 还挺有意思的 石七看向坑中的黑色骸骨 这怎么处理 主人 交给本宝宝就好了 小狐狸说着 双眼红光一闪 骸骨瞬间变成了鸡粉 石七并没有急着回道观 而是带着小狐狸回到空间 洗了个澡 换了一身衣服 跟小狐狸分吃了两份饭菜 不然回去萧景业 看得还剩那么多 肯定要碎碎念半天的 这道观哪都好 就是洗澡不太方便 可能之前也没有几个女人来吧 自然也没有准备 等她再出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一身清爽的 顺着牙壁一路向上爬 回到了道观 青云道长 已经在院子里等候了 借着天边泛起的鱼堵白 石七能够看出 她的脸色比白天的时候 红润了不少 双眼中也有了光 看来是混蛋起了作用 小友这趟出去 有收获吗 应该算有吧 当年找到牧侠后 道长是不是再也没去过后山 石七确认道 是 当时出了那么多事 后来整个道观 只剩下我和师叔 我也没心情去 再后来 师叔也离我而去 只剩下了我自己 自然更不想去了 青云道长眼中 哀伤一闪而过 石七点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房间内的人 听到二人说话声 都走出来了 石七看着 已经装好行李的四人 对青云道长说道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小友帮老道 和那些老友小友们 带个好吧 青云道长说道 好 不用送了 他拦住了 要继续相送的众人 转身下了山 青云道长 看着石七的背影 叹了口气 小声嘀咕道 还真是完全 让人看不透啊 或许 这是我们见的 最后一面了吧 转身心情低落地 回到房间 坐回到蒲团上 闭上了眼睛 坐了一会儿 他终于察觉到了 一丝不对 近段时间 他的状态很差 浑身乏累 有时候都怀疑 自己是睡着了 还是晕过去了 而且 他感觉体内内静 也正在慢慢消散 但今天却完全不同 就如今夜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脚步声 在院子里等石七回来时 也丝毫不觉得困顿 细细感受一下 体内静气 居然变得充盈了不少 似乎明白了什么 瞪大了眼睛 随后摇头苦笑 看来就是那杯茶了 好像一切好转 都是从石七 给他到那杯茶开始的 原本还想送走客人后 招呼徒子徒孙 过来交代后事 如今体内生机蓬勃 近几年内是用不上了 想明白所以然 他脸上出现了和善的笑容 石七小友虽然看似冷漠 做事随性不计后果 但他的心是热的 此刻清云道长才明白 石七早已经看穿了一切 而他也终于豁然开朗 他要好好教导徒子徒孙 避免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这一幕 小狐狸已经转达给了石七 他抬头看向山顶 勾了勾嘴角 你们四个 谁的车技最好 那得是清风了 我们三个一班班吧 柳慕之说道 嗯那就清风和我开车 石七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凌晨四点 我们争取九点半前到龙腾 没问题 清风接过钥匙说道 两辆车出发了 石七身边坐着锤锤 柳蒙蒙和柳慕之 则是坐在柳清风的车里 他们这些人里面 谁的车技都比不过石七 所以只能高度集中的盯着柳清风 刚驶出没多远 铁锤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输入着什么 脸上还带着笑 有男朋友了 石七好奇的问道 铁锤赶忙将手机吸平 哪有的是 如果我有男朋友了 肯定第一个告诉小姐 石七笑了笑 看向了前方 第666章 乔迁大吉 第666章乔迁大吉 驶出西服镇 两辆车开始提速 在高速公路上急迟 好在这个时间段 就算是赶路的 也没有几个 他们倒也肆无忌惮了一些 不过铁锤整个人都不好了 脸色难看得厉害 他现在有些理解 当初陆瑶坐石七车 去谈回私立医院时的心情了 是真他妈的刺激啊 感觉心都卡到嗓子眼了 还行吗 不行我减速 铁锤摇摇头 没事的小姐 你继续 我练练 石七哈哈一笑 装作掏兜 拿出了小狐狸的薄荷糖 吃个糖 实在不舒服的话 就告诉我 好 一路狂飙 终于在差几分钟 九点半的时候 进入了龙腾 前后两辆车 这才将车速降下来 铁锤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铁锤 你们要去哪 我准备去一趟麒麟商贸 要是想回家的话 你们四个先开我的车回去 刘铁锤赶忙摇头 不 小姐我们跟你一起 石七侧头看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他好像有什么事 瞒着自己似的 将车停到麒麟停车场 石七和铁锤走进了大楼 另外三个 因为一路上精神高度紧张 留在车里休息了 小姐 你准备买点什么 我带你去 铁锤问道 今天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我要买一些礼物 石七打量着周围的高奢品 排店说道 铁锤有点慌 小姐该不会是已经知道 他们的计划了吧 正想着 要不要通风报信时 就听石七难难道 给他买什么礼物好呢 说吧 大不留心的往前走 一圈逛下来 二人手上已经提满了东西 铁锤发现 石七今天买的 全都是男士用品 各种风格的衣服 裤子鞋 睡衣 T恤刀 腰带 墨镜 钱包 情侣装 手表 所有能想到的 都被石七买了一个遍 好像跟他们的计划 并没有什么关系 快步跟上去问道 小姐 今天到底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石七也没有隐瞒 今天是萧锦涅的生日 铁锤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哦 这样 怪不得小姐要那么快地赶路呢 石七笑了笑 多亏他那天看了证件 不然依照萧锦涅的性格 是肯定不会告诉他的 那他这个女朋友 当得岂不是太失败了 感觉都买齐了 石七又拐进了凌云珠宝 选了两件 他最想送萧锦涅的礼物 石七两世 对生日没有什么概念 礼物也就成了难题 萧锦涅那样的身份 自然什么都不缺 所以 就用这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来填充他的生活 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吧 等二人出来时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叫醒车里睡着的三位后 石七刚要上车 被铁锤拦住了 小姐 你坐后面整理礼物吧 我来开车 石七点头 坐在了后座上 拿过他最为看中的两件礼物 打开组合了一下 收紧空间 随后继续整理 不到十分钟 车停了下来 石七疑惑地抬起头 这才发现 铁锤居然将车开到了四合院门口 萧锦涅以及所有伙伴们 被看到 石七快速下车并关上了车门 你们今天怎么都在这里啊 就在这时 听到所有人异口同声的说道 祝小姐乔迁大吉 石七这才注意到 大门上贴着的对联 上联 入宅安居天百福 下联 喜千辛宅那千祥 横批 乔迁心血 两扇门中分别贴着 招财敬宝 出入平安 好家伙 合着我不在这两天 你们帮我搬了个家 说着 回头看向四个傻笑的家伙 出发前 你们就知道这件事了 柳慕之挠挠头 这是肖老大的主意 石七转过头 冲肖景业勾了勾嘴角 正准备进院 却被宋志军拦住了 往时 七手里塞了一个盆 小姐 报稳了 这是七宝盆 柴米油盐酱醋茶 入兴宅 从此衣食无忧 平安顺遂 石七端着盆跨入大门后 路遥赶忙接了过来 小姐我拿到里面就好 石七真没想到 搬个家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 在他还在猛圈时 肖景业牵起了他的手 欢迎回家 石七认真地点点头 转身对大家说道 这两天辛苦了 哈哈 哪有小姐辛苦啊 肖老大 你赶快带着小姐 参观一下我们的布置 如雨昊说道 嗯 走吧 二人先从导座房开始参观 最角落的一间被当做了厨房 秦天瑞和宋志军 已经开始忙着做饭了 石七看着导台上 一堆准备好的食材问道 那么辛苦干嘛 怎么不定两桌 外面的东西 哪有家里的可口 秦天瑞说道 石七伸手拍了拍他的肩 辛苦了二位大厨 小姐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班星家是要聊锅底的 意思是把旧屋里的喜气 财气一起带进新屋来 我们之前就准备好了 就等你进门呢 宋志军解释道 好 我知道了 需要帮忙的话 记得喊他们 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走出厨房 隔壁就是个小餐厅 平时人少吃饭的时候 还挺方便 在旁边是监控室 里面密密麻麻的屏幕 覆盖了整个四合院 除了室内完全没有死角 走 去二禁院 嗯 石七一间一间的参观下来 发现大家都把住的房间 安排在东西厢房中 唯独正房空了下来 怎么没人住在这里 石七好奇的问道 他们说了 三禁院是你的私人领地 二禁院的正房住人 不如当做大家以后聚餐热闹的地方 而且东西厢房很宽敞 十二个人住也不拥挤 说话间 二人步入了正房中 一进来 便是一张超大的折叠桌 墙上的酒柜里 摆满了各类的酒 旁边的一间是茶室 也可以作为临时会议室 原本一帽间的位置 被改成了书房 旁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和一间卧室 这张床是为客人准备的 第667章 生日惊喜 第667章 生日惊喜时 漆歪着头 我哪有什么客人来 萧景业轻轻捏了捏他的脸 怎么没有 万一外公外婆来小住几日呢 石七眨眨眼睛 也对哈 萧景业笑了笑 走吧 去你专属的地盘看看去 二人来到三禁院 左右相房 我们一时间没想到 怎么安排何时 暂时空了下来 等有何时的想法 再不止也不迟 先去看看你的正房吧 好 石七先一步进来 第一眼便看到了 挂在墙上的照片 正是之前去度假山庄 在阳光花房里 石七回眸被抓拍的那一张 好看吗 萧景业从身后抱住石七 将下巴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错了是吧 你大可不必这么谦虚 萧景业笑道 鼻尖营绕着他思念的气息 又贪婪地闻了闻 七七 我想你了 石七正脱怀抱转过身 仰头看着他 巧了 我也想你了 萧景业心里一暖 愉悦地笑着 啄了啄石七的唇 走 我们继续看 拉着石七走到最里间的卧室 一张看起来就很舒服的大床 上面铺着质感柔软的米色床上用品 床边围绕着一圈 比约木色浅一个色号的毛绒地毯 床头柜上放着投影仪 躺着追剧 应该很舒服 一旁窗边放着两把椅子 和一个小茶几 转身进入浴室 之前的浴缸 换了个更大的按摩浴缸 隔壁衣帽间里挂满了衣服 见石七的目光 在夏季衣服上停留 萧景业解释道 伤疤好了 今年夏天就不用穿长袖长裤了 石七认真点头 转过身才发现 不仅是衣服 就连配饰 包包和鞋都准备了很多 这一比较 石七给他准备的那些 好像有点拿不出手了 萧景业 谢谢你 萧景业揽住了石七的肩 跟我还客气什么 萧景业倒是很像山庄的风格 正是石七喜欢的样子 短短两天时间 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准备这么多的 看着萧景业的黑眼圈 估计又是工作 和这边两头忙了 走吧 我们去后院看看 嗯 几天没见 后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多了鞦韆 烧烤架 还有一套舒服的户外桌椅 周围更是种上了 不少阴记的花 想到了什么 萧景业拉着他 来到隐蔽的角落里 打开了一个 跟墙面相同颜色的盖子 七七 这是东块院的监控开关 关上之后 小狐狸就可以在这边玩了 石七有些惊讶 这人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主人 萧帅哥棒棒的 帮我谢谢他 显然 小狐狸也非常喜欢 小狐狸让我转达他对你的感谢 不客气 对了 那边家里的东西都留着呢 我们只是把你的衣服带过来了 石七点点头 这时 李浩然的声音 隔着院墙传了过来 开饭了 多亏休息内静 大家耳朵都比较敏锐 不然这院子喊个吃饭 非得用大喇叭不可 哈哈 众人全部落座后 开启了闲聊模式 小姐 这趟过去 有什么收获吗 云翼问道 石七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算是找到气息了吧 其他的 没什么有用的发现 那边的环境相当不错 建议以后再有交流会的时候 你们也过去生活一段时间 对 环境特棒 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 柳蒙蒙说道 这一点凡事去过的 都非常认同 如雨昊站起身 来来 我们敬萧老大和小姐一杯 借他们的光 我们也住上了龙国最昂贵的四合院 一杯下肚 萧景业感觉自己 好像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小团体中 通过这两天的接触 他发现了众人身上更多的闪光点 也终于明白 石七为何会那么看重他们 还真是个顶个好样的 大家边吃边聊时 卢雨昊和云翼 悄悄退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 二人端着一个蛋糕走了回来 云翼插上蜡烛点燃 放到了桌子正中间 萧老大 我们知道的太晚了 也没准备礼物 就祝你生日快乐吧 萧景业一脸的惊讶之色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所有人都看向了石七 石七挑挑眉 我说的 萧老大 我们就不搞生日歌的俗套了 唱得不好听 你听得也挺尴尬 就送上我们的祝福吧 俊臣说道 对 希望萧老大越来越强大 好好保护我们小姐 祝萧老大 讲真的 他们说了什么 萧景业并没有记住 他满心都是他的小姑娘 原来那天要看证件 居然是为了这个 萧老大想什么呢 许愿吹蜡烛 切蛋糕啊 红杏招呼道 萧景业这才回神 许了一个愿望 他希望能够永远陪在石七身边 在大家的欢呼中 吹灭了蜡烛 切了一块蛋糕 放到了石七面前 一群人在新家玩闹到下午 都觉得不过瘾 收拾好这边 又准备了一堆烤串 跑到东跨院去烧烤了 直到天暗下来 才算结束 一个个喝得五迷三道 还不忘了一起打扫干净 石七看着他们 走路都走不稳 摇头失笑 出院子回到车上 将他之前买的礼物 都收进了空间 回到自己房间 非常简单粗暴的 全部放到了沙发上 呃 这些都是你的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石七有些不好意思 萧景业突然笑了 一把将他拥入了怀中 谢谢 石七轻咳了一声 你自己看吧 我去洗澡去了 说着正拖出怀抱 钻进了浴室 萧景业这边 认真地拆着礼物 每拆开一份 心中就有一股暖流滑过 每一样他都非常喜欢 尤其是石七买的 那几身情侣装 全部拆完 宝贝式的收进了衣帽间 特意从中选了一身 挂在明显的地方 他准备明天就穿这一套了 穿女朋友给买的衣服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好吧 第668章 又要去洗冷水澡吗 第668章 又要去洗冷水澡吗 石七洗完澡 吹干头发 钻进了舒服到 令人发指的被窝中 窥叹了一声 怎么样 床还满意吗 萧景业以着门框问道 嗯 不错 青山道关那里哪都好 就是木板床太硬了 第二天醒的时候 感觉浑身疼 以前比那还差的环境都睡过 重生回来 浇灌了不少 石七回忆道 萧景业垂眸 低声道 以后不会再有那样的情况了 石七看了他一眼 抿了抿唇 摆了个舒服的造型 嗯 以后 就以这张床作为标准 萧景业收起心思 好 我去洗澡 等他出来的时候 石七已经睡着了 缩成一团 如同一只小猫一样 可爱到他的心都要化了 轻轻躺在床上 伸出胳膊 将石七捞进了怀里 见他没被自己吵醒 悄悄松了口气 温香软郁在怀 心中一阵满足 他发现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石七只是两天不在身边 他就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尽管已经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 还是度日如年 可能想事情太过于专注 萧景业并没有注意到 窝在他怀里的小猫 睁开了眼睛 小狐狸 哎 主人 本宝宝在 有何吩咐 石七纠结了一瞬 断开空间与外界的连接 空间中小狐狸眼睛一亮 咧开了小嘴 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他主人 这是要主动出击了 嘿嘿嘿 这可真是一件好事 得嘞 明天中午十二点 如果主人不主动连接的话 本宝宝再进行连接 可 那个 主人要幸福哟 石七刚想吐槽一下 脑海中绷着的一根弦断了 萧景业这回想了很多很多 在脑海中构建着他们的未来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触感不太对 怎么这么柔软 低眸正好对上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他吻上的不是额头 而是石七的唇 一触积分 萧景业温声道 是我吵醒你了吗 不是 他根本就没睡好吧 目光看向萧景业的唇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如此福利 砸得萧景业一愣 但也很快回过神来 由被动变为主动 轻抬石七的下巴 含住了那软软弹弹的唇 加深了这个吻 石七闭上眼睛 小嘴微张 迎合着 粉嫩的舌尖 在触碰到萧景业舌尖的那一刻 二人均是一阵战力 石七豁出去了 手探进了萧景业的睡衣内 微微颤抖地抚摸着他精壮的肌肉 原本就处在极度隐忍状态的男人 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撩拨 握住手腕 将作乱的小手拿出来 举到头顶 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几次想要结束这个吻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仿佛有种魔力那般 怎么都听不下来 实在是太过贪恋 与石七的亲密接触 听着他不知不觉发出的娇柔鼻音 萧景业身体一僵 他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尽管不舍 还是强行翻身坐起 声音沙哑道 七七 你先睡 我 说着站起身 准备往浴室去 脚步还未跨出 就被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 抓住了他的大手 萧景业停住动作 连头都不敢回 你要去哪 我去卫生间 又要去洗冷水澡吗 石七拆穿道 萧景业一愣 原来他都知道 石七自然是知道的 尽管每天晚上动作都很轻缓 还会体贴的 等到身体恢复常温 才重新躺到床上 搂着他入眠 石七还是知道 不仅如此 还有几次往外喷的鼻血 虽然他处理得很干净 还是被石七捕捉到了血腥器 七七 石七感觉心中柔软触似 是被羽毛拨弄了一下 起身站在床上 可拉着萧景业的手 从未松开过 为什么要那么做 石七明知故问 我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 石七眼中带着笑意 可我从来都没让你控制啊 萧景业身体一正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萧景业 你转过来 石七等了半天 都不见他有动作 快点转过来嘛 罕见的带着点撒娇的意味 萧景业只感觉太阳穴 都跟着一吐一吐的跳 犹豫了三秒转过身 因为隐忍 眼白密布着血丝 如同一只闻到血气的猛兽 石七勾传一笑 迈步来到床边 离他更近了一些 直视着他的双眼 认真道 如果 我也想吃了你呢 说吧 抬手一把扯开身上 白色针丝睡袍的腰带 没有了束缚 左右衣巾向着两边荡开 那里面是大片的春光 萧景业震惊地 看着面前的景色 气气 艰难地吞了口口水 别开了目光 石七终于舍得松开手 捧着刀刻般俊美的脸 让他直视着自己 他石七的男人 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憋屈 可行吧 摊牌了 不装了 他是老色 他也缠他身子 萧景业实在忍不住了 双手掐着仙腰 将他抱起 两条大长腿 顺势缠在了他的腰上 胳膊勾住了他的脖子 感受着滚烫的大手 在滑嫩的肌肤上游走 如同电流一般 酥酥麻麻的感觉 充斥着全身 石七轻哼一声 主动吻上了他的唇 萧景业单膝跪在床上 再一次将他压在身下 一阵天旋地转杆袭来 石七被猛烈 且急切地稳稳地 几乎要窒息 颤抖的手 拖着他睡衣扣子 可半天都没能解开一颗 感受到他的意图 嘶啦一声 萧景业一个大力 将自己的睡衣扯了个稀碎 随手丢在一旁 皮肤上滚烫的温度 烫得十七一阵眩晕 尽管由之前的主动 变为了被动 但依旧热情地回应着 一秒钟都不想分开那 令人沉醉的唇 直到呼吸不畅 才不舍地分开 萧景业目光深邃地 看着眼神迷离的小姑娘 轻轻啄了啄 有些红肿的唇 将目标转向了 泛着淡粉色的颈部 第669章 十七的礼物 第669章十七的礼物 细细密密地稳落下 一路向下 十七闭上那双水润的毛子 感觉整个人 都被丢进了一个大容颅板 不断地灼烧着 萧景业深情地看着 近在咫尺的爱人 亲吻了下去 七七 可以吗 低沉且沙哑的声音 听得十七一正 这种问题还要问 平时那么精密的一个人 怎么突然一下变这么呆了 但为了不破坏气氛 也只能应了一声 嗯 一阵手忙脚乱后 萧景业的额头 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 尴尬的小声说道 七七 我 虽然很不合时宜 十七还是被她的话 逗得笑出了声 似是惩罚那般 萧景业轻轻地 咬了咬她的粉唇 乖 伸手整理着十七额上枣 以凌乱不堪的碎法 如果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 知道吗 嗯 萧景业和十七在一起后 也了解了很多相处之道 她可不想让她的七七 有什么不好的感受 此时的她 极尽温柔 七七 我终于拥有你了 十七很想说 我也是 可目前的情况 她羞于开口 就算出口 也根本无法连成锯子 双手紧紧抱着她结实的背 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无法思考 室内温度节节攀升 愈演愈烈 先天静的超凡体魄 似是不知道疲倦那般 一曲终了 萧景业轻吻着 总能给她带来惊喜的小姑娘 没想到会是如此的美好 远远出乎了她的意料 轻抚着未退去红韵的娇美面旁 啄了啄红润的唇 七七 嗯 我爱你 十七迎上那双满是自己的眸 认真地说出了她 早就埋藏在心底的话 巧了 萧景业 我也爱你 萧景业感觉心脏都停跳了几拍 她听到了什么 听到了她的七七说 爱她 她从未奢望时 七会这样表达对自己的情感 而今天 她真的听到了 之前喝酒没醉 但此刻却深深地沉醉在了 十七那句我也爱你中 七七 我 话还未说完 感觉脖梗上一两 十七为她戴上了精挑细血 最想送她的礼物 一条复古脖巾 男士项链 上面的坠子却有两个 一个是同样复古款式 镶嵌了粗广黑色钻石的数字 七 以及一枚样式简单的男款脖巾戒指 扣好后 十七霸道地说道 萧景业 我已经将你牢牢套住了 并打上了独属于我十七的烙印 这辈子 你只能属于我 还有 生日快乐 换作平时 以十七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此刻不同 她想要勇敢地表达自己 七七 萧景业一阵感动 暗自发誓 永远永远不会辜负她的七七 再一次深深地吻了下去 场面也又一次变得不受控制 直到外面的天范起雨堵白 七七 等我一下 萧景业起身走向浴室 打开了浴缸的水龙头 十七坐起身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脸疼的一下红了 正准备换一套床品的时候 被赶回来的萧景业阻止了 打横抱起 放到了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乖 我来 动作麻利的 从衣柜里 拿出了一套干净的 等整理好一切 浴缸里的水也放好了 几分钟后 十七看着身旁的萧景业 扑齿一声笑了 原来换大浴缸 是这个目的 萧景业勾传一笑 走 我这点小心思 还是被你发现了 十七很快就睡着了 但那个两天 都没有合眼的男人 却失眠了 摘下脖子上的项链 仔细地看着 被一起穿在项链上的 南界内部 刻着十七这两个数字 取下戒指 将项链重新带回到脖子上 戒指则是可丁可卯地 戴在了中指上 此时高高扬起的嘴角 预示着他的心情 搂紧了他的全世界 在他的额头上 轻轻落下了一个吻 十七醒来的时候 外面已是艳阳高照 身旁的位置 早就空了 展开感知 家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习惯性地拿起手机 就见一条信息躺在里面 小景夜 七七 他们已经回基地了 我这边有些工作 等忙完了就回去 客厅茶几上 给你留了饭 醒了记得吃 十七从床上下来 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这一走路 才感觉到脚底发软 缓步进入了卫生间 看着镜中人身上的痕迹 脸上泛起了可疑的红浴 洗漱干净 收拾好来到客厅 茶几上摆着一个保温桶 和保鲜盒 打开里面是馅料丰富的三明治 和一碗还在散发着热气的燕窝 他明白了 这是想让他好好补一补是吧 打开一旁的保鲜盒 里面是切好的水果 吃过饭后 十七打开了房门 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 说不出的舒爽 或许是因为昨夜的温柔 他心里从未有过的放松 今天的天气也是极好 十七来到东跨院 将这边的监控关掉后 坐在秋千上 用意识连接空间 将小狐狸从里面放了出来 小狐狸刚一出现 就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仰头看着十七 无视掉那双含笑的金 将它放到地上 什么都不要问 你自己在这边玩一会儿 但是不许乱飞 放心吧主人 小狐狸说着 转身跑远了 十七悄悄松口气 从空间取出一颗浑丹 塞入了口中 没一会儿 身体上的不适感 就全都消失了 小狐狸再十七看不到的角度 偷偷地笑了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来到水泻旁 几十条井里 已经游到他面前 不断地吐着泡泡 小狐狸操控着空间的鱼石 撒了一大堆下去 你们要乖乖吃饭哟 也要长得胖胖大 魏丸鱼在院子里风跑了一会 才回到十七的身边 一跃跳到了他的腿上 十七倾抚着小狐狸的头 玩够了 嗯 主人 我们当鞦韆啊 小狐狸仰起头 眼睛亮晶晶地说道 第六百七十章 随便找个理由 第六百七十章 随便找个理由 好 十七单手抱紧了小狐狸 另一只手抓在鞦韆绳上 脚往后一蹬 鞦韆荡了起来 见小狐狸玩得高兴 十七似乎也多了一丝童心 萧景叶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 一人一胡 吹着微风沐浴在阳光下 开心地笑着 手指不自觉地抹扎着戒指 目光深邃地注视着 那个美帝不像话的姑娘 嘴角也扬起了好看的弧度 缓步上前来到鞦韆后 轻轻地推着 玩了一会儿 十七抱着小狐狸 在鞦韆达到最高点时 一跃而下 稳稳地落在地上 转头笑看着萧景叶 忙完了 没等他说话 表情突然凝固了下来 就在萧景叶疑惑的时候 十七抱着小狐狸上前 伸手触碰了一下他的脖子 怎么了 千万别告诉我 你就是这样 去工作的 萧景叶掏出手机 对着脖子照了一下 一颗小巧的草莓 硬硬在了耳朵下方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你上午都去哪了 十七追问道 想到上午那些人 看他十亿未深长的眼神 原来是因为这个 看着面前快要炸毛的小猫 萧景叶犹豫了一下 上午在驻地 呃 他是真不敢说实话 上午可是去开了一场重要的会议 十七松了口气 那还好 这也算是给他提了个醒 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萧景叶的工作非常严肃 怎么可以出现 这么不严肃的硬迹 从空间取出一颗混蛋 举到了他唇边 诺 吃了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萧景叶轻咬了一下他的指尖 十七瞪了他一眼 空气中莫名多出了一些 粉红色的泡泡 小狐狸见状 那个 本宝宝回去睡午觉觉了哈 拜拜 话音刚握他 就嗖的一下消失不见了 萧景叶心情愉悦地握住了十七的手 走我们去吃饭去 我刚吃完不久 那就再陪我吃一些吧 二人来到二进院正房 萧景叶拉开椅子 让十七坐下后 打开了一旁的保温箱 挨个将里面的菜摆在桌子上 居然全都是大补的食物 十七看着面前放了一碗人参鸡汤 抬头笑看着他 萧帅哥 这是怎么了 这就虚了 萧景叶差点把刚吃进嘴里的东西喷出来 什么叫这就虚了 这都是给十七准备的好不好 都流泻了 可不就得好好补补吗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坏坏一笑 凑近十七耳边轻声道 虚不虚 晚上再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十七感觉脸都烧起来了 这开过婚的男人 就是不一样 实在是太骚了 抬起粉拳 不痛不痒地捶了他一下 刚好看到了 娜娜没戒指 已经被他戴在了手上 赶紧转移话题 有什么消息了吗 萧景叶也收起了玩笑的表情 逐渐严肃了起来 嗯 有一些 分散在各国的小队 有几支已经收网了 然后呢 怎么说 十七问道 对那些抓捕的内境高手 进行了审讯 他们的说法很统一 都是被莫名其妙出现的面具人 传授了休息内境的方法 恩威病师的 让他们提升自己的同时 扩充势力 并且承诺 到达一定程度后 带着他们飞黄腾达 而他们之间 并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对方有需要的时候 会单方面见面 据他们所说 面具人很强 强到根本无法反抗 他们也尝试过 逃跑远离所在的城市 甚至是国家 但都能被面具人精准地找到 而且 经过几次杀鸡警猴后 他们也都不敢再尝试逃跑了 萧锦业转述道 十七皱了皱眉 说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统一的特点戴着面具 但听他们形容的长相和体征 应该有三个不同的人 其中一个是女人 已经让技术部门 进行特征还原了 十七点点头 看来又是广撒网的老套路 那修为呢 有没有抓到开山镜的人 没有 收网抓到的人 都是碎石镜 实力也并不强 等他们形容的特征还原之后 就能对他们的国籍 进行大概分析了 我们还准备进行 外语模仿的测试 毕竟每个国家的发音 习惯也是不同 至少能做一番筛选 萧锦业说道 十七想了想 目前最为不友好的国家 有哪个 那边潜入的小队 就没有什么发现吗 你说的是国国合国吗 暂时还没有什么发现 对了 那位让我告诉你 因为你之前的举动 现在很多国家 正要往龙国送礼呢 而且点名要送给吴明氏 萧锦业笑道 十七皱了皱眉 有毛病啊 送我礼物干什么 应该是担心 你像对付国那样 对付他们吧 或者是心虚 萧锦业分析道 十七扑齿一声笑了 我可没有那个闲心 怎么搞得 好像是万国来潮市的 我看也挺像 等过几天陆续到了之后 我带你去看看 嗯 好 话说到这里 十七的电话响了 喂 外婆 外婆的宝贝 刚吃过 是有什么事情吗 听说你昨天搬家了 莫如双问道 别说 消息还挺灵通的 是 外婆你怎么知道的 上午你二就开会见到锦业了 听他说的 十七瞪大眼睛 看向萧锦业 萧锦业有些心虚的 别开了目光 上次去萧家 萧爷爷送的四合院 你和外公有时间过来看看吧 莫如双笑道 好呀 晚上有时间的话 回来一趟吧 外婆给你包饺子 带着锦业一起过来 十七捂着话筒 看向萧锦业 你有时间吗 萧锦业点头 有 好 外婆 那晚上见 挂断电话后 十七看着萧锦业 眯了眯眼睛 他现在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不是说 没碰到人吗 我忘了 萧锦业心虚道 十七伸手捏住了他的耳朵 如果有人问起 你自己随便找个理由 跟我没关系 听到没有 第671章 告状 第671章告状 萧锦业强忍着笑意 好 是我不小心蹭的 跟我们家七七没有任何关系 绝对不是他亲的 乖 把汤喝了 十七这才松开手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怪怪的 成功让十七喝下两碗汤后 二人回到了房间 在沙发上腻歪了一会儿 萧锦业商量道 七七 我想找两个人 过来照顾你可以吗 十七摇头 我不喜欢陌生人 介入我的生活 萧锦业斟酌了一下措辞 先听我说说他们的情况 和我的安排才决定好吗 十七点点头 嗯 你说 他们是萧家的老人了 一对夫妻 无儿无女 我小时候 父母爷爷都很忙 就是 他们两个照顾的我 人品绝对没有问题 建十七没有反对 萧锦业继续说道 我在附近给他们找套房子 不会让他们住进来 每天有规定的时间 来打扫卫生 做好三餐 你在家的时候 绝不会让他们进入三跨院 做好每天的事情就离开 我的工作有时候忙起来 可能什么都顾不上 你没人盯 又不好好吃饭 所以 行吧 改天让我见见再说 十七说道 萧锦业眼睛一亮 捧着十七的小脸 亲了一口 只要我有时间 做饭都交给我 说完看了一眼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下午回来接你去外婆家 嗯 提前打电话 我下午要睡觉 好 萧锦业起身走到门口 突然转过身 又大不留心的走了回来 怎么了 落下神屋 十七话没说完 就被摁倒在沙发上 狠狠的亲了一顿 宝贝 晚上见 这次 萧锦业是真的离开了 十七躺在沙发上 半天没缓过神来 捂着脸坐起身 神经病 晚上 二人如约来到了木甲 还没进去 敏锐的耳朵 就捕捉到了里面的对话声 先生 夫人 我们来包就行了 那可不行 七七最喜欢的 就是我们两个老家伙包的饺子 应该快到了吧 现包才好吃 到了 十七勾了勾嘴角 和手中 提着大包小包的萧锦业 一起走了进去 今天人不算多 只有四个舅舅在 进门打过招呼后 十七就感觉所有人 都在打量萧锦业 顺着目光看过去才发现 大家看的都是他的脖子 十七大概猜到了 今天喊他们 过来吃饭的 另一个目的是什么了 给萧锦业了一个 我跟你们一起包饺子 萧锦业比十七想象的淡定很多 我也一起包吧 几分钟后 原本只有四个人 包饺子的桌子旁 又多出了四个人 晃来晃去的 目正国一头黑线 你们这几个臭小子 绕得我迷糊 都给我出去 别呀爸 一起包多快呀 明协会 我来赶皮 目正兵笑嘻嘻道 你整那破完 一而狗都不吃 躲开 别碍眼 难得跟他宝贝外孙女 一起包饺子 也不知道 他们瞎凑合什么 七七 新房子住得怎么样 莫如双问道 挺好的 等过段时间天暖和了 你和我外公去小住几日呗 十七说道 好呀 到时候 外婆给你做好吃的 目正国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能看出 此刻也是非常开心 哼 就老小头会显大眼 明天外公 就把你隔壁那套四合院 过户到你名下 十七一愣 不用不用 那一套 我就是挨个房间轮换着住 半个月都住不重复 再多一套放我手里 也得荒废了 如果不是目正国担心 有了四合院 十七就不愿意住在他们 正在建造的院子 他早就给了 哪轮得到那个老东西抢先啊 听他们提到四合院 一旁的四个兄弟对视了一眼 哼 景夜啊 听说你现在也在七七那里住室吧 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是 感受到大家看过来的目光 萧景夜不慌不忙地捏着饺子 你们现在 目正海话没说完 就被一旁的目正 兵对了一下 赶忙换了个问法 啊 你住在哪个院子 怎么没回家睡呢 他家装修呢 暂时住在二金院 面对家人关切的目光 十七撒了个小谎 哦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嘴上这么说 可目正海 还是皱了皱眉 他可没眼花 难道是被什么化妆品遮上了 抽了两张诗巾 塞到了目正兵的手中 给他使了个眼神 别说他们兄弟之间 还挺默契的 景夜 你这沾面粉了我 帮你擦擦 目正兵说着上前 拿着诗巾 在目正海描述的位置上 使劲地擦着 直到擦红了 都没看到什么 十七忍着笑 又拿起了一个饺子皮 怎么没有呢 目正国生气地 摔了一下擀面杖 滚 你们四个留滚出去 烦死了 一听老爷子发火 四人也不敢呆了 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莫如霜看了一眼 萧锦叶的脖子 你说这臭小子 没轻没重的 都给孩子擦红了 萧锦叶摇摇头 没事 可能刚才粘东西了吧 说着瞥了十七一眼 七七 今天多包一些饺子冻上 等回去的时候 带上 什么时候想吃了 再煮就行了 莫如霜说道 十七当然乐意了 看着拿来的饺子盒 把自己包的那些 歪歪扭扭地放了进去 那我就把我包的 难看得带走吧 我自己吃不嫌弃 哈哈 谁说的 七七包的好看着呢 吃饱喝足 和他们聊了会天 二人也准备离开了 后备箱里 被放了不少东西 饺子 各种点心 还有不少水果 等二人的车离开后 木正国严肃地 看着四个儿子 你们刚才 那是闹的哪一说 木正海摸了摸鼻子 实话实说道 我今天上午去开会的时候 看到景夜 他脖子上有个印 第672章 为他好 第672章 为他好 我就说 为什么听到七七和景夜 晚上回家吃饭 你们都退了工作要回来 就是因为这个 莫如霜问道 木正涛严肃道 妈 难道这还不严重吗 莫如霜笑了笑没说话 木正国叹了口气 七七他们两个的事情 你们都不要管 那怎么行 万一七七吃亏了怎么办 就像是婉君 木正兵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赶紧闭上了嘴 莫如霜眼神黯淡了下来 七七那孩子 是不会像婉君那么傻的 四个兄弟震惊地看着 莫如霜 当初是他们 没有保护好婉君 一次教训已经够了 如今更应该 护着时期才对 这时 木正国突然开口道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的想法 七七现在谈恋爱 是有些早了 如果可以我 更想把他绑在身边 就算是养他一辈子 我们都能让他 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但是 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当年婉君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婉君那是 倾笑了一声 如果当年 我们尊重他的感情 并寄予帮助 他还会离开吗 看着大家不解的目光 他继续说道 离开家 是他迫于双方压力 权衡了局面后 做出的决定 这世间最为复杂的 就是感情 婉姆那孩子 喜欢他喜欢的景 从小宠着护着 我们这些当家长的 都看到了眼里 可也没能 让婉君触动分毫 更别提当初为了拆散 他和霍明轩 你们给他介绍了 那么多青年才剧 但是最终在他心中 仍占据首要位置的 还是霍明轩 日记本你们也看过了 就算在他去世前 明知道霍明轩 可能不会回来 他心里还一直期盼着 哎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当初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将他们两个保护起来 也不会是这个下场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只不过是爱上了一颗 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棋子罢了 所以我们吸取教训 不要去干涉 七七和萧锦涅的感情 而且有句话 老婆子说的对 他聪明 清醒 有主见 更是个眼睛里柔布的沙子的人 还有一身令人闻风丧胆的强大本领 即便是荣国第一内静家族萧家 都不及他 想欺负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莫如双认同的点点头 是啊 锦涅那孩子 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长得帅有能力 又有责任心 无论是感情经历 还是他的成长 都是干干净净的 对外人冷冷清清 唯独看七七的时候 满眼都是他 也从来不会像那些顽固子弟 花天酒地 而且萧家对七七 也是真心的 我听说翟瑶和英浩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花高价拍下了成龙商煞送给七七 老肖又是将装修完 自己还没住上的宝贝四合院送上 这充分表示了他们的重视 就算锦涅想要欺负他 恐怕肖家人也不会让 再贵 还能有麒麟那栋大楼贵吗 穆政兵不爽道 老三 亏你经商这么多年 麒麟的价值 早就在七七手下那些人的经营 下翻了两倍不止 临界的腾龙 自然也成了香波波 最终价值 可比你们当初买下麒麟石高了两成不止 穆政兵动了动嘴 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他不是想要对比价值 只是不想承认 萧锦涅的父母 比他们更在意十七把了 穆政国不理他 继续说道 最重要的一点 七七已经成年了 当初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 以至于成长中受了那么多罪 也就是他念着我们的血缘亲情 愿意和我们亲近 不然穆家上上下下在他心里算个屁 以他的能力 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们一眼 是啊 那孩子心善 不光不计较那些 还给我们调理身体 让全家人都有休息内静的机会 更是会考虑我们的心情 每次出去 冒险前都会来陪陪我们 莫如霜补充道 见四个兄弟不知道在想什么 穆政国也不准备废话了 你们那不是关心 是枷锁 如果仍旧坚持可笑的为他好的想法 早晚会像婉君那样越推越远 到时候肯定会追悔莫吉 说完起身握住莫如霜的手 让这四个混小子自己想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去休息了 四兄弟沉默地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一直在回想二老的话 确实很有道理 时期不是懵懂无知的小姑娘 她的心性比任何人都要成熟 他们已经没了妹妹 绝对不能再失去外甥女 大不了以后多监督萧锦业就好了 穆家发生了什么 两个当事人当然不知情 回到家后 将保温箱里的冻饺子放进冰箱 萧锦业拿出两个盘子 摆了一些点心和水果 剩下的也都放进了冰箱 七七 你房间还差个放零食的冰箱 我明天让人送过来 时期觉得放哪儿 都没有放空间里好 这样萧锦业也能随时知道 嗯 好 走吧 二人回到房间 时期等萧锦业端着盘子进去后 关好了房门 转过身 就看到了一双侵略性十足的毛子 在没来得及开灯的房间里 散发着幽光 这眼神蕴含着什么 时期再清楚不过了 收回目光 往卧室走去 还没跨出两步 就被快速闪过的身影 拦住了去路 你干嘛 萧锦业没说话 步步逼近时期 时期缓步往后退着 很快就靠到门上 退无可退 七七 吃饱了吗 萧锦业伸出双臂 给时期来了个壁咚 嗯 吃饱了 时期说着 伸手推向他的胸膛 可这男人 似乎并不想就这样任他离开 纹丝不动 挑了挑没 那我们要不要运动一下 时期轻咳了一声 不用了 已经消化差不多了 我要睡觉 矮下身 从他胳膊下钻出 往卧室走去 此时的萧锦业 在他眼中 跟大灰狼没有任何区别 第673章 这饺子 跟你包的一样难看 第673章 这饺子 跟你包的一样 难看萧锦业眼含笑意 上前两步 一把拦住了时期的腰 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凑近耳朵轻声道 哦 那我们继续讨论一下 中午的话题吧 时期眼神躲闪 讨论什么 我不记得了 萧锦业轻咬了一下 他的耳垂 我觉得 有必要向我的女朋友 展示一下 我到底虚不虚 不用了 我开完 话没说完 就被掰过脸 堵上了嘴 手也没闲着 很快 布料散落了一地 抱起石漆 往卧室走去 萧锦业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你这么不要脸呢 嗯 只对七七不要脸 你流氓 只对七七流氓 石漆被压在床上 挣扎道 还没洗澡 听到他的话 萧锦业停住了动作 眼睛亮的吓人 这倒是提醒他了 好 我来帮七七洗 怕他跑了似的 就这么抱着走进浴室 坐在浴缸边缘 拧开了水龙头 看着帐红的小脸 以及清明的唇 他的目光又深邃了几分 拖住后颈 吻了下去 小狐狸笑呵呵的抬起头 透过空间 看向了这本文文 为数不多的读者们 喂 各位宝子们 我主人的主人莫妮妮说了 他每逢开车审核几十遍 经常改道崩溃 不能按时发文 头发都揪掉了好几把 此处省略所有恩恩啊 哼哼哈哈 至少38888个字 哦 差点忘了 断开空间与外界的联系 让那刚开婚的二人 继续没修没骚去吧 说完 小狐狸冲所有 一直追文文 到现在的小可爱每一个 石七醒得很早 坐在床上发呆 低头打量了一下身上 看来得跟那头饿狼约法三张了 总是这样可还行 虽然他但是吧 嗨 是吧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时间还早 石七决定 今天去一个地方 收拾好 吃了一颗混蛋后 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打开手机 搜索了一下饺子的煮法 来到厨房 煮了两份饺子 分别放到两个保温盒里 就是煮的有些大劲 大部分皮都破了 开上黑车 找了个花店停下 买了一束白色玫瑰 婉君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女儿撒钱的样子多帅 呵呵 霍明轩坐在墓碑旁 将手机举到慕婉君的照片前 仿佛他真的能看到似的 我们一雪真是好厉害 他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偶像 婉君 这个论坛看到了没有 我现在也是他的粉丝了 有时候 我就想 如果当初没被秦小泽算计 我们依旧在清安安定的生活 该有多幸福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在一起 一雪也不会受那么多伤害了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自私的 把你从龙腾带出来就好了 其实我很想去沐家跟二老道个歉 但是上次刚到门口 就被守卫赶走了 婉君 你再等等 很快我就下去陪你了 你说 你那么年轻漂亮 等我下去的时候 都变成老头了 你会不会嫌弃我 这已经是他每天的常态了 可他的爱人 再也无法给他一丝回应 唉 就在这时 揣在兜里的对讲吉祥了 明轩啊 沐原来人祭拜了 你别坐在那里了 让人看到不好 好的刘哥 我知道了 霍明轩站起身 轻抚着墓碑 婉君 我晚些再来陪你 说吧 推着停在一旁的清洁车 往墓园深处走了走 早就到了的时期 将刚刚的一幕尽收眼底 垂眸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晌抬起头 喃喃道 这样也好 缓步走向慕婉君的墓碑前 这里被擦得干干净净 不沾染一丝尘埃 就连大理石的缝隙中 都抠得干干净净净 两旁的花坛里 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 还有几只桃花 不知道从哪折来的 时期将手中的白玫瑰 放到了一旁 随后打开了其中一个保温盒 直直地插了一双筷子 放到墓碑前 轻声道 这味道 你一定特别熟悉 算算二十多年没吃过了吧 这饺子是外婆条的馅 我包的 就是难看了一些 还给煮破了 你凑合吃吧 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照片中温暖的女人 时期把手中另外一个保温盒 放到了花坛边缘 转身离开了 远处霍明轩 看着时期离开的背影 早已泪流满面 他很想看到她 又很怕看到她 原本应该是他和婉军 捧在手心里的宝 原本应该在校园里 无忧无虑生活学习 原本 可现在 他不奢求什么 只希望他们的女儿 接下来的人生 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魂不守舍地回到 慕婉军的墓碑旁 看着饺子 和一旁的白玫瑰 哽咽道 婉军 我们的一雪来看你了 手颤抖地打开 当看到里面 是同样的饺子时 眼泪就像绝地了一般 大滴大滴地往下流着 实在忍不住乌叶出声 婉军 这饺子真难看 跟你包的一样难看 呜呜呜呜 说吧狠狠地擦了一下眼泪 伸手捏了一个 塞进了嘴里 好吃 一雪包的饺子 一手抱着保温盒 一手抱着墓碑 再也无法抑制地 嚎啕大哭着 时期僵硬地勾了勾嘴角 收回感知 一脚由门使了出去 怨恨 对 错 如今在时期这里 已经无所谓了 从众生到现在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他早已经看淡了一切 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 但近段时间 时期心中莫名 多出了一些使命感 仿佛他的存在 他的重生 是为了清理掉那些 试图霍乱这个世界的人而来的 所以那些小恩小怨 真的无所谓了 想明白这些 时期觉得自己的内心 也跟着豁然开朗了起来 如今面对霍明轩 更多的是可怜 一个为了爱情苟活的牺牲品 第674章 高书高审 第674章 高书高审时期的余光中 副驾驶座位上 出现了一团肉嘟嘟的小家伙 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小狐狸嘿嘿一笑 他出来是想安抚一下 时期低落的情绪 可这时候 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原本还有一些担忧的大眼睛里 渐渐染上了笑意 真好 他的主人又成长了 时期众生后 虽然戾气极重 一切都以复仇为主 但好在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善念 并未遗失 杀人千千万 却从未伤害过一个无辜的人 还捎带脚的解救了不少人 也正因为如此 他也一直被这方世界认可着 等他的肉身 及灵魂彻底恢复的那一刻 还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大力 等待着他 那时候 他注定会成为这世间的巅峰 不仅仅是破后力那么简单 如今 心境也发生了改变 一切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着 感受到小狐狸 啄啄的目光 石七侧头看向他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小狐狸嘿嘿一笑 本宝宝就是看主人好看 石七挑挑眉 哦 那就谢谢小家伙了 车辆行驶到麒麟商贸附近时 刚好赶上了红灯 看着依旧滚动着无名式的裸眼三大屏幕 石七无奈附额 就在这时 小狐狸提醒道 主人 你快看那边的大厦 已经开始动工了 石七顺着小狐狸的视线看了过去 就见腾龙伤煞的四周 已经围上了护栏 正在对楼体墙面进行拆除 动作还挺快 石七感叹道 他现在越来越佩服伙伴们的执行力了 居然这么快 就敲定了装修方案 怪不得这两天 他们一直没有动静 原来是在忙这件事情 红灯变成绿灯 石七收回视线 这时候就能体现 黄城跟边上四合院的好处了 位于龙腾的正中心 除了交通高峰时会堵车之外 无论去哪时间都会减半 几分钟后 石七将车停到了家门口 萧景业早就等在了门口 石七能够感受出 他好像有一些紧张 开门刚下车 他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石进闻了闻萧景业身上轻烈的味道 抬起头轻了一下他的下巴 萧景业悄悄松了口气 仰起了嘴角 去牧园了 嗯 你看到定位了 我回家的时候你没在 连早饭都没吃 打电话也不在服务区 我就查了一下车的定位 萧景业如实说道 我煮了两份外部的饺子送过去了 萧景业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轻轻抚摸着他柔顺的头发 怎么没等我回来一起去呢 石七眨眨眼睛 笑道 下次带你一起去 好 说完 他一个稳轻轻落在了石七的额头上 你带人回来了 在石七的感知中 一进院里正站着一男一女 嗯 上午忙完的早 想着时间来得及 就让他们过来了 说着拉着石七走进了院里 石七也直面看到了 那对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夫妻 长相端正 穿着得体利索 面带随和的笑容 给人第一感觉很舒服 二人在看到石七的那一刻 异口同声的说道 小姐好 恭敬 但并不卑微 很好 萧景业适时介绍道 七七 这是高叔和高审 石七点头 嗯 你们好 这时 小狐狸在空间中说道 主人 萧家可真会选人 干干净净的鹅 用主人的理解 就是白色的灵魂 石七明白了小狐狸的意思 那就是 这二人可用 小姐 我们二人就住在附近 每天会按照规定时间 过来打扫做饭 现在我想了解一下 小姐的饮食习惯 有什么忌口的吗 石七正想着 自己不爱吃什么 萧景业抢先道 他不喜欢吃苦的 不喜欢吃西餐 更不吃血液内脏 石七勾了勾嘴角 没想到这家伙 比自己还了解自己 看来平时没少观察 好的 我已经记下了 萧大少之前 和我说过小姐的规矩 小姐在的时候 我们不会进入到三进院 更不会去房间打扫 去东跨院打扫 也会从一进院的小门进入 如果哪里做的不合小姐心意 请随时和我们说 高审说道 石七点头 好 那以后就麻烦你们了 二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来之前 萧家全家人 都在不停地嘱咐他们 这位未来大少奶奶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都不能怠慢 更要按照她的规矩来做事 他们大半的人生 都在萧家度过 怎么可能不知道 面前这位小姐的身份呢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吴明氏 说实话 来之前 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 萧大少是他们照顾着长大的 如今有了女朋友 他们很激动 在知道他的女朋友 是吴明氏时 更是欣喜 他们也是吴明氏的粉丝好不好 但更多的还是忐忑 他们实在是不了解 这位令人又爱又怕的吴明氏 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会不会很难相处 不过好在目前看来 虽然话少了一些 似乎很随和 他们心中 现在又多出了另外一种情绪 那就是兴奋 话说 他们两个不过是上一粉丝中 微不足道的两个 但也是为数不多 见过吴明氏真容的人 高审的心理活动 有些过于活跃 以至于看时期的眼神 也有些直了 直到被身旁的高叔捅了捅 他才反应过来 知道自己失利了 赶忙道歉 抱歉 小姐实在是太美了 一时间看吃了 时期一愣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个两个的都在说他好看 中午了 我们现在去做饭 正好小姐尝一下 是否何口味 高叔说道 嗯 好 二人转身往厨房走去 看来萧景业之前 已经给他们指过路了 他们的厨艺还不错 如果满意就留下来 不满意的话 也不要勉强 一切都以你的想法为主 萧景业说道 时期笑了笑 留下来吧 他们准备住哪 往后两条街 有个一进小院子 准备让他们住在那里 第675章 平静的不正常 第675章 平静的不正常 时期想了想 拉开导作房 角落的一间房间门 这里正好还没派上用场 没办法 这三进四合院 实在是太大了 让他们住在这里吧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还能帮忙看着点院子 萧景业宠溺一笑 好 都听七七的 走吧 我们先回房间 二人回到房间 一个奶白色的双开门冰箱 已经立在了客厅不起眼的角落里 上午送回来的 时期问道 嗯 萧景业上前拉开了冰箱门 里面摆满了各式零食 水果 果汁 蛋糕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按照时期口味准备的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 萧景业的用心 冰箱旁边 还放着一摞 一人高的大号纸箱 里面也全部都是 各式各样的零食 萧景业拍了拍说道 这些都是给小家伙准备 话没说完 小狐狸就黑黑笑着 从空间钻了出来 那本宝宝就不客气了 谢谢萧帅哥 萧景业摇头失笑 习惯就好了 这家伙对好吃的东西 有着一种执念 走吧 我们去东 跨院转转 时期说着 拉起他的手 走出了房间 这一看才发现 才两天没打扫东跨院 就已经有些脏了 可以说 萧景业这两个人 找来的真是时候 来到水泻旁 小狐狸提醒道 主人 喂鱼 他们今天还没有吃饭饭呢 时期刚蹲下身 水中的井里 就都向着他游了过来 实在是没忍住 扑吃一声笑了 怎么了 萧景业好奇道 时期指着几条鱼 你看小狐狸养的这些鱼 胖得跟小猪似的 说着 拉起一旁盒子里的鱼石 洒了一捧进去 萧景业认真道 确实 之前我还特意 选了一些胖的 没想到跟他养的比起来 就跟营养不良似的 似乎是不爽 小狐狸闪身出现 指甲上还插着一块巧克力蛋糕 嘴巴两侧雪白的毛上 被沾染得脏兮兮的 你们懂什么 胖乎乎的才可爱呢 嗯 你说的对 胖的才好看 那就使劲二位 让他们都胖起来 小狐狸咬了一口蛋糕 含糊道 这还差不多 说吧再次消失 萧景业看着水泻这边 感觉有点空 心里合计着 应该再准备一些什么 突然想起了 还有钥匙没跟石七说 对了 七七 无名市慈善基金会的筹备工作 已经完成了 准备举办揭幕仪式 上面让我问你 明天上午 能不能以无名市的身份出现 完事后 我正好带你去看看 各国点名 要送给你的礼物 可以啊 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还真盼着早点运行起来呢 十七 无所谓道 哦 是有什么想法了吗 我去倒观的时候 路过西夫镇被拦了下来 证件不认识 牌照查不到 身份信息隐藏 然后就被当成了危险分子 十七说道 萧景业皱眉 这件事是我疏忽了 并没有把特殊部队的事情 在县级公布 我下午就让他们全部通知到位 十七摇摇头 无所谓 其实他们的举动 在我来看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也没有为难 问过上级之后就放行了 萧景业 这就有点不明白了 那 我想说 那地方我很喜欢 虽然没有高楼大厦 但随处都能看到秩序 还有清爽的街道 尤其是 被喊做孙局长的人 非常的朴实 晒得屈黑 身上穿的工装 洗得都发白了 他们开的那几辆警车 也都快要散架子了 还有摩托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废品说过站村的呢 我想让人去实地考察一下 看看他们需要采买些什么 这样以后工作起来 也能舒心一些 萧景业越听笑意越浓 如今这样的人 是真的不多了 那还真得关注一下 他们谈话之时 一进院通往东跨院的小门打开了 高叔站在那里说道 大少爷 小姐 可以用餐了 好 二人来到小餐厅 菜已经摆在了桌上 总共六个菜 分量不算大 小炒嫩牛肉 糖醋里脊 青椒炒松绒 蔬菜豆乳排骨汤 孜然羊肉 肉鞋包 煮食是米饭 别说 还真别说 色香是有了 石器一样吃了一口 喂更棒 毫不吝啬地 伸出了大拇指 很不错 这一刻 站在一旁有些紧张的二人 表情终于放松了下来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二位慢慢吃 说吧 他们便退出了餐厅 还没有什么消息反馈回来吗 石器加了一片 松绒塞进嘴里问道 萧景业轻叹了一口气 目前还没有 现在他比石器还要期盼着 能快点把玄城的事情解决 可惜 除了之前那些不痛不痒的消息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有用的了 那论坛那边也没有吗 萧景业摇摇头 别急 我保证有消息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吃过饭 萧景业交代了高叔高审几句后 就离开了 石器也不做停留 回到了自己房间 抱着小狐狸摊在沙发上 抓着遥控器 不断地换着台 看似悠闲的下午 实则内心非常的烦躁 他总觉得 哪不对劲 平时从来没有闲着超过三天的时候 加上去道观的时间 这已经五六天了 实在是太安静了 石器不是不喜欢平静 话说他重生回来 就想着抱完愁平静安逸的生活 可现在 有一种心悬在半空上 不来下不去的感觉 就好像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实在是对电视里的内容不感兴趣 将遥控器放到沙发上 想看什么 你自己找吧 小狐狸也不客气 身处找找摁了几下 找了一部动画片看 石器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准备睡一会儿 可躺半天都没有一丝睡意 尽管昨天晚上 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也丝毫不困 第676章开幕式 第676章开幕式时 七十再躺不下去了 拿起手机 拨通了秦天瑞的电话 开门见山道 有消息吗 没有 我已经跟特殊部队技术组 一起介入了论坛后台 消息发出去几天了 暂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回复 大多都是打听你的 秦天瑞如实说道 石器皱了皱眉 霍剑舟呢 也没有 秦天瑞敏锐的捕捉 倒石器心情似乎不是很好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石器轻叹了一口气 感觉心里不是很踏实 没事 你忙吗 挂断电话后 石器陷入了沉思 第二日早上八点五十分 一栋十几层高的大楼门前 被装扮得喜气洋洋 红色的幕布上 金色的字写着 无名氏慈善基金会 开幕式几个大字 高台上铺满了红色地毯 一个简单的发言台 住立在中心位置 台下已经有很多家媒体等候了 时不时对坐在观众 吸收邀来的各界精英人士拍照 如果石器在的话 一定能看到 其中坐着的几个熟悉面孔 王国强和他的妻女 以及木子恒 在他们旁边 空着十四个座位 在距离开幕式 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四辆低调的豪车 驶入了会场中 车门缓缓打开 当众人看到 从车上下来 穿着黑色披风的人时 都惊呆了 难道他真的来了 无名氏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就在众人要欢呼时 突然顿住了 他们发现 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披着披风 从车上下来的人 居然不止一个 而是足足十二个 众人虽然没见过 无名氏真容 但关于他的视频 可都看了无数遍 他们确定 这些人里面 并没有无名氏本人 直到一个披着披风 身材高大的男人 打开车门 伸手牵下来一位 身披红色披风的 高挑女子时 才知道 郑主真的来了 这 这才是无名氏 当众人反应过来 准备拍照时 一行人早已不见踪影 石漆和萧景业 带着伙伴们来到后台 慈善基金会的 几十个工作人员站 成了几排 全部是正装打扮 他们神情激动地 看着那道红色身影 虽然他在慈善基金会中 没有实质性的职务 可从他们这个团体 组建时就知道 无名氏就是他们的 第一领导 无名氏小姐 我是无名氏 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柯震 在我身后的这些人 都是理事会成员 话音刚落 一旁穿着得体的 中年女人 上前一步 无名氏小姐 我是监视会监视长 送礼 主人 这些人没问题哟 小狐狸提醒道 当然没问题了 这件事 可是全程在各个大佬的 监督下进行的 选不好人 这不是打脸吗 嗯 你们好 无名氏小姐 能否一会儿 请您发的言 稿子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十七接过柯震 递过来的文件 加翻了翻 无非就是一些客套话 以及介绍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项目 十七和尚文件加地还给他 可以 但是这就不用了 柯震点头硬道 好的 请落座吧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十七七场全开 带人从后台走出 直奔第一排提前预留好的位置上 坐在十七身边的人 正是王国强 好久不见了 王国强看到十七时 心情依旧很复杂 但他不得不承认 当初的确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因为和十七的一个交易 不仅治好了女儿的病 还被萧家看中 让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连续升了五六级 他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官方核心 成为了监察部副部长 如此地位 可不是他依靠信念 就能到达的高度 经历了这么多 他也终于认识到 十七就是他的机遇 十七微微点头 不想多谈 感知中 坐在王国强旁边的女人 正好奇地看过来 这个人是谁 十七一猜就猜到了 一定是当初帮忙安顿残疾孤儿 表示感谢给他打过两次前的陈娟了 他有着部署于几个舅妈的精明 不着痕迹地打亮一眼后 便回了目光 但坐在他旁边的王嫣然 似乎并没有那么淡定 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十七的方向 脆声声地问道 姐姐 是你对吗 十七姐姐 你就是无名氏对不对 王国强皱眉训斥道 嫣然 不要给你姐姐添麻烦 在这样公开场合 喊无名氏大名 怎么可以 王嫣然赶忙伸手捂住了嘴 他就是看到 十七太高兴了 乖巧地坐正了身体 十七勾了勾嘴角 他对这个姑娘印象很好 很简单 很天真 如果 没有什么如果的 十七还是希望 他能一直这么单纯下去 最好不要跟自己有什么交集 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时间到了 柯震走上台 冲着台下居了一躬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代表 大家好 我是柯震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无名氏慈善基金会开幕式 我代表所有工作人员 以及无名氏小姐承诺 我们定会紧紧围绕慈善事业的宗旨 严格履行慈善章程 实务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努力向弱势群体服务 为龙国的慈善事业壮大 献出微薄的力量 借此 我代表无名氏慈善基金会全体成员 向关注的所有人士 表达衷心感谢 首先我们欢迎 无名氏慈善基金会创办者 无名氏小姐 以及她的伙伴们 十七一行人起身示意 现场欢呼了起来 直到他们坐下 都久久不能平静 柯震也不急 等台下彻底安静后 继续介绍到 欢迎官方监察部副部长王国强 以及夫人 慈善家 企业家陈娟女士 欢迎龙腾市副市长穆子恒 十七挑挑眉 用只有萧景业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我三哥这是升光了 嗯 正就好 如果不是他年龄的原因 可能还不止副市长 欢迎龙国百年品牌董事长 郑柯炎 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十七感觉 柯震这一会儿 说的嗓子都要劈差了 第六百七十七章 满满的恶意 第六百七十七章满满的恶意 下面有请无名氏小姐上台讲话 伴随着掌声 以及不要前世的闪光灯 十七起身 缓步走上台 这是她第一次 以无名氏的身份 当然不会放过了 废话不多说 我先说说 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项目 有哪些自然以及人为灾害 教育项目 扶贫项目 目前已经在不同城市修建福利院 免费收容孤寡老人及郭 并与官方合作 开放庞大基因库 为寻亲家庭提供便利启动资金 为一百亿 随着十七口中说出的一百亿 下方传来一阵道吸气声 他们来之前可都听说了 这个基金会是无名氏独自出资的 万万没想到 启动资金就达到了如此惊人的数目 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在记者团中响起 无名氏 请问项目中为何不包括环保 柯震皱了皱眉 这位记者朋友不好意思 我们不开放问答环节 十七摆了摆手 没事 说完看向说话的男记者 环保靠的是自觉 那么多搞环保的 不差我一个 做那些还不如做一些实事 可以说 十七这番话嘲讽意味十足 借着环保的影子 克扣善款的可不在少数 然而 十七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安静下来 扶贫项目包括什么呢 基本生活物资发放 以及医疗援助 十七淡淡倒 男记者转转眼珠 为什么不给最低保障金呢 你这不就是 打着扶贫的幌子赚口碑吗 谁知道你会不会真的发放物资 还是说这箱摆拍 医疗更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话今的现场 安静的落真可闻 这哪是采访 纯纯是过来砸场子的 萧锦叶和伙伴们不干了 纷纷起身走上台 站在了十七身后 而十七眼中却露出了兴奋的光 强压着勾起的嘴角 你问我为什么 我现在反问在场所有人 你们身边有多少明明不算贫困 却还拿着最低保障金的人 我觉得单纯给钱会助长惰性 十七反感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张狗蛋 他每个月领着低保的钱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活 类似的人比比皆是 为什么要给他们钱 钱多少的养大爷吗 那你就没想过他们的孩子 还要上学吗 记者继续问道 刚才我说了 有教育项目 没钱上学可以申请 只要核实家庭情况 绝不会耽误 那要是住校没钱吃饭呢 十七笑了笑 我们会联系学校 存进无法取出的饭卡中 生病呢 没钱看病呢 十七轻叹了一口气 这位先生 你是耳朵不好使吗 还是说 你根本就听不懂龙国语 免费医疗听不懂吗 男记者被噎了一下 周围响起了窃窃私语声 就是啊 贫困家庭最苦恼的就是 就医之后钱没了 这都给保障了 还有食物 也没有什么可以花销的地方了 可不是 我邻居家大爷 自己手里好几套房 后来为了申请低保 全都过户到了亲戚名下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真正需要帮助的不在意钱 有饭吃能看病就行 凡是惦记拿到钱的 至少一半都是想要钻空子占便宜 男记者听着周围的议论 脸色难看得厉害 咬咬牙豁出去了 好 你有理 那我还想问一下 这一百亿资金 真是你捐的吗 这钱是官方给十七变现的一部分 说他捐的也没毛病 当然 记者一见十七入坑 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争鸣 你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是靠着所谓的劫富旧瓶 实则中饱私囊吗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无名是你是打着铲除邪恶的幌子 疯狂敛财 最后为了求得心理安慰 才弄了慈善基金会 十七眼中的杀意一闪而逝 萧景业倾出耳机 交代了几句 秦天瑞则是抬起手腕 在智能手表上输入着什么 站在旁边的磕镇都猛逼了 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十七倾壳一声 歪头问道 在你的认知中 我就那么穷吗 男人耿着脖子说道 当然了 你就是一从小 被拐卖遭受虐待的农村丫头 能有什么钱 十七彻底被他逗笑了 还有无名是你 该不会是见不得人吧 不然 为什么天天遮挡着面容 这话已经明显带上了恶意 他的目的 就是要激怒无名是 如果无名是能当场杀了他最后 反正也得了绝症 目的达到 家里人就能收到一大笔钱 这时 秦天瑞突然轻声道 查到了 十七点头 看向男记者 我一个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吧 无名是慈善基金 全部资金开放监督 就连工作人员的工资 都不会从善款中走 保证全部公开透明 就算是一个馒头 一袋榨菜都不会落下 也请大家监督 如果存在贪腐问题 我第一个不放过 第二点 别人穷不穷不知道 我背后可是有一群能人的 哎 算了 这么说干干巴巴的 你们先把钱捐了吧 就不按照流程走了 从他身后的队列中走了出来 结果四一递上来的超大支票局 在身前向台下众人展示着 上面分别写着 麒麟商贸捐赠善款一亿元整 神顿安保捐赠善款一亿元整 凌云集团捐赠善款一亿元整 听到台下的议论声 十七勾了勾嘴角 把帽子摘下来吧 是 当那三人摘下东帽的时候 台下彻底炸了 卧槽 那不是红星 云翼和卢宇浩吗 近段时间新冒出来的商业新贵 他们该不会都是无名市的人吧 十七看着男记者铁青的脸色 缓缓道 哦 忘了 还有一个 话音刚落 路遥也借过捐赠支票站了出来 腾龙商贸捐赠善款一亿元整 腾龙是哪儿啊 我总不知道 有点耳熟 这我还真知道 原先的腾龙商贸知道吧 听说改名叫腾龙了 该不会 那也是无名市的产业吧 男记者瞇了瞇眼睛 呵呵 你说捐就捐了 谁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你这种不敢露脸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你 第678章 二国人捣乱 第678章 张国人捣乱 不等他把话说完 秦天瑞就将查出的资料 投屏到了大屏幕上 他上前接过十七手中的话筒 鸡鸡邦 国人士 乘坐昨天下午一点的飞机 从国来到龙国 之后连夜花高价 从浪潮社 买了这次参加开幕式的记者入场资格 男记者震愣当场 秦天瑞继续说道 我想请问鸡鸡邦先生 你一个国人 冒充龙国记者 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是被什么人指使了吗 对方到底许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一个身患癌症晚期的人 千里迢迢来到开幕式现场 对吴明氏 进行充满恶意的语言攻击 该不会是想要激怒他 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十七头一次发现 秦天瑞的口才也不错 好像并不比卢语豪差多少 我 我没有 这不是我 我是龙国人 对 我就是龙国人 你别在这里胡编乱造 你以为随便编写资料 就有人会相信你吗 你们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他是不要命了吗 可千万别牵扯到他们才好 吉吉邦是真的慌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对方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查出如此详细的资料 甚至是癌症晚期 秦天瑞不急不缓道 哦 是吗 那这些人你认识吗 说着在手表上点了几下 吉吉邦家人的照片 出现在大屏幕上 虽然被他贴心的 打上了浅浅的马赛克 吉吉邦还是认出来了 巴嘎 一时心急 吉吉邦吐出了母语 现场一片哗然 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 龙国人最痛恨的 就是国人 所以 众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记者们也将镜头对准了吉吉邦 不断地拍着照片 势必要将这充满恶意的国人曝光出去 吉吉邦急得浑身颤抖 即便他精通龙国语 也是百口莫辩 正想接下来怎么办时 周围突然出现了几名 穿着变装的人 吉吉邦先生 我们怀疑你来龙国的目的不纯 很可能盗取了我国重要信息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些人是隐藏在附近的特殊部队成员 就是为了预防突发情况 才派到这里来的 不 我不走 不 龙国 龙国欺人太甚 你们都是杀人犯 我要死了国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有人理睬他的恐吓 眼睁睁看着他被带走 并塞进了车里 这时秦天睿关闭了头坪 退道时 欺身后站好 路遥他们四个也带回了都冒归队 石七青笑一声 各位不要紧张 我的情绪远比你们想象的冷静 既然说到露面的问题 我倒也不是见不得人 只不过 不想因此生活遭到打扰 希望大家理解吧 谁还有问题吗 记者们张了张嘴 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问题 那可多了去了 不过来之前就被告知了 此次开幕式没有问答缓解 他们可不想引起无名士的注意 石七等了半分钟 没有了是吧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场合 但是既然来了 又有这么多媒体在 我有几句话要说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前往国的目的吧 那便是彻底铲除 试图霍乱全世界 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 大家当然清楚 无名士虽然一直在成黑除恶 但也不至于成为全民偶像 正是因为他这次前往国 破坏掉他们的实验室 搅得天翻地覆 并揭露罪行 才俘获了所有人的心 杀手组织制作的药剂 更是可以将人类 变成可怕的怪物 如果没有它去阻止 恐怕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 又会迎来一场激烈的战争 石七继续说道 我不是要制造恐慌 但目前的情况非常棘手 杀手组织中 还有12个核心成员 隐藏在不同的国家中 而且还有一个真正的幕后操控者活着 石七说话的同时 秦天锐将技术部门还原的 三个面具人照片 投放到大屏幕上 这是他们的特征 如果在你们的身边 发生什么超自然的事情 或是看到戴着这样面具的人 再或者你也遭到了他们的恐吓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络官方 我们会进最快的速度前往 并保护你们 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网址 邮箱联络方式 提供有效线索者 我本人会亲手奉上大礼 这个世界的和平来之不易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平安喜乐地 活到人生终点 而不是变成他们痊愈的牺牲品 石七的声音突然沉了下来 玄成 你作为真正的幕后老大 究竟要躲藏到什么时候 我无名是今日向你宣战 别再狗了 怪让人恶心的 说罢也不管别人的反应 带着伙伴们来到台下坐回到了椅子上 柯正没想到 一个开幕式会有这么大的信息量 而且一个比一个劲爆 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了几下 他才回过神 下面有请牧副市长讲话 牧子横收回了偷看石七的视线 整理了一下鼻挺的西装 走上台 跟他妹同台讲话 估计够他在家里炫耀好久了 至于他说了什么 甚至是后来王国强说了什么 石七根本就没听进去 他今天过来 就是想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全球一同帮忙寻找部 找玄成 结果还碰到个国人过来 试图搞出自己的名声 审讯开始了吗 嗯 为了追求速度 正在外面的鸭车里进行呢 他出现在了记者的镜头中 不过却有些坐不住了 这时 柯震说道 下面一项 接牌一试 再次有请无名市慈善基金会的创办者 无名市小姐上台 看着放在正中央架子上 带着红布的金属牌 石七叹了口气 真是麻烦 第679章 二国巨变 第679 张国巨变萧景业 轻声安抚道 快了 等这项完成后 就可以先离开了 石七应了一声走上台 抓住红筹的其中一个角 直接扯了下来 里面的铜牌 石七看都没看 拿过柯震的麦克风 各位不好意思 我还有紧急的事 要处理 告辞了 说吧大不留心的走下台 和伙伴们一起上车离开 柯震感觉额头上的汗都躺下来了 挤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 无名市慈善基金会 此刻起正式启动 伴随嘻嘻啦啦的掌声 送力走上前 下面我来 向大家宣读一下 目前收到的善款和物资明细 龙国官方捐赠救援直升机20架 披花亭50艘 四辆车快速驶离了会场 石七脱掉火红色的披风 这披风是谁的主意 坐在同一辆车里的路遥 忍着笑 卢宇浩呗 他说 既然小姐以无名市身份出现 跟大家一起穿黑的多没有意思 必须得是最吸引眼球的颜色才行 石七无奈扶额 看向身边的萧景业 怎么样了 刚得到消息 说是有一个戴面具的男人找上他的 对照过了 跟还原出来的哪一个都不像 正在根据描述特征进行还原 萧景业说道 很快 车辆就来到了四合院门口 下车后 石七看向伙伴们说道 你们在家等着吧 我们还有其他地方要去 一会儿就回来 得嘞 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网络上因为石七已经炸窝了 霸占了所有网站的新闻头条 无名市赤百亿巨资建立慈善基金会 无名市背后团队部分阵容曝光 商业新贵干居幕后鼎立支持 慈善基金开幕现场 无名市遭恶意质疑 慈善基金开幕式混入国间隙 无名市团队黑客急速揭露 无名市呼吁全世界寻找杀手 组织残党 无名市首次公共场合带 团队者红袍现身 麒麟商贸及神盾安保背后 老板居然是无名市 林云集团唯一继承人云大哨 与无名市之间的关系 无名市 萧景业驱车带着石七弯弯绕绕的 来到了一处守卫森严 类似展厅的地方 二人刚进去 就被里面摆放的礼物 谎花了眼睛 一人多高的火红珊瑚树 拳头大的天然珍珠 巨大的天然绿宝石 翡翠雕刻的高大百件 还有白银河 黄金打造的巨大造景 石七面无表情地扫了一圈 你准备怎么处理 萧景业问道 石七摇摇头 没什么兴趣 尽管每一个都很昂贵 可他现在 真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听到石七的话 跟在身后的几个工作人员 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 这时 石七转过身来 我现在想知道 哪个国家没送来礼物 石小姐目前只有国 国和国没有送来 石七并没有接 国之前在来龙国建交的时候 已经送过了 国就不用说了 金库都快被搬空了 国 就连一直跟龙国不对付的国 和国都送来了礼物 那国就很有问题了 石七看向萧景业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好 工作人员快步跟上 石小姐 那这些东西 能不能在你们这里 多放一段时间 哦 好 二人回到家后 高叔高审迎了上来 萧姐 大少爷回来了 你们的朋友 正在二金院正房等待 我们这就将饭菜送过去 二人点头走了进去 没一会儿 饭菜就端过来了 摆了满满一桌子 都吃饭吧 石七招呼道 众人也没客气 挨到菜尝了一遍 不错啊 高叔高审的手艺 真挺不错的 刘铁锤夸赞道 石七轻点了一下头 是挺好的 吃了几口石七 放下筷子 看向今天露脸的四位 恐怕你们以后的日子 要不消停的了 哈哈 那怕什么 他们能抓得住 我们算啊 俊臣说道 小姐 林云的人高兴疯了 刚才问了半天 确认了好几次 上次我要推出盲盒 和无名氏手势的时候 还有不少反对的 现在全部双手双脚赞同 云毅说道 卢宇浩掏出手机 展示给大家 我这边不也是一样吗 一帮高管 一遍又一遍地问幕后老板 是不是无名氏 就连我准备 出手卖了的外贸小公司 也在打听了 还问 为什么没代表公司 也捐一笔钱出来 石七勾了勾嘴角 没多说什么 小姐 还是心情不好吗 柳清风问道 石七叹了口气 也不能说心情不好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 心一直悬着 小狐狸也挺纳闷的 按理说他 应该比石七更敏感 可这两天 他就跟没事胡思的 草草吃完饭 萧锦叶这边来消息了 按下免提件 老大面具人交代 急急帮过来的目的是 诋毁无名氏 将他拉下神坛 还给他家人 许诺了大笔的财富 如果他能激怒无名氏 杀了他 奖励翻倍 问过他口音的事情了吗 石七插话道 大姐大 问过了 他说就是他们国的口音 果然 刚挂断电话 萧锦叶的电话又响了 是在国潜伏的 特殊部队成员 喂 老大不好了 国上空突然间黑云密布 所有被云层遮盖的人 就像是丢了灵魂一样 站在原地不动 萧锦叶皱眉 你们现在怎么样 如果没有内进的话 估计我们也是同样的下场 现在该怎么办 石七精神一震 急切到 让他们都回来 我们立刻出发 萧锦叶点头 你们速度回来 是 电话还没有挂断 秦天瑞那边的电话又响了 秦哥 我刚刚转接过去了一场直播 点名要找无名氏 我已经将直播间全网屏蔽 目前只有我们能看到 秦天瑞挂断电话 点开了刚刚发来的链接 将手机转向时期 直播画面出现 一个满脸都是争鸣伤痕的男人 正在镜头前踱步 细看的话 他的脖颈 以及手腕的皮肤下 都是黑色的线条 很像中了仇到掌毒的样子 看到观看人数是一时 男人浑浊的眼睛一亮 无名氏 爷爷的乖孙女 你那么能耐 一定在看直播对不对啊 第680章 你到底什么目的 第680章 你到底什么目的 原本众人还在猜测 直播画面里男人的身份 听到他脱口而出的话 大家才恍然大悟 霍剑舟 几天前看到视频截图时 霍剑舟还好好的 没想到几天不见 就变成了这样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他脸上的伤痕 刚结痂不久 显得落魄又狼狈 而且还中了剧毒 查到他在哪了吗 石七冷声道 秦天瑞拿着另一部手机 手指快速地操作着 查到了 墓园后方未开发的地段 听到墓园二字 石七脑瓜嗡了一下 起身往外飞奔 坐进驾驶位 门还没来得及 观就已经启动了车辆 刚要踩下油门 萧景叶赶来一跃而起 挤进了驾驶室 七七 你去副驾跟他沟通 石七没犹豫地 平移到副驾驶位上 萧景叶踩下油门 一个甩尾 调转车头 快速驶了出去 哈哈 来吧 我们面对面聊一聊 怎么样 霍建州说着 给唯一一个直播观众 发送了视频连接请求 石七按下了接通键 当分屏上出现石七的脸时 霍建州脸上 露出了猙獰的笑 哈哈 果然是你 你好啊 无名是 不 还是叫一学比较亲切 我是你爷爷霍建州 今天这算是 我们祖孙俩 第一次面对面沟通了吧 石七冷笑了一声 你还真敢出现 泽泽 你说错了 我可是老早就想跟自己的宝贝孙女 见上一面了 只可惜 霍昊龙那个老不死的不让见啊 这不处理好国的事情 我就千里迢迢跑来见你了吗 霍建州大言不惭道 看着石七所处的环境 以及车辆急速行驶时 发动机的轰鸣声继续说道 查到我的位置 对你来说 应该轻而易举吧 没关系 不用着急 爷爷不走 这次来 就是要跟你相认的 石七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相认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目点 说吧 他转头走向了后方 石七看到 他左手上正握着一把沾血的匕首 很快 他就从后面 拖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来到了镜头前 右手揪着头发 让男人的脸正对镜头 当看清那人的面容后 石七瞳孔微缩 霍建州 你到底要干什么 霍建州露出了然的神情 听你的语气 似乎很在乎他嘛 他可不光是你名义上的父亲 也是我宝贝的亲儿子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这样 就想问你一句 他的心脏病是你治好的吧 被反绑在身后 腹部中了一刀 连也被打得面目全非 两条大腿上 更是布满了惨不忍睹的刀伤 看来之前没少遭受折磨 石七咬牙道 是 还真是天不亡我呀 为了来龙腾找你 我还特意把这张被通缉的连毁了 财也散尽了 不过这一切终归是值得的 石七感觉霍建州 现在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 跟风了没有什么区别 只见他将手中抓着的霍明轩 往旁边一丢 调整了一下镜头 确定镜头能够同时照到他们两个人后 往后退了几步 将身上的衣服往上一扯 胸口以心脏为中心 向外扩散出了 如同猪网一般密密麻麻的黑色线条 我本以为你杀了仇道长 我的毒就能自愈 结果却只是减缓了发作速度 我迟早还是难逃一死 我知道 你肯定是利用灵丹妙药救了明轩 那你也救救爷爷好不好 从此以后 我保证不会再做坏事 石七很想说救你妈逼 但为了稳住他 只能硬倒 你就是为了这个 好 你等我 一颗药丸而已 我给你就试了 就在这时 一直处在昏迷中的霍明轩 睁开了眼睛 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下一颗大口的鲜血涌了出来 激动的霍剑舟并没有发现 好 其实爷爷也不想做得太绝 之前的事情 都是霍浩龙和仇道长一手造成的 我被夹在中间也很为难 迫于无奈 只能做出妥协 原本我也不想伤害明轩 可问他心脏病怎么好的 他也不说 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叫个药丸都不配合 所以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寻找你了 你都能不计前仙 救下他的面 我可是他爸 他居然见死不救 说到这里 他装作伤感地叹息了一声 爷爷教育自己儿子 一学你 不会生气的对吧 十七牙咬得搁直响 却还是说道 嗯 十七目光直直盯着镜头中醒过来 不知道在想什么的霍明轩 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 愈演愈烈 再开快点 好 萧景夜在串流的马路上 急速穿梭 十七忍着隔应安抚道 你不用说那些 不过是一颗药丸而已 我这里还有很多 而且 不光能治好你身上的毒 还能治好你脸上的伤疤 但是丑话 我要说在前面 从现在开始 你最好 不要再做任何事情 等我就是了 霍剑舟露出得意的神情 放心吧乖孙女 既然你都答应了 我就不会再做费力不讨好的事 只要我吃了灵丹妙药 就会放过他 说着 一把薅住霍明轩的头发 晃了晃 不过 你得承诺不杀我 而且还要放我安全离开 十七点头 好 我给你这个承诺 绝不会出尔反尔 不杀他 开他妈什么国际玩笑 他不杀 不代表身边人不会杀 一直顺着他 不过是想要留霍明轩一命而已 他的罪还没有赎完 绝对不能死 此刻霍剑舟实在是太开心了 他知道 自己赌对了 吴明氏 既然能留着霍明轩在眼皮子底下 也就证明了 他在吴明氏心里 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废物儿子 还能在关键时刻帮到自己 就是过程不太美妙 他没想伤害霍明轩 毕竟吴明氏是个不稳定因素 他也怕被报复 本意只是想好好谈谈的 结果这个废物不配合就算了 还张口闭口说要杀了自己 给慕婉君偿命 第681章 我想去陪你妈妈了 第681章 我想去陪你妈妈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让临时过来的几个保镖 将他绑了 好好修理了一顿 就是下手有些重了 不过好在他聪明 在直播间直接标明了 霍剑舟寻找吴明氏 他就不相信 官方不会注意他 他这蠢到要死的脑瓜 终于在面对死亡前 聪明了一回 事态的走向 跟他想的完全一样 直播间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被注意到了 时期没关注 霍剑舟变化莫测的脸 而是一直看着 被他薅着头发 牙关紧咬的霍明轩 感觉心脏难受的厉害 抬起头发线车窗外 抬起了长龙 堵车了 萧景业捕捉到时期的情绪波动 虽然他嘴上不承认 但对于霍明轩 心中是有牵挂的 快速打开车内的警报 不管红灯绿灯 也不管前面是什么豪车 横冲直撞的驶了出去 七七 五分钟 五分钟就到了 不急 萧景业轻声安抚到 霍剑舟 我们还有五分钟就到 霍剑舟心情极好地松开了 抓着霍明轩头发的手 哈哈 好爷爷等着你 可就在这时 原本侧躺在地上的霍明轩 突然挣脱了束缚 几乎爆发出了身上全部的力量 忍着剧痛 快速起身 一把夺过霍剑舟 左手握着的匕首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一刀刺进了他的腹部 霍剑舟低头看了一眼 一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会 霍明轩将匕首拔出 再一次捅了进去 霍剑舟 你他妈做梦去吧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这种垃圾根本就不配 你就该去死 霍明轩咆哮着 手中动作更是不停 一刀一刀地往他腹部捅 多年来受到的委屈 都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直到霍剑舟无力地跪在地上 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原本我已经成为了霍家的弃子 原本我可以自生自灭 别以为我他妈不知道 就是你跟老不死的挑拨我 还有联姻价值 是你 就是你害死了婉君 害我们一家三口分离 你他妈的 就是罪魁祸首 你去死 去死 不要让我再听到那恶心人的称呼 你他妈不是我父亲 更不是一血的爷爷 你他妈不配 不配 恶心 霍剑舟双眼大睁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到死都想不明白 腿上被刺了无数刀 反绑着手的霍明轩 是怎么做出这么激烈反抗的 时期看着屏幕 紧绷着的悬缸松开一点 就见霍明轩将匕首拔出 一脚将霍剑舟的尸体 踹出去机密院 随后踉枪了两步 将沾血的匕首 在身上唯一一块没有血迹的地方擦了擦 抬头 看向手机屏幕 轻声道 一雪 你不要来了 我们两个垃圾 谁都不值得你奔波 谢谢你的饺子 那是我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我累了 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我想去陪你妈妈了 虽然她极力克制 可眼圈中 还是泛起了晶莹的泪花 对不起 是吧是我辜负了你的付出 是我的自私 害死了你妈妈 我这一生 实在是太可笑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之前的命运 以为能守在你妈妈目前直到死 却又变成了别人威胁你的筹码 一雪 就这样画上 爸 时期察觉出她的意图 摇着头 不不要 可惜已经晚了 霍明轩抬起匕首 狠狠刺漏了自己心脏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好孩子 不要难过 为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 我这也算是解脱了 说话间 眼神逐渐涣散 抬起头看向手机后方 仿佛那里有她思念的人那般 一雪 你妈妈来接我了 我终于能跟她永远在一起了 不要救我 霍明轩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拔出了胸口的匕首 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倒在了地上 石漆丢下手机 不管行驶中的车 开门跳了下去 冲着前方一路狂奔 小狐狸也急得要命 不在意周围有没有人看到 从空间出来 先一步奔向了感知中 霍明轩所在的位置 萧锦叶将车停下 也追了出去 在后面紧跟着的几辆车 也是同样的操作 但即便是萧锦叶 也追不上石漆此时的步伐 当石漆到达后 看到面前的画面定在了原地 小狐狸往霍明轩嘴里塞满了魂丹 同时一股又一股的七彩光芒 从体内散发而出 正拼了命地往霍明轩体内输送着 石漆紧张地攥紧了拳头 此刻他终于知道 这几天心里不安的感觉 因为什么了 环步走上前 小狐狸抬起头看向石漆 轻轻摇头 主人 他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石漆没有丝毫的反应 直勾勾看着面前满是鲜血的尸体 主人 石漆就像听不到一般 瞳孔扩散 眼白瞬间被血红色取代 小狐狸神经一崩 一个恐怖的想法 在脑海中生出 急切的喊道 主人 主人 剑十七还是没反应 小狐狸疯了一般 往他口中塞着浑丹 一颗 两颗 三颗虽然不反抗 可无论吃下去多少 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这会儿功夫 萧锦业和伙伴们 也都赶了过来 看眼前情况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虽然他们惊讶 为什么会有一只会飞的狐狸 可听到他喊主人 也知道没有恶意 七七 萧锦 十七 无论众人怎么呼喊 十七依旧没有丝毫的反应 主人 主人你不认识我了吗 主人 我是小狐狸啊 主人 小狐狸正说着话 十七猛地抬手一巴掌 将他打飞了出去 小狐狸挣扎了半天 才稳住了身形 再一次飞上前 第682章 七七 你快醒醒啊 第682章七七 你快醒醒啊 主人 主人你快醒醒 快醒醒啊 小狐狸急切地喊道 可迎接他的 却是再一次攻击 七七 是我 你这是怎么了 快点醒醒啊 下一刻 平日里对他温柔至极的十七 猛地挣脱怀抱 转身一拳打在了他的腹部 力气之大 萧锦叶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了出去 眼疾手快的洪信和柳萌萌 上前合力接住了他 三人在地上滑出了 很远才卸下 那夸张的力道 萧老大 你没事吧 洪信问道 尽管萧锦叶极力隐忍 还是咳出了一口血 目光担忧地看向十七 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狐狸叹了口气 摇身一变 恢复了九尾天狐的原始形态 一脸凝重地看着不远处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时期 口中喃喃道 没想到最后一片灵魂上的诅咒 这么快就被激活了呀 随后看向还准备冲上来的萧锦叶 摇摇头 不要轻举妄动 主人现在神志不清 根本分不清敌我 你们帮我拦住他 千万不要让他离开这里 萧锦叶和伙伴们纷纷点头 比起面前这漂亮霸气的狐狸 他们现在全身心都在石器身上 只要能帮到他 别说狐狸了 就是一条龙盘悬在面前 他们都无所谓 几人快速僵食 气围在中间 小狐狸深深地看了石器一眼后 张口吐出了一颗 泛着七彩光芒的圆球 虽然还没有恢复完成 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 但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我需要几分钟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了 不等他们回答 小狐狸就开始了动作 他要将这些年温 养在腰单中的灵魂碎片 剥离出来 打入主人体内 强行融合 石器此时的状态很微妙 他体内的灵魂 其实只是一个 强大灵魂中的小碎片罢了 但也是他全部灵魂碎片中 蕴含诅咒之力最强的一块 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 将石器原本完整的灵魂 轰成了无数碎片 小狐狸最初的计划 是等到 他将其他灵魂碎片 彻底融合 蕴养完成后 在尝试与主人的 最后一块灵魂碎片融合 同时彻底消除残留的诅咒之力 没想到 还是出现了意外 霍明轩的死让时期 一直以来的坚强彻底崩溃 让他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甚至是无限放大 就连魂丹都无法将他唤醒 随之 诅咒之力 借此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再这样脱下去 很快他体内 这块最为重要的灵魂碎片 就会彻底毁灭 一旦这一片毁灭 也就意味着小狐狸 这几千年来的努力 一切能影响到灵魂剧烈波动的因素 都能导致他灰飞烟灭 小狐狸抛开全部杂念 最后一搏 他必须小心谨慎 十七头微低 身上的衣服和头发 无风自动 脚下的尘土 围绕着他的周身旋转 萧锦叶敏锐地感觉到 一股股无形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涌来 疯狂钻入了十七体内 他的力量也随之节节攀升 连萧锦叶都感觉到了心颤 就在他们担心地看着十七时 他血红的双眼 突然恢复了清明 目光看向地上霍明轩的尸体 走上前一把将他抱起 轻轻放到一棵树旁 让他靠坐着 左面向的方向 正是龙腾室 十七伸出手 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 安息吧 你放心 我会把你和他埋葬在一起的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小姐这是恢复正常了 萧锦叶眼圈通红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到底有多害怕 他的七七 怎么可以不认识他呢 七七 萧锦叶轻唤了一声 十七仿佛没听到一般 随着他站起身 身上那股强大气息 突然消失内眼 原本围绕在他四周的尘土和落叶 也全部掉落在地 十七扭头 目光冰冷地看向霍剑舟尸体 伸出了手 下一刻 尸体就那么凭空飘浮了起来 十七手腕一翻 合拢手掌 尸体仿佛被空气挤压了一般 不断地收缩扭曲 最终实在承受不住 砰得一下爆了 漫山遍野的血雾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十七 惊讶他的强大 以及害人的手段 十七缓缓闭上双眼 围养着头 享受着被血雾铃声的感觉 萧锦叶以为十七恢复了意识 缓不上前 七七 不要难过 你还有我们 是啊 小姐 我们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路遥说道 话音刚落 十七猛地睁开了眼睛 萧锦叶心口一致 他看到十七的双瞳 再一次变成了血红色 让开 我要让整个世界给他们陪葬 我要让父我的人全部去死 萧锦叶并没有挪开半步 他震惊地发现十七居然双脚离地 就那样漂浮着 转头看向小狐狸 想让他帮忙解惑 可此时的小狐狸 双目紧闭 周身散发着七彩光芒 根本就没有功夫关注这边的情况 萧锦叶张开双臂 七七 冷静一点 我是萧锦叶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还有我身后这些人 都是你的伙伴啊 你不记得他们了吗 有你从国就回来的路遥他们三个 还有曾经的蒲心南 云逸 不要冲动啊 刘铁锤恳求道 十七歪着头 眼神冰冷地扫视着他们 吃笑了一声 一群蝼蚁居然妄图拦住我 说吧 手指向着他们的方向一点 空气一阵波动 仿佛磅礴的进气外放一般 无形的力量在他面前 形成了数道气旋 搜的一下 冲着众人飞了过去 萧锦叶大喝一声 运转体内全部进气 在众人前方形成了一道屏障 试图抵挡 他必须全力护住身后这些人 绝不能让十七做出后悔的事 气旋转瞬便来到近前 接触的一瞬间 眼前的淡蓝色屏障 仿佛玻璃一般片片碎裂 第683章 你不能丢下我 第683章 你不能丢下我 那骨磅礴的力量 没有任何阻拦的作用 在众人身上 萧锦叶的肩膀 瞬间被冻穿了一个血窟窿 身上的衣服 被强大的气旋 搅得破破烂烂 所有人都被掀翻了出去 宋志军和李浩然 根本无法承受 满身是血的昏死了过去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 身上布满了伤痕 就连站起来都费劲 唯独萧锦叶 坚挺的单膝跪地 依旧挡在十七面前 十七冷笑了一声 居然还要挡我的落 那好 陪葬也算上你们一份 十七手掌冲天 原本晴朗的天空 被乌云笼罩 电闪雷鸣 萧锦叶回想起初 简上曾经的记载 先尊拥有毁天灭地之威能 恐怕就是这样了吧 想当小狐狸之前说的几分钟 如此差距 别说几分钟 几秒钟都撑不过去啊 但她必须拦住 不然她的七七 恐怕就要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 七七 你快点醒醒啊 你忘了之前和我说过的话了吗 等一切尘埃落定 要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平静地生活 你不能出而反而啊 我都做好计划了 你还说将来要跟我订婚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萧锦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试图唤醒十七的记忆 心爱的人突然不认识自己 这让她比死了还要难受 十七仿佛自动屏蔽了周围的声音 无论是伙伴 还是萧锦叶的呼唤 完全听不进去 手掌不断地往下压 密集的乌云中 一道粗壮的雷电突然降下 狠狠地劈在了 根本踢不起劲气的萧锦叶身上 就在伙伴们惊呼不要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萧锦叶周围的树木 以及地面 全部被雷劈的七零八落 甚至出现了一道道恐怖的沟壑 唯独她所站的位置 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整个人也没受影响 萧锦叶原本以为这一下 她就要先一步离开世界了 结果不仅没受到伤害 在这一批之下 身上反而闪烁着电芒 耗尽的力量也全都回来了 不 不只是回来了 比之前更加的充沛 十七那双无情的眼睛 眨了一下 好像对她不惧雷电有些意外 手一挥 气旋再一次出现 呼啸着卷向萧锦叶 她赶忙将体内充沛的进气 重新凝聚在身前 伙伴们也都挣扎着起身 快步上前顶在了她身后 只见屏障中的电芒 比之前更加的强劲 与气旋接触时 发出了一阵霹里啪啦的响声 这一下倒是比之前强了不少 但也只坚持了两秒钟而已 如此威力的轰击下 萧锦叶身上的衣服 再也支撑不住 破碎消失 露出了她布满伤痕的身体 十七送她的项链 也掉在了地上 伙伴们与她相比 更加的凄惨 全部倒飞出去 砸断鼠颗粗壮的树木 才停下 深可见骨的伤痕不说 骨头几乎都碎了大半 动一下都做不到 更别提站起来了 可依旧都强提着精神 担忧地看着他们的小姐 而十七 面对自己曾经宝贝刀不行的伙伴 以及爱惨了的男朋友 完全不为所动 慢慢往前飘着 天空上的乌云 还在不断凝结 电闪也比之前更加频繁 轰隆的声响 几乎要把耳膜震裂 就在她准备将手掌下翻 给这群拦路的家伙 致命一击时 撇到了杨躺在地上 伸出手拼尽全力 想要捡回项链的萧锦叶 十七一招手 将项链吸入到手中打凉着 这 怎么有些眼熟呢 随即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一段段碎片一般的记忆 不断地闪烁着 冲击着脑海中 那一团漆黑的浓雾 十七双手抱着头 疼 实在太疼了 仿佛整个人要被撕裂一般 这时 大家惊讶地发现 十七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正有不断扩散的趋势 缝隙中血液 如同岩浆一般翻滚着 仿佛他就是这样 被拼起来似的 众人都看傻了 一股股强烈的不安 充斥在心头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不 不要 小姐 他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眼泪不断地往外涌着 想要靠近 想要牢牢地抓住他 抱紧他 可目前的身体情况 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拼命地翻过身 向着十七的方向爬 沙土钻入伤口中 也不能阻拦他分吼 七七 你 你不能丢下我们 七七 你 你不能不要我 小姐 小姐哀求着 试图唤醒他的理智 突然 十七身体一颤 胸口出现了一道 恐怖的贯穿伤 其中还燃烧着 丝丝黑色的火焰 看到这一幕 小姐哀正住了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全身的伤疤都好了 只有胸口和背部 对称位置的两个伤疤 依旧还在 原来 这就是导致一切的致命伤吗 小姐哀看着痛苦的十七 再一次为自己的无能愤怒 他察觉到了 十七正在不断流失的气息 绝望地喊道 七七 不要 你不能丢下我 十七身上的裂痕越来越多 眼看就到了要破碎的边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七彩光芒快速袭来 将十七包裹在其中 下一刻 七彩光芒中 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十七 不 应该是先尊 他缓缓走向十七 从背后拥住了他 看着逐渐摆脱痛苦神情的十七 十七 萧锦叶紧张得浑身颤抖 直到两道身影重合在一起 十七身上的裂痕慢慢愈合 才松了口气 众人看到 这神奇的一幕 纷纷问道 小姐这是好了吗 小狐狸并不作答 此时他身体正在急速缩小 同时 他的尾巴数量 也一条条地减少着 八条 七条 六条 这里 只有萧锦叶能够清晰地感觉出 小狐狸身上磅礴的力量 正在快速地消失 第六百八十四章 你担心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 第六百八十四章 你担心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 李浩然悠悠转醒 坐起身 傻傻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云翼虚弱道 浩然 你醒了 我现在动不了 你帮我把内斗里的药丸拿出来 给大家分吃了 不然等小姐恢复后 看到我们重伤会难过的 李浩然回神应了一声 一蹶一拐地来到他身边 翻出魂丹 给每个人嘴里都塞了一颗 这边 随着能量耗尽 小狐狸最终变成了一尾 此刻他的状态很不好 虚弱的可能还不如一只普通狐狸 好在一切都刚刚好 石器的灵魂终于融合成功了 身上的七彩光芒 尽数散尽 石器眼睛一闭 倒在了地上 小狐狸本想将他轻轻放下 可惜 他再也抽不出一丝力气 软塌塌地掉在石器身边 雪白光亮的皮毛 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小景夜挣扎着爬到石器身边 握住他有些冰凉的手 闭上了眼睛 之前还鸡飞狗跳的场面 一时间安静的可怕 唯独李浩然一个人 为所有人吃过混蛋之后 一屁股坐在地上 过了几分钟 一阵嘈杂声响起 小狐带着特殊部队的人 匆匆赶来 看到众人的惨状 以及躺在地上 不知生死的老大和大姐大 活儿都要吓丢了 张开嘴才发现 嗓子里像是堵着棉花一样 发不出声 看了一圈 只有李浩然还醒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浩然摇摇头 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小狐叹了口气 命令道 快 把人都抬回去 是 就在这时 有人说道 副队 大姐大身旁有一只白狐 怎么办 李浩然赶忙说道 那是小姐的宠物 就让她待在小姐身边 小狐在李浩然的反复强调下 并没有送大家去医院 而是全部回到了四合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恢复 都好了七七八八 小景夜也悠悠转醒 外伤虽然好了 可她的内伤 还没有修复好 每动一下 内脏就撕裂一般的疼 可还是坚持 给她爱干净的小姑娘 擦干净身子 换上了舒服的衣服 小景夜坐在床边 看着十七出神 她刚才查看了 十七身上最后两块伤疤 已经消失了 这也就证明她彻底好了 那等她醒来的时候 会不会忘记自己 不要自己了 小狐狸全缩成一团 睁开了眼睛 轻声道 主人没事了 等她醒过来就好了 话说到这里 才察觉出她神情中的复杂 翻了个白眼 你放心吧 你担心的事情 永远都不会发生 主人恢复是记忆融合 又不是记忆覆盖 她既然认准了你 就永远不会变 想那些没用的 不如好好养身子 我现在没力气催动空间 只能靠你们好好保护她了 说完 小狐狸重新闭上了眼睛 小景夜应了一声 握着十七的手 放到唇边吻了吻 原本被放到 各自房间休养的众人 在断裂的骨头 初步恢复能够行走后 一蹶一拐相互搀扶着 来到了十七房间外的客厅 中等她醒来 卢语浩轻叹了一口气 小姐真没事吗 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醒来的意思 应该没事的 那个胡 那个小家伙已经保证了 就肯定不会有事 秦天瑞肯定的 那到底是什么 能说话还能变 柳慕之话说到这里 就被秦天瑞一个眼神制止 并伸出手 向外面指了指 守在外面的那些人 可都是同样拥有内精的 再说下去的话 必然会暴露十七的秘密 说了是宠物 那就是宠物 柳慕之这才反应过来 认真的点点头 不再说话 院外 小虎不断地夺着步 副队 真的不用送去医院吗 小虎摇摇头 不用 没看他们都好转了吗 去医院 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还是很担心 如果不是刚才老大走着出来 并说他们 很快就能恢复 恐怕他也要强硬地 将他们送去医院 刚刚见面时 他在老大的体内 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禁气 这就证明 伤势一定很严重 现在国佑是那样的局面 他现在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办好了 就在众人心思各异时 院外传来了几道刹车声 原本这件莫名其妙的事件 是被彻底封锁消息的 可还是没能瞒住上面 现在 不仅肖家知晓了 就连牧家也都知道了 此时来人正是这两家人 一众人下车后 静止来到了三块院 进入正房内 当看到客厅里 一个个脸色惨白 虚弱到不行的 无名小队众人时 都非常诧异 到底怎么回事 牧镇国问道 舰长辈们过来 他们挣扎着就要起身 萧红西赶忙摆手 别动都这样了 那些虚理就不要在意了 怎么舒服 怎么来就行 快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石器和锦业怎么样了 跟在二老身后的众人 虽然急切 但并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着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视线全部落在了 能说会道的卢语浩身上 卢语浩也很为难的好吗 总不能说 他们都是被小姐打的吧 不好说 实在不好说 容易造成误会 一不小心 更是会暴露小姐的秘密 就在这时 救星出场了 萧锦业强提精神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好在这会儿 外伤都痊愈了 也换了干净的衣服 不然非得把他们吓坏了不可 尽管如此 还是能通过他不正常的脸色 看出他的虚弱 萧红西和牧镇国走上前 我怎么在你身上 感受不到一点内劲 萧红西问道 受了点内伤 休养两天就没事了 他们都看到了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能做到那般 简直可以称之为 毁天灭地的力量 好在他们都保住了性命 当时他也感受到了 天气突变 狂风伴随着雷电 原本还以为是玄城来了 现在看来 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 第685章 玄城出现 第685章 玄城出现 见二人在这里打雅弥 牧镇国时 再沉不住气了 到底怎么回事 是有什么强大的敌人过来了吗 连你们这帮人加起来 都没办法对付 萧锦业苦笑了一声 这件事让七七受了很大的刺激 体内某种强大力量控制不住了 话至于此 大家也知道 为何他们会如此凄惨了 只是听到那两个名字时 都神色复杂地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时间都沉默了 牧镇国更是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他还以为遭到伏击落入圈套了呢 不过也很庆幸 七七现在怎么样了 翟瑶担心道 这倒是让墨如霜和四个儿席惊讶了一下 换作常人 这种时候应该担心自己的儿子 甚至可能会恨上 致使这一切的时期 可此时的他 反而还担心起了罪魁祸首 不用担心 他正在恢复中 这中间涉及了很多事情 没有他的手肯 我不能说 等他醒了 让他自己决定吧 萧锦叶说道 牧镇国回过头 看向非要跟来的家人们 好了 已经没事了 就别在这里打扰他们休息了 老板 也跟他们回去吧 莫如双摇摇头 我要留下来照顾七七 对 我们照顾他 还能方便一些 樊玉婷说道 牧镇国并不赞同 你们在这里 孩子们反而不自在 可是 行 如果有什么事情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牧镇军打断道 大家这才卸了心思 萧红熙也冲萧昊 他们挥挥手 你们也回吧 没事的 拥有大能力者 受点伤不算什么 行 那我明天再来 景业 七七要是缺什么 你打电话告诉我 翟瑶嘱咐道 萧锦叶点头 牧送着他们离开 来人只剩下了两个老头 萧红熙可还记得 刚才那句体内 某种强大能量 斟酌道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周遭的破坏 都是时期 一个人造成了 萧锦叶点头 萧红熙没再说什么 也可以说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来不仅是他 所有人都小瞧了时期 萧虎见人都走了 瞧瞧门 从外面走了进来 老大 有一件不太好的消息 你说的是国吗 萧锦叶问道 是的 已经确认了 造成国目前局面的人 就是玄成 他好像在进行 某种强大的祭祀 祭品就是所有国百姓 萧虎如实说道 萧锦叶皱了皱眉 准备怎么应对 萧红熙抬手打断 你这臭小子伤成这样 就别多管闲事了 有我们这些老家伙 给萧虎下达命令就行了 是的老大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 大部分特殊部队成员 都已经赶往了 沿海地区布设防线 百姓们也正在撤离中 萧锦叶点头 有没有那边的视频 给我看看 有 正好有一些我们弄不懂的 需要老大帮忙分析一下 萧虎拿出一部手机 点开了其中的视频 这是我们的人 在撤离国的时候 拍到的画面 萧锦叶接过手机 拍摄者是在一艘快艇上 后方不远处 便是国的海岸线 能够看到 天空中笼罩着漆黑的云 比当初小狐狸给他开眼时 所看到的阴邪之气 还要浓郁 云团正有规律的蠕动者 看着特别诡异 明明是白天 却被笼罩得宛如黑夜 从视频中还能看到 海岸线上很多被笼罩的人 如同定格了一般 站在原地 没一会儿 就变成了一具具干尸 干尸倒下后 体内钻出一缕缕黑气 融入到了天上的云团中 就连海洋中的生物 都受到影响 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海面上 引然一副 世界末日的景象 快艇渐渐驶离 镜头切换 老大 这是我们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 这才是重点 就见无人机 进入到国的市区中 一个浑身被黑雾包裹的男人 如同提线木偶一般 悬浮在半空中 一条条黑色的线 将他与黑色云团连接在一起 尽管如此 还是能隐约看到他的长相 和还原出来的玄成 有八九分相似 感受到无人机到来 他猛地睁开了 连眼白都是漆黑的眼睛 随着他的动作 上方黑气吸收速度 也变得迅速 身上的皮肉一颤一颤 头上迅速长出了 两个红色的鸡脚 黑色的双眼中 更是出现了血红色的瞳孔 像极了神话中的恶魔 他双眼直直 盯着面前无人机镜头 张开满是尖锐牙齿的嘴 发出了如同地狱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龙国吗 等我吸收完国就去龙国 到时候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神 说八一挥手 一股浓郁的黑气扑面而来 无人机幸好丢失 萧景叶叹了口气 黑云就是阴邪之气 这可比当初仇道长的 要强大太多 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根据卫星查看 进行了估算 按照现在的吸收速度 再有个两三天 黑云就会被他尽数吸收 恐怕到时候 不用他说萧景叶也明白 如果来龙国 那必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所以在那之前 必须要做些什么 看着紧皱眉头的萧景叶 萧红西打断道 行了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事情 都要指望你和士气 你们好好休息 实在不行 还有热武器呢 反正国已经那样了 能把那个破道 轰尘得更好 萧景叶点头 那也只能试试了 沐正国看出了 萧景叶脸上的疲态 居然有了一丝心疼 没错 对待家人的那种 虽然他也不想承认 老萧 让孩子休息吧 别再让他分心了 第686章 萧张至极 第686章 萧张至极二老坐在车里 沐正国倾咳了一声 那个对不住了老伙计 萧红西一愣 啊 对不住什么 沐正国含含糊糊地说了几遍 萧红西才听明白 他说的是 对不住 我外孙女把你孙子打成了那样 萧红西冷哼一声 对不住 我怎么感觉 你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不像是要道歉呢 别跟我整那有的没的 我一直都知道 你担心我们萧家会欺负事情 这回放心了吧 根本就打不过 而且我们也是真心喜欢他 沐正国尴尬地笑了笑 他知道 七七有神奇的药丸 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 还能那么虚弱 也就证明了 他们之前比他看到的还要惨 老沐啊 你这个外孙女不简单啊 他的能力已经强大到 超出了人类的范畴了 我们萧家几千年延续下来 就没听说过 能呼风唤雨的 萧红西说到这里 突然闭上了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沐正国实在没控制住 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背不住我外孙女 就是神仙下凡啊 这倒是提醒了萧红西 他想起了家族始终对那位的传说 或许还真有这个可能 萧红西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 国的事情足以证明 玄成有着轻易毁灭异异国的力量 而他下一步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那就是龙国 如今时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行 井业也是重伤在身 现在只希望龙国高层 能够尽快决意启动核武器 但又觉得有些忐忑 在那种非人的力量下 能否起作用 如果不能的话 唉 隔日 伙伴们在连续服用混蛋下 身上的伤势已经没有大碍了 萧锦业体内的进气 也再一次运转了起来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唯独时期 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高叔高审 昨天被满身是血台回来的众人吓坏了 缓过神来 想帮他们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只能尽最大的努力 保障他们的营养摄入 一天大多时间 都是在厨房熬汤度过的 龙国官方 经过了一夜的商议 最终全票通过 决定对国上空那股神秘的黑色力量 进行和打击 其实 他们在萧虎汇报玄程 在聚集力量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是由于核武器的特殊性 必须要和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沟通 所以才拖到了今天早上 此刻的会议室内 围坐了一群平日里 很难见到一面的大人物 就在他们互相寒暄的时候 大门开启长折走了进来 他手中提着一个特殊的密码箱 上面都是各种精密的电子仪器 一时间 众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心里都清楚 接下来是建国以来 龙国第一次对他国进行河打击 这其中的意义有很多 长者将密码箱 放到面前的会议桌上说道 好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尽快开始 早点解决这个隐患吧 见大家没有意义 长者通过指纹和视网膜扫描 打开了面前的手提箱 掀开盖子 内有乾坤 里面是整套的掌纹和面部识别系统 最中心的位置 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这便是龙国最强的武力威慑了 五位穿着军装 肩膀上顶着最高级别军衔的人 站起身来到长者身边 一一进行了面部和掌纹的扫描 全部完成后 手提箱内响起了一道机械声 授权成功 飞龙武器系统激活完成 同一时间 远在临近国海域的深海中 一艘核潜艇缓缓浮出了水面 会议室内再次响起了一道声音 报告首长 飞龙47号已锁定目标 随时可以发射 长者目光扫了一下众人 手旋停在红色按钮上方 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 与此同时 会议圆桌的正中央 出现了一幅三维投影画面 地图上 一枚红色的标记 向着高空发出 划出了一道弧线 不过几十秒便抵达了国上空 这时 众人身后的大屏幕上 也出现了卫星实时监测画面 一枚拖着长长尾巴的导弹 射入国上空黑色的云团后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一团蘑菇云腾空而起 可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见被爆炸击散的黑云 又重新聚容了起来 蘑菇云所散发的火光 也在瞬息之间被黑云吞噬 一时间 会议室内安静的可怕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萧红熙的脸上更是难看得厉害 最坏的情况 终究是出现了呀 核武器在面对这样的超自然力量下 居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此时 其他国家也都在会议室中 看着这场转播画面 国全国负面的消息 他们也在实时跟进 现在这个世界全部国家都明白 这对人类而言 就是灭顶之灾 如果不能借此消灭那诡异黑云的话 那么人类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也就没有什么再能与之抗衡的了 国的现状就等同于他们的未来 长者看了一眼恢复如初的黑色云团 表情格外的凝重 难道是威力不够 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清楚 刚刚发射的核弹当量 足以毁灭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却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按照现在的威力估算 就算是发射十枚核弹 也是同样的结果 而且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是不能忽视的 就在他考虑 要不要继续发射的时候 秘书走上前 特殊部队副队萧虎 请求连线 长者点头 很快萧虎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中 先是冲着会议室内 众位大佬进了个礼 随后郑中说道 手掌不能再使用核弹了 无人机刚刚监测到 对方因为这枚颗核弹的威力 变得更强了 而且云团的吸收速度 也再次加快 我现在把无人机实时转播画面 接到会议室 好 挂断视频后 会议室大屏幕上 卫星实时转播画面 被无人机画面所取代 就见那团害人的黑云 正在剧烈的滚动 向着中心汇集 犹如漩涡一般 第687章 出发前线 第687章 出发前线 下方的景象 仿佛刚才的核弹 没发生爆炸一般 在黑云的阻挡之下 地面上的建筑 没有受到任何波及 而在漩涡的下方 正是被黑雾所笼罩的玄成 他正在疯狂的吸收着 云团中的力量 玄成看着飞进的无人机 癫狂的笑着 谢谢你们 助我一臂之力 你们继续多发射几颗核弹 说不定就能把我消灭了 他并没有摧毁无人机的意思 仿佛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他此刻无敌的模样 极其的嚣张 长者握拳捶了一下会议桌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首长 核弹无法造成伤害 反而成了助力 那我们还能怎么对付 长者叹了口气 总会有办法的 萧锦叶和无名小队一众人 已经知道了 刚刚发射核弹后的情况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玄成的强大 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看来 普通层面上的武器 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萧锦叶难难道 众人纷纷点头 如果玄成进入到龙国 第一目标必然是七七 现在他还没有苏醒 绝对不能让玄成进入龙腾 萧锦叶分析道 没错 绝对不能让他趁机会伤到小姐 郡臣严肃道 萧锦叶站起身 你们留在这里守护七七 我去迎战 众人对视一眼摇头 不行 萧老大 你不能自己去 要带上我们一起 虽然我们没有你厉害 但是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量 红星说道 就是我们也要参战 柳清风站起身表态 萧锦叶沉思片刻 不行 你们任何人出现意外 我都没办法跟七七交代 卢与昊反驳道 萧老大 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能跟小姐交代似的 伙伴们都赞同地看向卢与昊 关键时刻论嘴皮子 还得是他 一句话就把萧锦叶说愣了 就在萧锦叶还要坚持的时候 卢与昊掏出了特殊部队证件 萧老大 不管当初给我们这本证件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可都当真了 在这种关乎到整个人类安危 关乎到小姐安全的时刻 你说了不算 如果小姐现在醒着 她也会第一个赞同我们前去的 萧锦叶扫视着众人的眼睛 每一个都非常坚定 心中没来由的一暖 咬咬牙说道 好 那就一起去 但是 说着看向刘铁锤和陆瑶 你们两个留下来陪着七七 刘铁锤和陆瑶对视了一眼 摇摇头 萧老大 我和陆瑶当然想陪在小姐身边 但是在无名小队中 我们两个的实力偏上 如果不能跟随你们 在前线和玄城战斗的话 等她突破重围来到龙腾 我们自然也是无力护住小姐 是的萧老大 不如让宋叔和李浩然留下来 对付一般人 他们绝对没问题 至于照顾小姐上 可以让他们协助高审 陆瑶建议道 宋叔还好 几经几两心理明白 听从大家的安排 我没问题 李浩然感受到众人看来的目光 点点头 我也没问题 他自然也想去前线战斗 他曾经也是一名警察 在守护这个世界 守护龙国百姓上 即便是去送死 也想冲到最前面 虽然曾经的那份工作 以及被打压诬陷的过往 让他伤透了心 可也从未磨灭掉心中的信仰 但他更明白自己的能力 去了不仅帮不上忙 很可能还会给大家添麻烦 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弱了 萧瑾业似乎在李浩然的眼神中 读懂了什么 这个人 他也做过详细的调查 如果没有那些遭遇 单凭他单闯地下赌场 肯定会在原来的岗位上 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想了想开口道 李浩然 说不定玄成还有手下 会来龙腾捣乱 偷袭七七 到时候就指望你和宋叔了 李浩然认真地点点头 好 保证完成任务 萧瑾业看向大家郑重道 既然已经决定前往前线 那么现在各自去收拾行囊 随时准备出发 所有人都站起身 是 萧瑾业回到卧室 看着依旧沉睡的一人一胡 走上前 握住了石七的手 七七 我们要去和玄成战斗了 等我们凯旋的好消息 你也要快些好起来 我人生中 还有好多计划 连核武器都伤不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怕他的能力 但无论如何 这一趟他都必须去 为了他的七七 同样也为了这个世界 萧瑾业拿过床头柜上 已经断掉的项链 取下了上面数字七的坠子 从兜里拿出了一根高书 帮他准备的黑绳串上 戴在了脖子上 低头一个 稳落在石七的额头上 刚准备转身离开 就对上了小狐狸那双眼睛 我走了 小狐狸点头 加油 应该快了 说完这句话 他又闭上了眼睛 萧瑾业不再停留 大不留心的走了出去 无名小队成员 已经等在了院子里 我们出发 还没出院子 一辆车停在了门口 翟瑾提着大包小包 从车上下来 妈 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照顾七七 你们这是要去边境吧 萧瑾业点点头 好 去吧 我来照顾七七 你们放心 这话是在对萧瑾业说 也是在对石七的 这帮伙伴们说 萧瑾业感激的点点头 嘱咐道 石七身边的那只狐狸 快走吧 翟瑾看着他们一行 十几个人驱车离开 抬起手擦了擦眼角 从他嫁入到萧家就知道 萧家儿郎的命 从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龙国 即便这些年 萧瑾业一直在面对生死 他都装作淡然 可心中的担忧 只有他自己知道 抛开一切杂念 仰头望天收回眼泪 跨步走入四合院内 第688章 我是默念 第688章 我是默念 就在整个世界 因为玄成的出现 而发生动荡时 石七同志 正沉浸在重生后 怎么都无法摆脱的梦境当中 看着面前熟悉的场景 深深地叹了口气 唉 真是没完了 无奈地站在光柱外 看着那里面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任命地等待着 等待着那道红光 急事而来 等待着穿透心脏 浑身碎裂 等待着二人互换位置 等待着那尸骨般的疼痛 这梦来来回回 就那么几个套路 他都背熟了好吧 就在石七无奈地等待时 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光柱中的女人 就那么安静地站在那里 认真地看着她 无论是红光还是裂痕 都未曾出现 出于好奇 石七伸手尝试着 触碰面前那道无形的屏障 这一摸他才发现 屏障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试探性往前迈出一步 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就这样 一步一步走到了女人面前 突然那个女人笑了 石七一正 更不对了 之前在梦中 这女人只有挣扎的份 根本无法做出自主的动作来 这怎么她 为什么要笑 你是谁 石七问出了重生以来心中的疑惑 我是默念 女人开口说道 石七皱了皱眉 你为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默念歪头看向她 因为你也是默念啊 这句话成功把石七说猛逼了 啊 什么意思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出于某种原因 你我暂时分离 但是最终还会融合到一起 石七能够感受出 默念没有任何恶意 但她还是不明白 似乎是察觉到了石七的疑惑 默念继续说道 你本是我灵魂中的一块碎片 机缘巧合之下 诞生了自主意识 默念的话突然止住 石七察觉出空气中的一丝紧张 就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 果然 下一秒 一抹红光出现在黑暗中 向着他们的方向激势而来 在之前的梦境里 石七多次想要反抗 但都无法做出自主的动作 这一次 她绝不允许 猛地推开默念 一把握住了那无形的红光 感受着手中疯狂挣扎的红光 石七拼尽全力 不肯撒手 在一番较量下 她终于成功了 红光抖了抖 化成一股黑烟 彻底消散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 默念的脸上 再一次绽放出了笑容 最后一丝诅咒之力 终于消散了 该是你我重回巅峰的时刻了 说吧 冲着石 七身出手 石七不解 往后退了一步 我还是不懂 默念似乎早就料到了 石七会这样 并没有收回手 等你我融合之后 你心中的疑惑 便会全部解开了 融合吗 那是不是就等于 她将忘记一切 失去一切 如果是这样 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是想要吞噬我 默念摇摇头 不是吞噬 而是相容 你依旧是你 只是多了一个身份 多了原本属于你的力量 多了被你遗忘的记忆而已 你还是你自己 可以是易血 可以是无名士 可以是石七 更可以是默念 只要你想 剑石七还在犹豫 默念继续说道 你所惯念的人们 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果你再犹豫下去 他们可能会就此殒命 难道你不想去救他们吗 石七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很多面孔 萧景业 小狐狸 伙伴们 以及他的家人们 失去他们 那当然不行 想明白后 坚定地伸出手 和眼前的默念 握在了一起 默念会心仪笑话 成了心心点点 钻入了石七的眉心中 下一刻时 七便感受到 一段段陌生 又熟悉的记忆 涌入脑海 一股股庞大的力量 钻入到灵魂深处 他记起来了 他什么都记起来了 萧景业一行人 抵达了边陲驻地 刚到机场 就看到数架战斗机 正在有序地起飞着 众人坐上军用越野车 来到了前线 抬起头 密密麻麻的武装直升机 在上空盘旋 外围是上百万真枪核弹的军人 在他们的前方 架设着各式各样的炮弹 坦克 步战车 火箭发射车等等 虽然知道 这种热武器 对玄程来说没有用 但至少也要表明一个态度 在这其中 萧景业看到了 穆正涛所带的部队 还有站的笔直的穆子羽 以及萧英杰所带的部队 快步跑上前 老大 兄弟们 你们好了 萧景业点头 转头看向了那些熟悉的人 张叔 你们不是在那位身边吗 被叫做张叔的人笑了笑 首长说 关乎到全世界命运的时刻 不要顾及他 这些人 都是平日里守在 长者身边的内境高手 没想到 在这种时刻 长者考虑的 仍旧是人类的命运 不再寒暄 萧景业看向萧虎 目前什么情况了 萧虎拿过一个笔记本电脑 递给了萧景业 老大 这里面是无人机 实时转步画面 萧景业招呼着无名小队 一起过来看 就见画面中 国上空的黑云 已经彻底的消失 只剩下了被黑雾包裹住的玄城 他摊开双手 正在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呵呵 实在是太美味了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国 就可以给我带来如此澎湃的力量 龙国你们 又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呢 说完 看向无人机 蜂蜜们等着我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神的力量 说吧 缓缓抬起手 一团漆黑的能量 在他的掌心快速凝聚 越聚越多 越聚越凝实 感觉差不多 往下一丢 一栋几十层的建筑 瞬间被他打了个稀烂 得意一笑 随后指尖一弹 无人机画面消失 萧景业握了握拳头 将笔记本电脑盒上 还给萧虎 转过身 大喝一声 全员戒呗 是 第689章 敢受到神的强大了吗 第689章敢受到神的强大了吗 萧景业带着无名小队众人 全部披上了无名式同款的黑色披风 静静地等待着 一个小时后 海平面上突然变得昏暗了起来 就见一个周身散发着黑色雾气的身影 快速向龙国边境飞来 他周身充满了死记般的黑灰色 所过之处的海域中 生物瞬间死亡 甘别地漂浮在海面上 萧景业眯了眯眼睛 握紧了手中的墨刀 冷声道 来了 几分钟后 玄成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崖壁上 以他为中心 半径百米内 所有绿植 全部枯萎凋零 仿佛他的存在 就代表着灭亡一般 玄成扫了一眼叙事待发的众人 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了萧景业 以及他身后的无名小队身上 嗯 被你们这些低贱的人类 誉为英雄的无名式呢 该不会是知道 我的强大后藏起来了吧 萧景业没刀一横 玄成 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他出手 先过了我 这一关再说吧 玄成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仰天大笑着 一群蝼蚁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说吧 漆黑的手指指向萧景业 你以为你的先天劲很强吗 在我眼中 不过就是个刚刚入门的小孩子罢了 既然你那么想死 那就在我的力量之下颤抖吧 玄成打了个响指 傅卓在他周身的阴邪之气 快速散开 在空气中扭动几下 凝聚出了一群黑色的人意 随着他的意念 冲向了众人 就在这时 萧景业命令道 行动 萧虎接到命令 率着特殊部队众人 一声大吼 杀 萧景业踏前几步 身上以及磨刀上 爆发出淡蓝色净气 一阵劈啪作响后 闪出电芒 向前斩出一刀 劈碎了冲过来的几道 由阴邪之气凝聚而成的黑色人意 随后高高跃起 双手操刀 灌注了全部力量 砍向了漂浮在半空中的玄成 玄成一阵惊讶 哦 你小子比之前更强了呢 萧景业一刀斩向了他的头顶 玄成不急不缓 伸出手 一道黑色的屏障 出现在头顶上方 生生扛下了萧景业这全力一击 可不管他再如何用力 也无法砍下分毫 这时 无名小队也处理好黑色人影 冲了过来 众人拎着长刀 砍向了玄成的各处要害部位 卢宇昊最为很辣 大刀扭转180度 刀刃冲上 挑中玄成的胯下 不过 下一秒 众人所持大刀全都崩断 仿佛砍的不是玄成 而是一块坚韧不摧的铁块一般 无名小队众人 手都被震得发麻 有的虎口位置 甚至都震出了裂口 玄成得意的哈哈大笑 双手突然向外一张 一团黑气以他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所有人闷哼一声后 都被先翻了出去 萧景业也不好受 但比他们好一些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玄成鄙夷的看着众人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一堆反铁 就想伤到我摩铁 说到这里 他欣赏似的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身体 怎么样 感受到神的强大了吗 看着站起身的无名小队众人 玄成继续说道 就算我站在这里 你们也无法撼动我分毫 哈哈 好了 跟你们的玩闹 也该结束了 说着 再一次伸出手 周围跟特殊部队战斗中的黑影 突然像是融化了一般 汇聚成团 不过下一刻 又重新变成了一根根尖刺 萧景业皱眉 这不对劲 如果真让他得逞 那特殊部队将无疑幸免 就在玄成辉出手的时候 萧景业没刀反握 狠狠地刺入地面 一道强烈的电芒 在刀身上闪出后 钻入对面向着两边扩散而出 此时 玄成的手已经挥了下去 无数尖刺 猛地向周围特殊部队成员刺去 速度之快 众人根本来不及躲闪 可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眼前突然闪出一道电芒 与黑色的尖刺碰撞到一起 砰的一下爆开了 在强烈的冲击下 所有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萧景业的额头 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 众人也都明白 这种时候 他们在 只能给萧景业添乱 而无名小队不同 单凭他们外放的劲气 就硬生生地抗住了这一击 并没有浪费萧景业的力量 玄成看了一眼萧景业 眉头轻皱 不对 你使用的功法 不属于这个世界 到底是谁交给你的 萧景业冷哼一声 与你何干 二人对话之时 无名小队众人 迅速来到萧景业身边站定 手中依旧握着断刀 有总比没有墙 他们将所有的劲气 全部外放 人若淡气势 绝对不能输 吃一颗 红星说道 随着话落 众人整齐滑一的 网口中塞了一颗魂丹 这里面也包括萧景业 杨丹所散发的香气 一闪而逝 玄成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暴田天物 你们真是暴田天物 居然如此浪费 这样珍贵的东西 他释放感知 在众人身上搜寻 试图抢夺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每个人都只有一颗 已经禁毒了 玄成此刻看向众人的双目 就像是脆了毒一样 更是恨自己大意 不然这十几颗都是他的 当然了 谁都不会理睬他 当他面吃 当然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众人刚刚消耗掉的劲气 正在快速恢复着 萧景业身上的电芒 再一次焕发光彩 玄成彻底没有了玩闹的心态 整个人认真起来 阴狠地看向萧景业 他要夺走功法 吸收了雷铃根 也不装逼了 缓缓降落在地 张开双手 两个黑色的圆球 在他手中凝聚而成 向前一抛 扔向了众人 萧景业手当其冲地 迎向了其中一个 无名小队众人 集中所有力量 对上了另外一个 随着他们的断刀 和萧景业的末刀 斩在黑色的圆球上 周围的空气 仿佛凝固了一般 出现了短暂的静止 随即轰的 一声炸了开来 第690章 给我啪 第690章 给我啪地面上坚硬的岩石 被炸出了两个深深的大坑 这也导致崖壁塌 巨石不断地砸落海中 激起了猛烈的浪花 所有人都被这一击 掀翻了出去 萧景业脚下 画出两道长长的钩壑 才稳住身形 嘴角溢出了鲜血 无名小队这边 更是好不到哪去 各个脸色惨白 口喷鲜血 他们知道玄成的强大 这样下去 根本拖不了多久 但双眼中 依旧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玄成得意一笑 双手摊开 掌心再次凝聚出 两团凝实的黑团 萧景业侧头看了一眼 无名小队 心下意恒站直了身子 此刻他只希望 脑海中那一招 能够有效吧 抬起手中末刀 直指天空 下一刻 周身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 顺着末刀射向天空 看着天空中 快速凝结而成的云朵 萧景业就知道成了 随着他的末刀挥下 一道碗口粗的闪电 从天而降 咔嚓一声 狠狠地劈在了 正准备释放招式的 玄城身上 强横力量传入大地 周围的人 只感觉脚底板 都被震得有些发麻 包裹在玄城身上的黑雾 在这一击之下 化成了虚无 手中两个黑团 还没有施展出去 就被劈散了 头上两个血红色的 鸡脚断了一根 整个人也随之 亮枪了两步 站稳后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萧景业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使用 这样的招式 雷属性本身就稀有 又与他满身阴邪之气相克 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战斗中 那小小的雷居然 能伤他至此 实在是不可思议 萧景业本来也不会这招 这还要感谢之前 十七丧失李治时 披下的那道雷 彻底地激活了萧景业的天赋 被他领悟到了其中的奥义 转换为了自己的招式 只是这一下 已经彻底将他体内的劲气 炸了个干净 握在手中的末刀 因为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从刀尖一直到刀柄的末端 彻底碎成了渣渣 萧景业的手臂 也因此软塌塌的锤在身侧 玄成看着萧景业的眼神 变得更加贪婪 嘴角不自觉挂上了诡异的笑容 小子 不错 你真的很不错 只可惜 你还是太弱了 不过不要紧 我会用我的能力 收服雷属性 掌控你的一切 哈哈哈哈 说吧 他身躯一阵 黑雾通过他的皮肤毛孔 再一次出现 迅速笼罩在他周身 看着萧景业冰冷的眸子 玄成心情更好了 哈哈 看你这眼神似乎不服 我夸你两句 就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你以为那闹着玩的天雷 真能杀了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所拥有的魔区中 蕴含的可是神的力量 一阵无力赶袭来 萧景业已经倾尽了全部力量 现在连动一根手指都费尽 如果不是为了心中的信念 恐怕这会儿 已经无力倒地了 可这一切换来的 只是劈碎他一个脚而已 看来 他要食言了 对石器的那些承诺 终究是无法实现了 这时 玄成一挥手 一团黑雾 将萧景业包裹了起来 想到黑气的由来 萧景业只觉得一阵恶心 可无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法正脱开 无名小队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玄成 对萧景业动手 互相搀扶着站起身 踢起身上 全部力量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 萧虎带着身后 几百号特殊部队成员 迅速向这边冲来 玄成扫了他们一眼 随意一挥手 先先翻了无名小队 紧接着再一挥手 一道半透明的屏障 将众人和萧景业 隔绝了开来 老大 萧老大 所有人表情痛苦地 攻击着屏障 可却不能撼动分毫 玄成冷笑一声 别急 一个一个来 内进高手的味道 可是很美味呢 哈哈哈哈 与此同时 龙腾四合院内 昏迷不醒的时期 在翟瑶和墨如霜的注视之下 突然睁开了双眼 二人被他那宛如蕴寒心河的 清澈双眼所震撼 回过神惊喜地问道 七七 你醒了 时期看向面前 两个神情激动的人 直挺挺地坐起身 一把捞过身旁 陷入昏迷的小狐狸 抱在怀中 轻声道 外婆 阿姨 让你们担心了 感谢照顾 事态有些紧急 等我回来 再与你们细说吧 话到此 时期刷的一下 消失在他们面前 二人震惊地揉了揉眼睛 是我眼花了吗 莫如霜问道 翟瑶伸手摸了摸 时期之前躺过的地方 那里还残留着他的体温 应该不是吧 会议室内 一众大佬 看着面前大屏幕上 传来的前线 实时画面 眼中难掩悲伤 萧景夜这些年 为龙国所付出的一切 大家都看到了眼里 因为特殊部队的特殊性 以至于从未 对他进行过一次公开表彰 可他却没有丝毫怨言 所有艰难的任务 都带着身后的热血青年们 默默完成 而此刻 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 他已是拼尽了权力 结局会是什么 在座大佬们 心里都清楚 龙国乃至全世界 即将面临着什么 他们已经知晓 眼看玄成将一只魔爪 探向萧景夜头顶 众人都别过了头 不忍再看 那那是 不知道谁惊呼了一声 众人重新看向屏幕 吴 吴明氏 他 他醒了 萧红西眼角挂着泪 正正的回头看去 萧景夜听着四周人的痛哭声 和呼喊声 艰难的勾了勾嘴角 他已经无力挣扎了 只希望自己能够顶天立地的死去 突然 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所有声音在这一刻消失不见 连同玄成嚣张的笑声 难道人在死亡的时候 最先失去的是听觉吗 念头刚一出 萧景夜感受到了什么 原本空洞的双眼重新聚焦 这才看到 他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 穿着一身卡通睡衣 怀中抱着小狐狸的姑娘 七七 是他的七七来了 十七冷眸 看向玄成 红唇清起 给我啪 之前还满脸得意的玄成 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拍了一下似的 砸入了脚下的山体中 第691章 这几千年 你辛苦了 第691章 这几千年 你辛苦了 包裹在萧景夜身上的黑气散了 阻挡众人的屏障 也消失不见了 眼见萧景夜 亮呛着差点摔倒 十七伸手扶了一下 眼中难眼心疼 萧景夜一震 他的七七回来了 十七将一股力量 注入到萧景夜体内 之前所受到的伤害 以及榨干的力量 在这一瞬间彻底恢复 接着 十七又冲着身后一挥手 一股绚丽的七彩光芒 落在了无名小队众人身上 与萧景夜一样 伤势瞬间痊愈 众人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喜极而起 小姐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卢语浩乌叶道 十七看向其他几人 想到自己那天情绪失控 伤到了他们 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秦天瑞知道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推了卢语浩一下 一会儿再跟他说话 也不迟 随着他的提醒 大家都收回了心思 哦 小姐你先忙 十七勾了勾嘴角 转头看向 眼神就没从自己身上 离开的萧景夜 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不愧是我男朋友 好厉害啊 居然能伤到他 而且还掌握了引雷的法门 萧景夜苦笑了一声 伤到他了吗 不过就是皮毛而已 他还差得远呢 光看表情十七 就读懂了他的想法 他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能跟他战斗到如此 已经很了不起了 凭借着你的天赋 再给你一年步 半年的时间 你打他 肯定跟娃似的 只不过现在刚接触 还没有掌握技巧 萧景夜听着熟悉的语气 心里没来由一满 虽然拥有着滔天的威能 但还是那个他 感受到萧景夜 看自己的目光 十七翘脸微红 一会儿再说 先解决他 萧景夜点头 这才注意到 面前深不见底的巨坑 十七只不过说了三个字 就造成这样的效果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言出法随吗 十七抬手一托 一股温暖的力量 包裹着萧景夜 以及无名小队众人 将他们带到了 相较于安全的地方 随后冷声道 玄成 别给我装死了 滚出来 正想方设法逃跑的 玄成一正 面对如此时期 他自知根本无法抗衡 即便是一百个 自己捆在一起 也不会是对手 所以就生出了 逃跑的念头 只是没想到 周围仿佛覆盖着某种力量 他尝试了 所有能够顿走的术法 都无济于事 玄成咬咬牙 从深坑中弹射而出 一团黑雾 重新凝聚出了他的身体 只不过却是残破不堪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周身的黑雾淡了许多 并且不稳定的一闪一闪 头顶上鸡脚 连带着根部的皮肉 都已不见踪影 一侧的胳膊和腿 也断掉了 不过能够看得出 他正在通过阴邪之气 缓慢地修复着 看着飘在自己上方的玄成 使其轻轻一蹬 也飘了起来 低头鄙夷地看着他 一只手轻抚着 正是之前从仇道长身上 找到的暗杀术 使其摇头失笑 没想到这小家伙 为了瞒着当初魂迫不全的自己 将他藏在了体内 还真是煞费苦心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这本书就是 你从当年那个木匣中得到的吗 匣子里还有什么 玄成刚想说什么都没有了 可还没出口 就察觉到使其看 向自己胸口位置的目光 哦原来如此 你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晓了 玄成一正 下意识用还算完好的手捂住胸口 使其吃笑了一声 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蠢 好好地道长不当 非要休息邪术 你以为你学了暗杀术 就真的能变成什么 玄成张张嘴 想要反驳 没等说出口 时期继续说道 其实 你只是在帮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 做嫁衣把了 等你将全世界的生物 转换成阴邪之气吸收 拥有了足够力量 打开藏在胸口的东西时 它便会出现吞噬你 那一刻 你只有灰飞烟灭一个下场 真是个蠢蛋 玄成傻逼了 好像所有事 无名是都门亲一样 但他不愿意相信 我蠢 如果我拥有阴阳两极碗 我也可以跟你一样强 那道声音可是告诉我 只要我帮他找到碗 吸收了全世界的能量 我就可以真正入魔 到时候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他还说 会接我去属于神的世界 时期扑斥一声笑了 他还真是好算计 一箭双雕 一举两得 这该不会是 你借着驱散 木侠阴邪之气的名义 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三天所接收到的消息吧 还真是无知啊 说把手一抖 按煞术 瞬间变成了灰烬 一挥手 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漆黑木盒 从玄成胸口飞出 落在了十七掌心 速度之快 玄成根本没反应过来 十七感受着 上面散发的邪恶力量 比一道 还真是祸害 等着吧 我很快 就会找你心账就账一起算 话落将其收入空间 看到十七空空如也的手 玄成着急的吼道 你还给我 那是我的东西 那是我去往神界的凭证 你凭什么拿走 十七嘲讽一笑 疑惑道 你什么意思 因为你这个小祸害 即将从这个世界消失 一股不好的玉胆席 上玄成星头 转身玉跑 十七冲着他随意一点 指尖发出一股白色的光芒 射入玄成背心 他整个人连带着周边的空间 仿佛被按下了定格键一般 就连翻滚的黑雾也停止了 下一秒 黑雾被白色的光芒点燃 他的身体随着燃烧融化扭曲 瞬间被压缩 凝聚成一颗白色的能量球倒飞回来 钻入了小狐狸的身体中 原本还沉睡的小狐狸 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身后的九条尾巴重新凝聚而出 随后睁开了懵懂的双眼 十七双手一拖 小狐狸飘浮在空中 莫烈 这几千年 你辛苦了 我祝你恢复 本该属于你的力量 第692章 我们赢了 第692章 我们赢了 就见飘浮在空中的小狐狸 身形逐渐放大 恢复了九尾天狐霸气的模样 然而 他的巅峰并不止如此 九条尾巴 四个脚丫 以及耳朵尖上 被染上了一抹红 仿佛烈火在燃烧那般 眉眼间的火焰印记 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格外的灵动 身后九条巨大的尾巴 不断地摇摆 每动一下 周围的空间 就被撕裂出一道裂痕 转瞬恢复 身体变化完成 他睁开那双火红色毛子 仰天长笑了一声 指一下 身后的海浪 便达到了几百米的高度 眼看就要拍在岸上 像如此狐狸围在四周的人 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 强横气势 灵魂都止不住颤抖 好在他并没有恶意 石七抬起头 看向恢复真正实力的小狐狸 小狐狸也正睁着一双 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 石七微微一笑 张开了双臂 小狐狸转了个圈 变成了之前呆萌的模样 化作一道白光 扑进了他怀中 两个短胖的小爪子 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 下一秒 音音音的哭了起来 石七的手一下 又一下的轻扶着他的背 音音啊 主人 你骗糊糊 这些年本宝宝 认字了才知道 茉莉的莫跟你的信 根本就不是一个字 音音啊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石七感受着肩膀处的湿润 勾了勾嘴角 还是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你不是说 你是大妖 最不喜欢卖萌的吗 小狐狸一将 他知道 主人最喜欢他萌萌的模样 重生后 为了不让他排斥自己 只能色诱了 因此做了很多 他的主人回来了 是真的回来了 头搭在石七的肩膀上 继续音音音 好了 别哭了 这么多人看着你呢 音音音 人家不管 人家就是要哭 人家就要主人抱抱 抛去震惊 众人都被他这赖皮 可爱的模样逗笑了 你的修为刚刚恢复 先回去巩固一下吧 我带着大家回家 小狐狸抬起头 乖巧的 好的主人 怀里一空 小狐狸消失不见 石七转过身 就见所有人都眼睛亮晶晶的 看着自己 也包括围在四周的 特殊部队成员 以及从最后一道防线 冲过来的肖英杰 穆正涛和穆子恒 我脸上是 有什么东西吗 石七纳闷倒 下一秒 现场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无名是万岁 大姐大万岁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战胜了邪恶 小姐是最棒的 石七无奈一笑 紧接着被肖锦叶打横抱起 你干嘛呀 快放我下来 石七感觉脸上骚得慌 不放 地上凉 石七这才想起 来得匆忙 忘了穿鞋 可是 他可以不沾地啊 龙国会议室内 跟炸了庙一样 就见一个个大佬 从椅子上站起身 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就连长者都站在那里 偷偷地擦着眼泪 唯独萧红西 傻愣愣地坐在原位没动 他不是不激动 而是脑海中的声音 更胜一筹 石七就是创造 传授内境的先尊 他意识到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先 先尊 是他未来孙媳妇 你们看 老肖都高兴傻了 玄城不只是龙国的敌人 同样也是世界的敌人 所以 今天这场战斗 无论输赢 都有必要通知全世界 现场架设了几台高清摄像机 对全城进行转播 除了无法收入声音 此刻 不仅仅是龙国 所有国家都亲眼目睹了 这一场惊天大逆转 欢呼的同时 他们了解了龙国特殊部队 同样也看到了 如同神仙一般降临的吴明氏 更是深深感受到了 龙国的强大与神秘 那场面宛如一部玄幻电影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 吴明氏居然穿了一身卡通睡衣 还光着脚丫 不过也有好处 此刻起 龙国乃至全世界 都记住了吴明氏 那张漂亮的脸蛋 更是知道了 他的男朋友 是龙国特殊部队 会召唤天雷的萧将军 回归正题 时期被萧景业当众抱着 实在是太羞涩了 也就是脚挨不到地面 不然他非得 抠出个万人体育场出来 看向一旁的穆政涛三人 四舅 三叔 三哥 你们这会儿 能跟我一起回去吗 当然可以了 穆政涛说道 见另外二人也点头 时期看向萧景业 隐患既然解决了 让他们撤吧 我们也回家 萧景业点头 吼道 大获全胜 撤回 是 时期一挥手 带着几人原地消失了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 便看到了熟悉的四合院 关键时刻 还是路遥体贴 看清周围的场景 跑去自己房间 给时期取来了一双拖鞋 缓过神来 他们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小姐 你是神仙吗 小姐 这该不会就是 小说里面的空间传送吧 小姐 面对众多问题 时期并没有急着回答 示意萧景业 放他下来穿鞋 哪有那么多神仙 至于空间传送 也可以那么理解 你们想知道的 晚一些 我再帮你们解惑 这时 萧景业的手机响了 萧红西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了过来 你们什么时候到家 已经回来了 什么 前一分钟 不是还在边境吗 萧景业有些迟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马上过来 类似的电话不光是萧景业 穆正涛 萧英杰他们这会儿 也接到了好几个 听到院子里的声音 还在卧室里 一脸猛的翟摇 和墨如霜走了出来 看到半个小时前 突然消失在眼前的 时期好好站在院子里 一脸都不可思议 他们两个并没有看电视 与其煎熬的看着 不如等待着结果 自然不知道 时期突然消失去了哪里 七七 你刚才 第693章 拜见先尊 第693章 拜见先尊时 七笑了笑 哎 好好 十七和萧景业 相视后眨眨眼睛 看来 今天的挺废口水 宅姚可不管那么多 只要孩子们平安回来了 比什么都强 你们这几个孩子 都灰扑扑的 快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去 我去招呼小高 两口子准备饭菜 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说完疯疯火火的 往一禁院跑去 十七和萧景业回到房间 各自洗了的澡 换了一身衣服 还没来得及腻呼 外面就来人了 急刹车声 不断的在四合院门口响起 终于砰的一下撞了 紧接着听到了 穆正斌的声音 大哥 不好意思 速度太快没停住 等我明天给你买量新的 买个屁 快进去看看七七他们 穆正军说道 二人一进院 就看到了傻愣愣 站在院子里 三个穿着作战服的人 哎 你们三个 不是去前线了吗 穆正斌问道 萧英杰挠挠头 谁知道了呢 七七带我们一眨眼就回来了 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呢 穆子横说道 不到半个小时 在这里之前 就是为了大家一起聚会 玩乐准备的 地方足够大 就算椅子不够 也都拿来了马扎凑到一起 见莫拉下任何人 十七打了个响指 将房间与外界隔绝开来 看着他们充满惊讶和疑惑的双眼 十七想了想说道 很多事情 我一时间无法解释 那就简单的概括一下吧 我之前得到了一些特殊的机遇和传承 所以才拥有了这一身的能力 但是体内 一直有一股力量无法消化 前两天受了刺激 以至于无法掌控 导致昏迷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所说的那股力量 已经彻底为我所用 十七自然不能跟他们说 自己真正的来历和绅士 只能暗喻一下了 我看到的那只狐狸呢 那是怎么回事 牧阵国好奇道 十七摸了摸鼻子 他很厉害 是我特殊机遇中的一部分 有他的帮助我 才学了那么多东西 摆脱了当初困住我的张家村 开始复仇 我这一次 能这么快掌控那股力量 也全部拜他所赐 虽然说的婉转 但大致意思没有变 如果没有小狐狸 他不可能重生 更不可能开启复仇之旅 单凭他之前的残破灵魂 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 那你现在到底有多强 算是什么境界 萧英五号奇道 十七摇摇头 我没试过 不是很清楚 他总不能说 自己是太一惊吧 修真世界 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 到时候 还要费尽口舌的去解释 牧阵国大手一挥 你们就别问了 就连核武器 都没能消灭的人 他动动手指头就干掉了 你们说他多强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 那就非我外孙女 莫属了 对 莫老说的对 萧英勇拍着巴掌说道 十七一炯 他怎么不知道 外公这么不谦虚呢 姐姐 那你之前苏醒后 突然消失不见 就是赶往前线了 宅妖问道 十七点点头 又回答了一些 他们的问题之后 高叔高审那边 已经做好了饭菜 两张大桌子 拼成了一张 四十来个人凑到一起 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 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电视 每个电视台都在播报着 今天所发生的喜讯 外面也很合时宜的 响起了爆竹声 今晚的龙腾 不 今晚的龙国 如同过年一般热闹 庆祝着人类的心声 众人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 穆家一大家子才离开 十七看着没有去意的 萧家众人 有些疑惑 这时 萧红熙突然招呼起 萧家众人 站在十七对面 神情恭敬的齐声喊道 拜见先尊 说罢就要往下跪 这可吓坏了 站在一旁的伙伴们 十七赶忙挥手 拖住了他们 叹了口气 本来不想说的 还是被你们察觉了 萧红熙认真道 萧家几千年来 代代口传一句话 先尊拥有毁天灭地之威能 怀抱雪白狐狸 若能相见 必行叩拜之礼 如果不是您 我们猜不到 还有谁会是那样 十七苦笑了一声 进屋说吧 怪不得这一晚上 萧红熙始终沉默不语 原来是这样 看到他们拘谨的样子 十七挠挠头 求助地看向萧景业 萧景业摇摇头 这忙 他真的帮不了 原本跪拜先尊 也要加他一个的 先尊可是创造内境的鼻祖 是他们的祖师 行礼那是应当的 可他刚要动 就被十七拽住了 十七看着平日里 对他和颜悦色 如今却紧张到 不敢吭声的萧家人 有些无奈 你们不要这样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实际年龄十九岁 我和你们的区别 只在于 我继承了曾经的记忆和能力 如果非要按照灵魂的年龄来算 你们的也至少成千上万岁了 只不过在进入轮回法则时 被抹去了记忆 传道寿宴 您教给我们的是 振兴国家与家族的本事 我们怎可 十七抬手打断萧红西的话 非要这样的话 我和萧景业还怎么相处 我老牛吃嫩草 怎么 你便挂了 不想要我这个未来孙媳妇了 十七的话 使得萧家人君事一正 随后抬眼看向了 坐在十七身边的萧景业 这臭小子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 一追追了个先尊回来 萧景业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但还是被十七的话暖到了 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问题 自己能力太弱 到底能不能配得上他心爱的姑娘 十七勾了勾纯 我很喜欢之前十七的生活 有那么多长辈疼爱 我希望你们此刻起 忘记我曾经的身份 以后该怎么相处 就怎么相处 见十七说的坚决 众人也都调整了心态 想明白后 也不再停留 送走他们 十七松了口气 我两辈子 都没有今天说的话多 第694章 过去 第694章过去 萧景业端来 一杯温热的茶 递到十七面前 口渴了吧 刚才给你晾了一大杯 十七没客气 结果后 咕咚咕咚 全部喝光 自从灵魂融合 恢复了太乙境的修为后 便不再需要食物 来补充能量 他很喜欢这个世界 喜欢这里的美食 喜欢这里的朋友 喜欢这里的风景 虽然也有些混乱 但他更喜欢这里的规则 所以 十七准备在接下来的漫长人生中 做一切自己想要做的事 吃一切好吃的东西 玩一切没玩过的新鲜玩意儿 反正他那亲爹亲妈待在那处一天 等于这里一年的地方 根本懒得搭理自己 不然也不会在他年少时 像丢一根野草一样 丢下来历练 还取了个默念的名字 默念谐音默念 并不是亲爹亲妈 不挂念他 而是让他少惦记他们 别在他们身边当店登炮 他爹叫给他的第一课 就是独立 咋说呢 他就算是个意外吧 当然了 开始享受生活 要等过两天 杀了那个王八蛋之后 十七收回心思 冲着站在一旁的伙伴们 招了招手 都过来做 等他们全部乖巧地做好后 十七扫视着他们的脸 郑重道 对不起各位 那天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 伤害了你们 伙伴们赶忙摇头 小姐 只要你能好好的 比什么都强 刘铁锤认真道 那天虽然不受控制 但我们知道 你还是留情了 要不然 我们恐怕要跟那个人一样 变成血物 秦天瑞笑道 就是啊 小姐你别往心里去 比起你为我们做的 那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呀 俊臣说道 听着他们的安抚声 感受着手上那只大手传来的温暖 十七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那会儿不受控制 但他做过什么 自己都清晰得起的 就那还叫小伤 全身骨头碎裂 内脏出血 他现在很庆幸 当初给他们 留了不少混蛋在身边 不然抬回家的过程中 就得赶了 那种疼痛 估计就算当时的他 也承受不住吧 还是要真诚地 对你们说声抱歉 说吧 不等反驳 看向萧景业 尸体呢 萧虎送到殡仪馆存放了 放心吧 十七点头 茉莉跟你说了多少 萧景业摇摇头 基本上什么都没说 你的身份是我猜测的 十七再次看向伙伴们 对于你们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以前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话落 除了萧景业没有什么反应外 其他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我以前所在的是个修真世界 那里灵气充足 没有发达的科技 没有规章制度 每个人都有一套 自己的修炼功法和傲骨 信奉的是绝对的力量 志同道合的一些人 今日凑在一起 来日就可能因为利益撕破脸 不死不休 小姐 不会真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吗 李浩然吞了口口水问道 十七神秘一笑 差不多 你觉得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小说存在 而且大部分吻合 因为这个世界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奇 就像小姐 能来到这个世界那样 也有可能 还有更多人隐藏在其中 或者接受着来自外界的消息 宋志军的人生阅历 决定了他的眼界 十七认同的点点头 是的 之前我也说过 那里没有什么规章制度 以至于为了更加强大 开始不择手段 因此 第一个修魔之人出现了 靠着吞噬其他修真者的心血 快速站在了那个世界顶尖的行列中 等我发现他的时候 事态已经不可控 漫山遍野的干尸 曾经那些傲娇的修真者 就那样被榨干了力量与精血 好在我依靠着所修功法的特殊性 烧胜一筹 但也无法做到真正的杀死他 经常两败俱伤 待我恢复 准备跟他分个死活的时候 得知了一个消息 他要将组成那个世界的核心 阴阳之力吞噬 摧毁整个世界 而我也明白了 他的最终目的 那便是杀了我 吞噬属于我的气韵及力量 我气不过 便再一次和他战斗在一起 没想到这次他有所准备 不惜用百万修真者 献祭出来的咒术偷袭我 贯穿心脏 将我打成重伤 看到大家紧张的神色 石器笑笑 继续说道 因为我对于那方世界的重要性 重伤后造成了时空错乱 出现了裂缝 释放出巨大的力量 将我往里吸 我知道他的目的 如果真被他成功了 那真正代表着毁灭的恶魔 便会横空出世 随意穿梭在各个小世界中 所以在我被吸尽裂缝之前 剥离出了那个世界 大部分的阴阳之力 只留了一丝 维持世界的稳定 当他想要阻止的时候 我已经将那个世界的一部分 连同茉莉 一起封印在戒指中 以便我恢复实力 破开尽致杀回去 之后 我就随着裂缝 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石器说到这里 手指在戒指上倾抚 一直被隐藏的古朴界 指出陷在众人面前 也就是说 空间里那块地方 其实就是那个世界 萧锦业惊讶到 石器点头 是的 所以上一次 遭到急速弹攻击的时候 想要将你收进去 不过让你接受那个世界 认可花费了一些时间 以至于速度慢了一些 萧锦业点点头 紧接着 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那你会不会 石器摇头 我是不会抛下你们的 我喜欢这里 而且 我现在有个计划 这个以后再说 我之所以要回去 只是单纯的想要解决隐患而已 原本众人放下的心 又提了起来 真的能打得过那个人吗 石器挑挑眉 众人此刻在想什么 他一清二楚 并不准备反驳 他的实力到底如何 到时候就知道了 继续说到 第695章 实习生 第695章 实习生 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同为人类的 自相残杀 我便出手阻止了 同时我也发现 这个世界并没有灵气 因此创造了 不需要灵气的内进休息方法 利用魂丹 改善他们的体质 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并教导他们 力量是对付敌人的 而不是身边之人 只有团结在一起 才能活下去 我很清楚 那个人的诡计 虽然因为屏障的原因 无法进入小世界中 吸收能量提升自己 但他卑劣的手段 层出不穷 我一直守护着他们 可以只守护了百年 便再也支撑不住 我担心我的死会 让他们失去 继续修习内进的信心 谎称要去游离离开了 之后 我实在无法压制 那股诅咒自爆了 原本我还能再挺个百年 但那时这方世界的规则之力 也在一直压制我 导致最终灵魂破碎 这几千年以来 就是茉莉东拼西凑 将我的灵魂 缝缝补补在一起 可没想到最后一片 也就是之前的时期 生出了自主意识 被这个世界所接纳 不过 这其中还有些曲折 茉莉找到时期的时候 她也因为融合灵魂力量 进尸 陷入了沉睡 后来时 妻死在了一场爆炸中 茉莉强行苏醒 用她好不容易恢复的力量 撕开时间裂缝 让时期 也就是我重生到这一世的十八岁 被卖到夜总会的晚上 说到这里 时期看向路遥他们三人 我重生之后 最想找到的人 就是你们三个 红星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不等说出口 就被心直口快的俊臣 先一步问出 小姐 上一世我们认识吗 时期点点头 上一世被拐卖后 小狐狸找到我 将这枚空间戒指袋 到我脖子上后 便陷入了昏迷 十八岁被卖去了夜总会 之后 辗转又被卖到的 国的地下全场 听到时期的话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那三位 小姐 我们就在那时候 认识的对不对 路遥问道 时期笑了笑 是的 因为同是龙国人 你们很照顾我 并且教了我很多本事 但俊臣和红星 还是先后在铁笼中死去 我和你 最终被关在一个铁笼中 你为了让我活下去 一头撞在铁笼上 时期说到这里 抿了抿唇 怪不得 怪不得之前见血之后 时期会给他递烟和打火机 原来 这并不是什么巧合 路遥想到了什么 小姐 你说这个 我好像是记得 前几天做了个梦 就是那样的场景 但是那个满身伤疤的小姑娘 看不清面孔 就是你吗 俊臣和红星 也惊讶的点点头 我也梦到过 不过没当回事 里面也有个 看不清面孔的人 我也是红星难难道 时期也没想到 他们居然能做这样的梦 可能是两世的时间交错造成的 后来 我被查尔斯看中 出来后被植入芯片 成为了的杀手 最后在任务中死去 然后我就重生回来了 之后的事情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总之 我很高兴 在我重生之后 遇见了你们 不然恐怕会很孤独吧 哪里的话 应该是我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小姐 云翼说道 时期勾了勾嘴角 小姐 那你上一世遇到过我们没有 柳蒙蒙问道 时期摇摇头 除了他们三个外 你们任何人 我都没有遇到过 那时候龙国 也没回来过几次 见他们还在消化自己所说的话 时期站起身 讲完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说完 拉着萧锦叶回了房间 伙伴们则是坐在那里发呆 突然 卢宇浩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震惊地看向伙伴们 你们说 小姐在那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她呢 话没说完 但大家都懂了 感觉心脏猛烈跳动了一下 是啊 到底多大的威能 能跟那种顶级的邪恶 面对面抗衡 说得轻描淡写 可她是怎么轻易拿走 一个世界最重要的阴阳之力的 时期听到他们的对话 忍着笑意 为什么 哦 也怪她没跟大家说 这世间有富二代 官二代 君二代 但是他们 似乎没听说过 还有到二代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是由掌管宇宙的天道父母 无聊之际创造出来的宰宰 所以 说她是到二代没什么问题吧 她的年龄 虽然听起来骇人 上万岁 可在这茫茫天际之中 随便一粒尘埃 都要比她很久 所以她一边提升自己 一边掌控一方小世界 当个实习生 也没什么问题吧 还有最重要一点 之前没想解释 有了十七意识的灵魂碎片 进入轮回法则中 被这个世界所承认 虽然她的主观意识 是为了复仇而生 可也间接地做了很多好事 例如铲除和天龙 搞垮了国 拯救了国 解除了祸患 拯救了人类 得到了人类的信仰 以及无限功德 她现在就能感受到磅礴的能量 悬停在头顶上方 等待她接受的那一刻 等那股神圣的力量进入体内 就彻底印证了那句先破后利了 所以 明汉里这一次一定要将你彻底抹杀 小家伙呢 萧锦叶问道 他刚恢复力量 正在空间恢复呢 十七拉着萧锦叶坐在沙发上 抬手轻抚着他的脸 他最心疼的就是萧锦叶 被自己虐了那么多次 就是爬 也要爬到自己身边 哎 真的是 那天 乖 之前的事情就那么过去吧 你不要想那么多 看着萧锦叶脖子上的吊坠 没想到项链断了他 还依旧戴着 这个男人真是爱死个人 萧锦叶 嗯 十七认真道 那你也答应我 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 你天赋傲人 如果身处我之前所在的世界 早就与我肩并肩 甚至略高一筹了 所以 收回你那些心思 没有比我们在一起更合适的了 明日 我稍作指点 你便能突飞猛进 信不信 萧锦叶一正 他已经极力隐藏自己的自卑了 可还是被十七看出来了吗 郑重的点点头 好 第696章 终于解脱了 第696章 终于解脱了 不要妄自菲薄 你远比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好 我明白了 萧锦叶认真道 同时也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加倍努力 不能让十七失望 想到他接下来还有一场神奇较量 萧锦叶的心又紧了紧 能跟我说说 那个魔修的事情吗 十七摇摇头 明天再跟你讲好吗 想到 他今天说了太多话 萧锦叶点点头 十七仰起嘴角 湿润的眸子看着他 知道为什么是明天 而不是今天吗 虽然大致猜到了缘由 萧锦叶还是配合地问道 为什么十七的目光 转移到他的唇上 因为你今晚属于我 话落娇艳欲滴的唇 吻上了他的 萧锦叶的心间都跟着颤了颤 伸手捞过他 放到了自己的腿上 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轻轻翘起牙关 吸吻着毒属于他的甘甜 感受着环上脖梗的纤细手臂 搂着十七的手又紧了紧 吻得更加专注 扮上不舍地分开 额头抵在十七的额头上 七七我们去 话没说完 感觉怀中一空 一抬头 十七就那么站在他面前 正当疑惑之际 柔弱无骨的小手 推着他 躺在了沙发上 紧接着 那个让他沉沦的姑娘 跨坐在他的腰上 一颗一颗的 解着他黑色衬衣扣子 之前在国差点失控的场面 再次被记起 七七 十七没应声 解开最后一颗扣子 顺着敞开的胸襟 轻抚着 让他爱不释手的肌肉轮廓 萧锦叶 嗯 充满雌性的声音 听得十七呼吸一致 低头轻着着他的唇 以后不许穿黑色衬衣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听得萧锦叶一猛 为什么 不喜欢黑色吗 十七轻轻捏着他的耳垂 轻了轻他的下巴 不 太犯规了 十七实在是太喜欢 他穿黑色衬衣了 这对他而言 就是致命的诱惑 萧锦叶的唇角扬起 犯规 原来七七喜欢黑衬衣 那他以后要经常穿了 他太爱犯规的后果了 双手扣住先腰 不断往上移动 看着凑近的粉唇 一口捉住 近乎疯狂地吻着 直到呼吸急促才分开 十七捧着他的脸 看着那双深邃的毛子 凑近耳旁 轻声道 我记得男朋友好像说过 只要七七喜欢 在下面也可以是吗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朵上 听着如此撩人的话 萧锦叶感觉 全身血液倒流 忍不了 完全忍不了 勾人的腰颈 说吧抱着十七坐起身 快速摆脱二人身上的束缚 扣住十七的后颈 含住了他的唇 另一只手掐住了仙腰 一事已拟 这一晚上 二人的身影 出现在房间各个角落 尝试着不同的交流方式 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中 一次又一次相互索取着 空间中 小狐狸已经完全消化了 重新归来的力量 正想出去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主人 砰的一声 撞到了一个透明结界上 释放感知才发现 空间与外界断开了链接 想明白怎么回事 小狐狸摇头失笑 忘了 主人已经恢复 现在这些事情 都不用自己做了吗 第二日清晨 石七和萧景业 都是一身黑衣打扮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驾车来到了殡仪馆 没办法 前一天的事情 已经彻底让他们的面貌 暴露在众人眼中 热度还没有过去 如果不遮挡一下 恐怕会很麻烦 到地方 和工作人员沟通后 他们来到了 存放尸体的停尸间 看着已经整理好仪容 穿戴整齐 静静躺在兵关中的霍明轩 石七心里不难受是假的 但也不至于像之前那么强烈 霍明轩算是个可怜人 通过最后 他和霍建州的对话 石七也大致明白了 原本他和穆婉军私奔之前 已经是被霍家放弃了 是啊 怎么可能不被放弃呢 遗传了先天性心脏病 以至于丧心病狂的霍号 龙想用心脏也用不了 而且 就算是被当作移动血库 也无法办到 毕竟直系亲属之间陷血 很可能会造成严重感染 甚至是死亡 就是因为霍建州 他这个原本被抛弃的弃子 又一次被利用了起来 至于什么心理 恐怕也是 不想让他脱离家族 逍遥自在吧 毕竟他的人生 也并非自己能够掌控 霍明轩被迫与爱人分开 和一个蛇蟹一般的女人 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只为给心爱的女人 求一条生路 最后才发现 他活在骗局中 好在这一生的荒唐 在他复仇后 终于结束了 只希望进入轮回后 下辈子潇洒思议的活一次吧 小姐 八点钟进行火化可以吗 工作人员询问道 石七收回心思 嗯 可以 好的 那我们先去准备了 工作人员说完 给霍明轩的尸体盖上 黄步推走了 萧锦业轻抚着石七的 被以示安慰 石七笑了笑 我没事的 他终于解脱了 一个小时后 石七怀抱着骨灰盒 和萧锦业来到了墓园中 墓婉军旁边的墓地 已经被萧锦业买了下来 在墓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下葬了 也完成了最后的步骤 上面的照片 还是他在墓园办理工作证的时候拍的 哎 多好个人 怎么说 没酒就没了呢 走了也好 这回他终于能跟他媳妇天天在一起了 不然看他得空就守在这里 我们心里也跟着难受 听着远处工作人员的议论声 石七接过萧锦业递来的两份供品 摆在两个乡邻的墓碑前 一边上了三炷箱 静静地看了一会儿两张照片 垂眸笑了笑 走吧 别打扰他们了 知道石七他们要去处理霍明轩的后事 四合院内的伙伴们都焦急等待着 也不知道小姐会不会伤心难过呀 陆瑶担心道 毕竟之前石七的反应实在是太激烈了 第697章 团宠小狐狸 第697章团宠小狐狸 哎 不知道啊 也不让我们跟着一起去 一会儿回来 可都别乱说话 听到了没有 宋志军嘱咐着这帮孩子 宋叔 你就放心吧 如雨昊刚说完 就听到了门口的停车声 回来了 回来了 这边二人下车进入院中 小姐 你 云一花到嘴边 又憋了回去 石七挑挑眉 我能有什么事 之前是因为体内诅咒作祟 以后那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了 大家知道石七误会了他们的意思 并没有出言解释 石七说的也没错 之前的灵魂碎片 连他整体灵魂的1%都算不上 想要影响他 根本不可能 况且他觉得 墓园工作人员的一句话 说的挺对的 他终于能守在墓婉军身边了 小姐 你们早上走得匆忙 也没吃上饭 高叔高审做了牛肉烧满 新包的 已经上锅蒸了 石七点点头 好 那我们先回基地训练 然后再去腾龙和麒麟看看 秦天瑞说道 石七摇摇头 那些都是次要的 以后也用不着像之前那样 提升内静了 一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猛了 小姐 为什么 李浩然问道 因为我要将你们的身体 调整到最佳状态 让你们改修炼功法 柳清风不确定地问道 可是小姐 你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灵气存在吗 没有灵气 是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并不代表我没有办法 而且 你们就不好奇 萧景业是怎么使出影天雷那种 需要灵气的招式吗 萧景业之前也有些好奇 但经过这么一说 他也明白了 是小家伙传授功法时 给他吃的那颗阴阳丹 看到萧景业了然的眼神 石七勾了勾嘴角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由于身负重伤 根本无法做出改变 只能创造一部 不需要灵气的休息方式 但现在不同了 他精力充沛 还有那么多功德等待着他 等处理完明汉里 他要将这里变成充满灵气的世界 我们真的能像萧老大那么强吗 听到卢宇浩有些发颤的声音 石七眨眨眼睛 你这是不相信我 怎么可能呢 绝对没有的事 我只是觉得很惊讶 卢宇浩解释道 石七突然想到 茉莉还被封在空间 赶忙解除静止 刚想查看 他便从空间里钻了出来 喂 我说主人 你怎么能把本宝宝 出来的太着急了 他也没看看外面的情况 这才感受到 四周投过来的目光 闭上嘴傲娇的昂了昂头 哎呀 小姐 他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大哥的时候威武霸气 缩小了却这么忙 路遥眼中冒着小猩猩 石七能够感受得出 伙伴们都很喜欢茉莉 还是不忘吐槽 别被这家伙的外表骗了 他可是很傲娇的 刘铁锤往前挪了一步 小姐 我能摸摸他吗 茉莉完全不为所动 转过头看向石七 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要是答应 我就哭给你看 不过再仔细观察 还是能捕捉到 他眼底闪过的一丝脚侠 加上浑浑噩噩这几千年 石七和茉莉相处 应该是不让摸 看到他们有些遗憾的表情 继续说道 也不是不能商量 这一下 成功把众人的好奇心掉了起来 小姐 怎么做 他能接受我们 俊臣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是个馋猫 喜欢吃各种好吃的 想跟他搞好关系 得先贿赂他 这得问萧景业 他比你们了解他 萧景业笑着点点头 至于抱一抱 摸一摸 到现在 他都没尝试过 刘铁锤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路 小姐 我就说你为什么之前 去超市 每次都买那么多零食 还不借你吃 原来都是给茉莉买的 石七应了一声 那他喜欢吃什么 卢宇浩好奇道 看到他 石七想起了之前 跟他刚相识的时候 为了让他保守秘密 往他嘴里扔了的东西 冒充毒药 后来才知道 是小狐狸吃光外表巧克力 剩下的花生豆 因此 他也得了一个口水痘痘的外号 实在没忍住笑了 看着同样忍笑的茉莉 石七说道 反正是不喜欢花生 哦 好 我知道了 说吧 卢宇浩冲了出去 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时 他都跑没影望 众人赶忙追出去 你倒是等等我们啊 高叔高审 端着烧卖过来的时候 就感觉一阵阵风 从身边刮过 好学没把他们手里的龙体掀翻 可让他们惊讶的 还在后面 一进入餐厅 就看到了飘在空中的狐狸 昨天电视直播 他们都看到了 也知道 面前这只狐狸 就是当初长着九条尾巴的大狐狸 小 小姐 大 大少爷 吃 吃饭了 宋书节八道 担心不够吃 多蒸了两 两龙 都拿过来吧 这个小家伙也要吃 别怕 他很可爱的 萧锦叶安慰道 好 二人转身离开了 石七揪着小狐狸的后脊毛 孤在了怀里 变成团宠 这回高兴了 茉莉一改之前傲娇的模样 嘿嘿嘿的笑着 主人 不要激发人家吗 石七瞪了他一眼 别端着了 见好就收 行吧 看在主人的面子上 说着吸了吸鼻子 闻到残留在他们身上的供香味 主人 那边都安顿好了 石七应了一声 这时 高叔高婶端着汤和烧麦走了进来 石七拿起筷子夹了一个 一咬爆汁 实在是太好吃了 有这么多美食在 他为什么要避古折磨自己 感受到高叔高婶期待的目光 石七伸出了大拇指 非常好吃 那就好 二位慢用 我们先去忙了 二人一壶吃过饭 争先恐后去买零食的伙伴们 也回来了 看着堆了一院子的好吃的 小狐狸终于绷不住了 笑嘻嘻的 在他们面前转了几圈 就挺失利眼的 但小狐狸卷着零食返回空间后 石七也严肃了起来 招呼着他们 来到自己房间的客厅 我先调理一下你们的身体 第698张 笔心 第698张笔心 石七一挥手 释放出浓郁的七彩光芒 笼罩在所有人身上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温暖的能量注入体内 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 很快 他们便皱起眉头 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但依旧咬牙坚持着 强大力量 在他们的经脉中不断地游走 强化着每一个细胞 修复着每一个缺陷 调节着一切平衡 石七目光 在他们身上一一扫过 就见众人脸上的斑斑点点 净数消失 皮肤焕发光彩 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 是宋志军 这些年来 操劳奔波 风吹日晒 以及自然衰老所产生的皱纹 全部消失 并角的白发 也在吸收七彩光芒后 全部变成了黑色 年龄仿佛年轻了20岁 早已不见岁月的痕迹 再有那两个大喵 改造之下 美得令人窒息 听到嘎巴嘎巴的声响 石七转头看去 柳清风痛苦地浑身颤抖 与此同时 他矮小的身体 正在不断地拔高 那声音源自于骨骼 身材胖乎乎的柳木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来 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露出了平日里 隐藏在肥肉里的肌肉 云逸 如雨昊 秦天瑞 李浩然 红星和俊臣他们的外在变化 虽然不是很大 但五官变得更加立体 扫一眼过去 就是一群俊男靓女 石七转过头 看向站在身侧 同样被七彩光芒包裹着的萧景叶 好像变得更帅了 狠狠戳动着石七的心巴 如果有人睁开眼 定能发现 他看萧景叶的眼神中 带着小星星 他的反应是这些人里最为轻松的 自身条件本就堪称完美 在七彩光芒的辅助下 气息更是节节攀升 直到他们全部改造完成 石七一挥手将剩余的七彩光芒 尽数收回体内 众人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那眼眸仿佛星辰大海般耀眼 众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低头看向自己的手 随后握紧了拳头 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 一个个刚想说出豪言壮语 就看到了彼此的变化 紧接着金护生此起彼伏 充斥着整个房间 卧槽 木枝你肉呢 肉哪去了 我去 清风你长根了 不是吧 怎么都大变样了 柳萌萌刚说完 伸手捂住了嘴 萌萌你的声音居然充满了阳刚 娘炮被小姐治好了 刘铁锤看着陆瑶 惊呼道 瑶瑶你怎么这么美 说完也愣了一下 他那爷们的嗓音呢 这是谁 这气息 不是吧 宋叔你怎么变成小伙子了 惊讶过后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石七 石七勾传笑了笑 这才是你们原本最完美的样子 因为发育或者其他因素 导致了一些缺陷 我只是把这些缺陷都恢复了过来 而且从现在起 你们算是真正踏上了修针的大门 我现在将适合你们的功法 传入你们脑海 不过可能会有些痛苦 放心吧小姐 那点痛苦在我们这里 什么都算不上 如雨昊嘚瑟地说道 石七挑挑眉 哦 那你一会儿可别叫唤 说吧 上前挨个在他们的眉心处 轻点了一下 看着一个个痛苦的晕倒在地 也不理睬 拉起萧锦叶的手 我们出去吧 这种感悟 不一定持续多久呢 嗯 二人来到东跨院 石七好奇道 刚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萧锦叶认真地点点头 感觉之前茉莉给我吃的阴阳丹药力 好像彻底吸收了 石七一开目光 这或现在太谎言 总忍不住想不合时宜的事情 轻咳了一声 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等我的计划实施后 你或许很快便能跟上我的脚步 话虽这么说 但就算他努力一生 也不可能达到石七的高度 毕竟他们的起点不同 石七出生拥有的便是神体 体内埋藏着一颗无尽的种子 而他虽天赋傲然 却少了机遇 不过 也不是不行 只要能被那二位所承认 正想着呢 石七猛地抬起头 就见一颗光点 从高空冲着他们的方向 急事而来 萧锦叶好奇石七在看什么 也跟着抬起头 还没来得及看 光点就狠狠撞进了他的眉心 一个古朴繁杂的花纹 仿佛烙印一般 打入了萧锦叶体内 这一切 萧锦叶自然是看不到的 感觉到不是 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眼中难眼惊喜的石七 仰头看天 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比了个心 又抛了个飞吻 随后比划着口型 谢谢老爸老妈 爱你们哟 石七是真的高兴 他之前还认为 萧锦叶获得承认的过程 会很复杂 毕竟他身处的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世界 某处 一个身披月色长袍 美得不像话的女人 正嘴角挂着淡笑 低头看向虚无 仔细看能发现 他眼中的宠溺 都快要溢出来了 傻丫头 还笑呢 等你爹的考验到了 有你们哭的 不过 那也要好久以后了 加油吧 就在这时 一个长相如神奇般的 俊美男人 从身后抱住了他 凌儿 看什么呢 没什么 随便看看 男人挑挑眉 忍着笑意 哦 这样啊 小样 如果不是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凌儿能投下神众吗 万万年的相处 在想什么 不用猜都知道 不过 有压力也是好事 能配得上他闺女的男人 必须是最优秀的 虽然那臭小子 是他早就 给那个漏风小庙 选好的 不过 还是得再好好考验一下 石七感觉注视自己的目光消失 明明纯 也收回了视线 这时 萧景业睁开了眼睛 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仿佛体内多出了某种东西 有些疑惑地看向石七 我感觉 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生分发芽 等我想要捕捉的时候 就消失不见了 石七随意道 是吗 我也不懂 或许是你经历了刚刚的事情 有了一点感悟吧 第699章 解决麻烦 第699章解决麻烦 萧景业茫然地点点头 或许吧 话音刚落 口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 景业啊 新石七这两天有时间吗 萧红熙问道 是有什么事情吗 那位想要跟他见一面 看着萧景业的目光 石七摇摇头 过几天吧 等把我手头上的事情忙完 正好也有要紧的事情跟他商量 萧红熙听到了石七的话 好 我转答 不用猜石七都知道 那位找他的目的 之前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太强了 而且成功解决了人类共同的灾难 恐怕又是要说 一堆感谢的话 或者奖励吧 挂断电话后 萧景业问道 接下来要解决的事情 是准备对付那个摩修吗 石七摇摇头 我准备先解决国的麻烦 至于那个家伙 看情况 他暂时无法突破屏障 也跑不了 什么麻烦 也不怪萧景业疑惑 国人已经死绝了 他真想不出来 还有什么麻烦 需要石七去解决 国虽然团灭了 但玄成死之前 并没有将那里的阴邪之气 吸收干净 还有很多残留 而且 那些尸体长时间 被阴邪之气沾染 每一个都有可能 成为定时炸弹 普通人触碰 必死无疑 萧景业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说道 那应该怎么解决 石七神秘一笑 走 咱们现在就去 说着 拉起萧景业的手 从原地消失 眨眼间 便来到了国中心 城市上空 萧景业还不太习惯 空间传送 更是不习惯 飞在空中的感觉 能够察觉出 他有一丝不适 这时 小狐狸从空间出来了 一甩尾巴 主人 你忙你的 我护着萧帅哥 石七轻点一下头 跟他们拉开一些距离后 表情严肃地 张开双臂 手掌冲上 缓缓抬起 国国土上 所有干尸 都漂浮了起来 随着石七双手回拢 快速地向着 他们所在的城市飞来 漫天的尸体 如同飞沙走石一般 就这样 大概持续了一刻钟 国内所有干尸 都聚集在了脚下的城市中 萧景业都看傻了 小狐狸感受到 他的情绪波动 忍着笑意 一点点 说话间 就见石七从空间 拿出阴阳两极碗 将两个碗口扣在一起 一阵光芒闪过 两个石碗 融合成了一个球体 随后 抬手往上空一跑 球体快速旋转了起来 转着转着 表面出现了裂痕 随后一片片脱落 最终露出了里面 由黑白色组成的阴阳球 阴阳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阴阳两极的模样 阴阳球不断放大 向四周散发出阵阵波纹 随着波纹扩散而出 丝丝缕缕的阴阙之气 从干尸体内升起 汇入空中的阴阳球 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等到最后一缕阴阙之气消失 地下的那些尸体 也化成尘埃彻底消散了 连一个骨头扎都不剩 石七收回阴阳球 抬起手 正准备将这个曾经遭人恨的国 从世界上抹除时 突然停下了动作 这个世界陆地面积本来就不多 如果就这么抹去 也挺可惜 不如 而且 现在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到 人类生命的阴邪之气 在自己实施计划前 可以让龙国在这边获取资源 不过 很多两个人就能演的小电影爱好者们 要哭了 国面 他们再也没有新电影能看了 这可比某景空宣布上岸 还要令人崩溃 小狐狸拖着萧景叶 来到石七的面前 七七 这就是那个世界的阴阳之力吗 石七 看向手中的阴阳球 嗯 是的 当初从那个世界玻璃出来的大部分 我真没想到 石七笑了笑 不要小瞧任何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没准就是个宝贝呢 萧景叶认同的点点头 那以后 阴阳二丹就没有了吧 当然有 其实丹药的形成 是我和莫莉 借助阴阳之力 净化邪灵 顺手弄出来的 说着石七一挥手 萧景叶的面前 出现了密密麻麻阴阳两极丹 待他再挥手 又消失不见 有了阴阳之力 帮助会轻松一点 不用也不会麻烦多少 萧景叶点点头 很快新的问题也冒了出来 那个魔修是怎么知道 阴阳之力变成这样一对石碗的 当时我去走的时候 为了不引人注意 幻化如此 抢夺的时候 被他看到了 他料到我身负重伤 再也无法激活 恢复到正常模样 所以 用邪修的功法 在无数小世界中广撒网 吸取力量之余 也在不停地寻找阴阳之力 不然他无法脱离那个世界 晋升也会停滞 那甲瓦呢 是他跟着功法一起丢过来的吗 萧景叶继续问道 以前时期 或许还想不明白 但现在很容易就猜到了 你也看到了 石碗平平无奇 应该是有人 按照他留下的功法 寻不到就想着效仿 妄想能达到 记载中的神奇之处吧 说着时期 将小木盒拿了出来 这是他广撒网的小秘书 但凡看到这个东西 或者他的功法 心术不正之人 必定会被影响心智 以至于生出妄想 再加上所谓提升到一定程度 拥有魔神之躯 以及聚往神所在世界的诱惑 必定会重计 等重计之人 按照邪法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力量 有能力捏碎这个小盒子 他便得到了通知 虽然来不了 但他能够短暂撕裂空间 将所谓的信徒身体上 所积攒的力量 吸收为己用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不会太好受 这方世界虽无天道 但规则严谨 恐怕他前来所消耗的 要比得到的还要多 萧景业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石七笑了笑问道 想不想看看 他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 第七百章 有种你下来啊 第七百章 有种你下来啊 对于那个顶级邪修 萧景业也是好奇的 下意识点点头 又因为担心石七摇了摇头 石七忍得笑意 放心吧 我们换个空旷的地方 说着 拉起萧景业的手 带着小狐狸 一闪来到了一处深海上方 漂浮在空中 萧景业看着下方 伸到发黑的海水 忍不住嘖嘖撑旗 这样的海域 即便是船只 都没人敢涉足 如今却能跟着石七 悬浮在上方 如果换作一年前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 萧景业嘱咐道 石七应了一声 手握小木盒 将其捏碎 一股黑雾 从他掌心四散而出 快速凝结成一根箭矢 直冲天际 萧景业明显感受到了 一股压迫感 抬起头 就见原本湛蓝的天空 突然黑了一大片 仿佛被拉上了 遮光的幕布一般 紧接着 黑色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道 发着红光的裂痕 还没来得及惊讶 就见 两个长满细密鳞片的爪子 顺着裂缝伸了过来 试图撕开一道口子 刹那间 狂风大作 乌云的天空 电闪雷鸣 之前还只是压迫感 可随着裂口增大 萧景业感觉周围的空气 在不断向他挤压 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好在石七 即使在他身上 打了一层护盾 这才好受了一些 石七仰头似笑非笑地 看着空中越撕越大的裂缝 下一秒 一双鲜红的眼睛 顺着裂缝看了过来 好久不见啊 明汉脸 听到这道声音 那双眼黑色的瞳孔 猛的一缩 发出了一道 令人灵魂颤抖的声音 默念 你居然没死 随着他的声音出现 电闪雷鸣越发的激烈 仔细观察能够发现 每一道雷电的目标 都是裂缝 那便是这个世界的法则 他在驱赶不属于 这个世界的邪恶 哼 我怎么会让你 这么轻易得逞吗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 明汉脸鲜红的眼睛 瞇了瞇 时期细细感受了一下 勾起嘴角 少说五千年了吧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独自一人 被封在那个世界的感觉如何啊 说到这里 时期召唤出 阴阳之力幻化的阴阳球 如同玩具一般在手上颠了颠 眼不眼馋 那个世界我 可是给你留了一丝 你怎么不吸收呢 明汉脸气的浑身发抖 为什么不吸收 他原本可以将默念杀死 抢夺他的一切 彻底掌控世界的 可惜还是少算了一步 仅存的阴阳之力 勉强只够让世界运转 但凡他感心一点 那个世界就会彻底崩塌 到时候 他也会因为无法冲破禁锢 与世界一同毁灭 他怎么都想不到 一直被他小瞧的默念 会那么腐黑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声音尖锐刺耳 周围的空气 都在止不住的振战 原本还算平静的海平面 突然变得波涛汹涌 这就是为什么 时期会选择在这处无人海域 召唤他的原因 寻常的陆地 恐怕早就毁了 莫念 你在得意什么 香剑而言 灵魂破碎的你 又能比我强到哪去 我在这么一处 连灵气都没有的小世界 灵魂碎裂苟延残喘罢了 我虽然止步不前 但想要捏死你 还是信手捏来的 只可惜 我无法原身降临 不然我不介意让你魂飞破散 面对如此挑衅 时期面不改色 呵呵一笑 抬手一挥 七彩光芒大战 感受到这股强横的气息 裂缝逐渐有了闭合的趋势 明汉李死死撑着 才勉强维持 时期挑挑眉 收回了对现在的他而言 稀疏平常的力量 诺 你也看到了 我的灵魂可是完好无损 放狠话 谁不会呢 既然你不下来 那就洗干净脖子 乖乖等着吧 我很快就会去取了你的狗命 明汉李一正 怎么可能会恢复 随即看向一旁 飘着的九尾天狐 这个畜生 是这个畜生帮 你酝养的对不对 小狐狸眯了眯眼睛 没有说话 平时玩归玩闹归闹 关键时刻一定要谨记 主人立下的规矩 没得到他的命令 绝对不能说话 你们两个谁是畜生 你心里还没点B数吗 时期嘲讽到 明汉李冷哼了一声 牙尖嘴利 想杀我 可不是靠吹牛的 过不了多久 我撒的网就可以收了 尽管都是一些小世界 但万万一个 总是会积攒出磅礴的力量 我就不信 还奈何不了你 到时候 我不介意亲手撕碎了你的灵魂 夺走你的气域 成为整个宇宙的霸主 萧锦叶听得直皱眉 经历过这么多 他也发现了 这帮内心充满恶念的人 似乎都有着一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了完成 不惜一切代价 不择手段 通过明汉李的话 能够判断出 他在无数个类似的世界中 投放了木匣 这也就预示着 还有很多地方 会因为他的贪婪而毁灭 萧锦叶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 但他也明白 目前的自己太过于渺小 但他并不会因此而消沉 他要不断地努力成为 可以撼动一方世界的强者 用自己的力量 来维护所有无辜的生灵 一道光在萧锦叶的胸口闪过 被石七捕捉到了 不自觉勾起了嘴角 没想到在这一刻 他居然顿悟了 而且还生出了道心 彻底被神中所认可 如此小世界中的一道灵魂 竟会如此纯粹 将来面对严可老八的考验 也更有把握了 石七收回心思 对于明汉李的豪言壮语 毫不在意 他对这个大傻逼的性格 实在是太了解了 吃笑了一声 冲着他勾了勾手指 你咋那么牛逼呢 有种下来啊 瞅你长得癞蛤蟆样 还他妈宇宙霸主 你特么咋不原地爆炸呢 好好洗干净等着 省得到时候 脏了姑奶奶的手 第七百零一章 接受属于他的力量 明汉李正愣片刻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不确认道 你真是默念 你怎么变的 他所了解的默念 性格温柔 端庄 严肃 以前经常被他气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几千年不见 就变得伶牙俐齿 满嘴脏话了呢 如果不是熟悉的气息 恐怕以为换了个人呢 小狐狸看到他的反应 忍着笑意 他知道明汉李想的是什么 刚刚主人所展现出来的 便是生出单独意识时期的性格 这倒是他喜欢的 以前的主人虽然好 可还是有些太包子了 这多好呀 管他三七二十一 不爽就骂出来 我是你祖宗 你特么管我变成什么样了呢 你倒是没变 依旧那么恶心 之前是惊讶 现在只剩下了愤怒 双手猛的用力 将裂缝又扩大了一些 将他的一只大手 冲着石器挥了过来 萧锦叶有些着急 这条胳膊太庞大了 他们似乎还没有人家 一根小拇指大 这该怎么办 关心则乱 以至于萧锦叶并没有看到 石器轻松的表情 和嘲讽的眼神 数到雷电劈向 贸然出现的手臂 这是这方小世界 用自己的力量排斥着他 可随意一道 就能劈毁山河的雷电 在他的身上 只是形成了一道道 灼烧的痕迹 大手的速度依旧不减 就在萧锦叶眼 睁睁地看着那只大手 抓到石器面前时 石器冷哼一声 随意打了个响指 一大股金光 从天空中泼了下来 没错 就是泼下来的 仿佛一直在等待着 石器发号施令 明汉里的胳膊 被金光包裹 如同融化了一般 快速消散成虚无 他吃疼的嚎叫一声 用那双仿佛脆了毒的眼睛 看着石器 默念 石器勾了勾嘴角 滚回去等着 老娘很快就会过去宰了你 说霸一挥手 那道裂缝 以及他不住的嚎叫声 一同消散 头顶黑幕散去 恢复了湛蓝色的天空 萧锦叶目瞪口呆地看着 半晌才回过神来 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了先 萧锦叶点点头 是 但他为什么那么打 石器斟酌了一下 尽量用他能听懂的方式说道 浩瀚宇宙 由无数小世界组成 同时也分三六九等 这里的等级较低 才有了那样震撼的效果 简单来说 就是能量的一种体现 萧锦叶似乎明白了 你是说他所在的 世界维度 比我们这里要高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 即便他身处高维度世界 也奈何不了我 这就是源自于灵魂的力量 而且这里即便等级再低 也拥有一套完整的法则存在 根本容不下他 他这次受到的伤害 以他目前的处境 短时间内很能恢复 虽然不是本体 但也伤到了灵魂 砧板上的肉而已 随时都能解决 你不用太在意 石七随意道 那个世界 已经没有人了吗 石七点头 我被吸入裂缝的时候 那个世界 已经再无生命了 那里本是他管辖的范围 可惜他还没成长起来 就被覆灭了 石七每次想起 就很恼火 不过这一次 他有把握恢复往日光辉 石七看着萧锦叶 笑了笑 你和茉莉先回空间吧 那你呢 待我把属于我的力量吸收之后 我们就回去 看到明显不相信的萧锦叶 笑道 你放心吧 以后正面敌人的时候 我肯定把你待在身边 我并不是要背着你做什么 只是单纯的吸收一下这个世界 奖励我的功德 动静可能会很大 所以 只有这里适合 萧锦叶这才了然 好 走吧 萧帅哥 茉莉说 玩带着萧锦叶回到了空间 石七悬停在空中 盘膝而坐 释放出自己的气势 引动着上方汇集的功德 一道道金色光芒 急速而下 在接近他的时候 画成一颗颗金色光点 迫不及待钻入他的眉心 周围的空间 仿佛被什么力量牵引 泛起了阵阵涟 下方的海水 更是沸腾了起来 空间中 茉莉绕着萧锦叶 不断地转着圈圈 怎么了 萧锦叶疑惑道 不对啊 萧帅哥 你的气息 茉莉突然闭上了嘴 刚刚他在萧锦叶的眉心 看到了一傻似的图案 似乎是受到什么惊吓 身后的九条尾巴 如同天线一样 直挺挺的力气 浑身的毛发 也都炸了起来 随后非常人性化的 退后了好几步 这更让萧锦叶看不懂了 到底是怎么了 茉莉呆愣了一瞬 拼命地摇头 嘴里碎碎念着 没 没什么 你牛逼 我靠 本宝宝真是没想到 一切居然来得这么快 也不知道本宝宝 什么时候能拥有 算了 也无所谓了 跟在主人身边 给我漏一点喳喳就够了 萧锦叶更迷糊了 见小狐狸 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他只能当做没听见了 外面的场景 能让我看看吗 不行哦 现在外面的能量太强 波动太厉害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 萧锦叶也不勉强 转圈看着空间中的环境 那个世界就是这样吗 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你看这四周 都是屏障 曾经那里 有很多壮观的景色 估计都被那个人 搞得不复存在了吧 茉莉说道 你是刚出生 就在七七身边吗 萧锦叶好奇道 茉莉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嘴角挂上了笑意 不是哟 我以前可是称霸一方的 九尾天狐大妖 因为血统天生能力出众 不过却是个坏蛋 如果不是主人出现 制止了我很多荒唐的行为 恐怕这会儿 比明汉里强不了多少吧 是他把我打怕了 作为惩罚 我当了他好长一段时间的做起 开始的时候还很不服气 不过实力太过悬殊 不服也得憋着 后来慢慢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发生了蜕变 我们之间更是感情深厚 那时候的小狐狸 并不是白色的 因为暴虐以及杀戮 他浑身毛发 都是妖艳的红色 因为星星的转变 才变成了如今雪白的颜色 因此 称呼也从随意的狐狸 小狐狸 小红 变成了象征着纯洁 简单的茉莉 第702章 要搏走 第702章 要搏走 萧锦叶被提起了兴趣 七七以前叫默念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茉莉回忆道 主人以前可温柔 可温柔了 轻易不会动怒 不像现在 则则 一生气就炸毛 动不动就泼妇骂街 说到这里 赶忙抬起找找 握了一下嘴 随后不好意思的 吐了吐舌头 嘿嘿 萧帅哥 你得保密哈 如果主人知道 我这样说他 肯定要爱收拾 茉莉话题一转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现在的主人 感觉他整个人 都生动了起来 萧帅哥喜欢主人 什么样的性格 萧锦叶不假思索的说道 他什么样的性格 我都喜欢 茉莉哼哼了一声 就你嘴甜 以你目前的发展 相信不久的将来 也会是我的靠山 萧帅哥到时候 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哈 看到萧锦叶 再次露出疑惑的神情 茉莉黑黑一笑 什么都别问 本宝宝是不会说的 他也很想 从九尾天狐 变成九尾神狐 不要太帅好不好 这样才能更加 威风凛凛的 站在主人身边 就在他幻想的时候 时期已经吸收完 功德之力 回到了空间 一把揪住 茉莉命运的后几毛 将他转过来 面向自己 似笑非笑的看着 来来 你再说一遍 谁是泼妇 刚刚还在幻想 自己成为九尾神狐 浑身散发着 威武霸气的金光 俯瞰众生的画面 在这一刹那片片碎裂 赶忙看向萧锦叶 想让他帮忙求情 结果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他居然别过头去了 求助无望 茉莉收回目光 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 嘿嘿 主人 本宝宝说的是自己 我是泼妇 真的 时期翻了个白眼 我的储物戒指 在你那里吧 还给我 茉莉赶忙张嘴 吐出了一枚散发着白色光芒 样式古朴的戒指 剑时期的注意力全在戒指上 悄悄挣脱束缚 躲到了萧锦叶身后 时期懒得理他 将储物戒指袋 在手指上 轻轻一抚消失不见 随后将意识叹了进去 这种场面 萧锦叶已经见怪不怪了 眼睁睁看着时期的手中 突然多出了一把 外形酷似磨刀的大刀 没有复杂的装饰 通体乌黑 一看就不是繁体 感受了一下重量 这么重 一定很好用 通过神情能够看出 他很喜欢 这回你随便用吧 绝对不会像磨刀那样 承受不住碎裂了 谢谢 切 话没说完 时期拉住了他的手 紧接着 指尖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一滴血珠冒了出来 时期手中又凭空出现了一枚 和他储物戒指类似的戒指 快速沾染了血珠 一阵闪烁后 恢复了平静 时期将戒指塞进了他的手中 接触的一瞬间 萧锦叶感觉脑海中 多出了一处空旷的空间 角落里堆了很多阴阳两极单 这是储物戒指 萧锦叶惊讶到 嗯 如果嫌他碍眼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隐藏起来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切你想放的东西 拿着把刀试试 萧锦叶点头 看向手中的大刀 意念一动便消失了 尝试过后 他认真的看向时期 怎么了 我怎么有种被你包养的感觉 萧锦叶有些不好意思 时期扑斥一声笑了 捧着他的脸 亲了一口 你不要有负担 这对我而言 都是一些稀疏平常的东西 你已经包养我那么长时间了 总要给我几次包养你的机会不是吗 萧锦叶伸手揽过时期的腰 往自己怀里一带 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 他此刻心情有些复杂 也不想说那些有的没的 一切都要用行动去证明 时期伸手还住了他的腰 仰头看着他眼中流转的情绪 嘴角不自觉地挂上了笑容 能力从来都不是他们之间的隔阂 只要他有一颗坚定 和自己在一起的心就好 唯有真心能够战胜一切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仰头准备在他下巴上啄一口 被萧锦叶察觉到了意图 低下了头 双唇印在一起 一触即分 很显然 萧锦叶并不想就这么结束 低头追上 轻轻含住了他粉嫩的唇瓣 就在二人吻得有些忘我的时候 一旁的茉莉咳嗽了几声 要不我走 二人这才想起来 旁边还有一个电灯泡 时期有些不好意思的 将头埋在了萧锦叶怀里 萧锦叶压着嘴角的笑意 低头轻声道 七七 相信我 短短五个字 时期已经明白了 他想说什么 好 萧锦叶轻扶着他的背 七七 相信我会永远爱你 相信我会给你幸福 相信我会努力追逐你的步伐 相信终有一日 我会站在你面前保护你 走吧 我们回家 待二人一壶出空间时 已经回到了四合院内 伙伴们感悟完功法 陆续从房间走了出来 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不只是外在发生了改变 气质也同样有了转变 看到十七他们回来 激动得快要说不出话来 小姐 我们现在就是传说中的先天进吗 李浩然声音发颤地问道 要知道 从他加入这个大家庭后 唯一的梦想 就是追赶上伙伴们的步伐 可无论怎么努力 都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是小姐的恩赐 让他终于能和伙伴们 站在同一个高度 他怎么可能不激动 十七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 点点头 恭喜你们踏入了修真门槛 只要继续感悟功法 未来你们会越来越强 伙伴们热泪盈眶 相识一眼 准备跪下 十七赶忙挥手打断 皱眉道 不是 你们一个两个的 动不动就下跪 是几个意思 见十七不高兴 云一赶忙解释 小姐 是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轨迹 还传授了如此珍贵的功法 使我们一跃成为强者 说你是我们的再造父母也不为过 当得这一跪 第703章 嗨 老伙计 第703章 嗨 老伙计伙伴们认同地点着头 十七翻了个白眼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走吧 我当你们是伙伴 是朋友 是家人 你们居然要跪我 小姐 你别生气 看到他们窃窃的眼神 十七忍着笑意 见好就收 轻咳了一声 夏不为烈 小姐我跟你们翻脸 说着 摊开手拿出了一大把黑色的储物戒指 才知赵他和萧景业手上的逊色了一筹 里面的储物空间也大打折扣 不过 也不小了 对他们而言足够了 就近塞进了身边的柳蒙蒙手中 这是储物戒指 你们一人一个 低血认主后 就能随意使用 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 十七继续说道 我在每个戒指里 放了一些阴阳两极丹 这个世界还没有灵气诞生 你们现在只能依靠丹药提升自己了 储物戒指的事情 还没惊讶完 又被十七的话惊到了 小姐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将来也会有灵气吗 路遥问道 十七挑挑眉 并不想多说 有没有 只是他脑海中暂时的一个设想罢了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一旦出现什么纰漏 恐怕会给这个世界 带来毁灭性灾难 晚一些再说也不迟 你们先把戒指认主吧 紧接着 就是一众人站在那里 啃手指头 往戒指上滴血的画面 几次简单的尝试后 他们也明白了其中的窍门 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 这时 秦天瑞的手机 响起了一连串的提示音 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猛地拍了一把脑门 玄成的事情解决 倒是忘了躲藏在 其他国家的核心人物 刚刚技术部门告诉我 论坛后台有很多人发私信说 看到了我们要寻找的面具人 众人被这一提醒才想起来 还有隐患没解决 别说他们了 就连十七都忘了 他缓缓闭上眼睛 释放神念 很快便找到了这个世界上 体内蕴含静气 并充满恶念的人 别说 还不少呢 他可不想自己创造的内境休息之法 成为他们恶贯满盈的杀人戾气 意念一动 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接收到了 刚刚他锁定的位置信息 不等他们询问 十七说道 给你们几天时间分头行动 把你们脑海中看到的人清理了 正好也体会一下 你们刚刚习得的功法 还有核对一下所在位置 及后台私信是否匹配 如果对上的话 要来地址送上凌云的黄金手办一个 放心小姐 绝对完成任务 似乎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众人迫不及待的 就要往外冲 等等 萧景业叫住了众人 你们去特殊部队 告诉他们要去的国家 我让上面打招呼申请航线 全程接送 众人眼睛一亮 谢谢萧老大 我们现在就出发 说吧 他们就冲出了四合院 十七无奈地摇摇头 萧景业却有些不解 七七 依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轻松解决 为什么非要他们去一趟呢 十七笑了笑 你没看他们空有一身力量 没地方释放吗 正好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练练手 也顺道告诉其他国家 龙国不只有吴明氏和萧将军 还有更多成长起来的高手 萧景业明白了 十七这是想借着 亲力杀手组织与党的机会 彻底让龙国傲立在世界之巅啊 对了 你给家里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一声 要跟我出去几天 十七说到这里 又想起了什么 算了 我跟你一起回去一趟吧 正好你们家有我的东西要取回来 不等萧景业问 十七把小狐狸塞进空间 带着他来到了萧家老宅 二人凭空出现 吓了在院子里散步的萧红溪一跳 感受到气息 眼神从警惕变成了惊喜 十七过来了 吃饭了没有啊 萧景业摸了摸鼻子 他爷爷似乎并没有看到他 我和七七要出门几天 可能无法联系 找不到我们别着急 萧景业说到 以十七的能力 萧红溪怎么可能会不放心呢 好 萧红溪目光在萧景业脸上停留了半晌 感觉他变样了 但又说不上哪变了 可能目光太过于直白 看得萧景业心里直发毛 萧爷爷 我今天过来是要取个东西 听到十七要取东西 萧红溪一正 不知道要取的是在后院 哦 哦 那你带路 一行三人来到后院 绕到了祠堂后方 那里有一个被吐埋了大半的古老石碑 萧红溪有些茫然 十七 你要取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块石碑 从他懂事起 就一直注立在这里 曾经询问过家中长辈 但得到的答案 都是不知道三个字 十七轻点一下头 上前拍了拍石碑 出来吧 话音刚落 石碑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 持续了几秒后 石碑猛地破土而出 漂浮于空中化成鸡粉 入出了里面 一把泛着红光的长剑 长剑嗡嗡作响 在十七身边转了几圈 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十七勾起唇角伸手一握 一股庞大的气劲 从长剑内爆发而出 如果不是萧锦叶 眼疾手快地扶住了萧红溪 恐怕都要被震飞出去 十七轻抚着刀身 缓缓道 这把剑是我的随身之物 自爆前 我让萧家老祖帮忙保管 如果遇到有缘人赠鱼也无妨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依旧在等我 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长剑再次嗡嗡作响 十七一挥手 将其收进了空间中 小狐狸一脸欣喜地 看着漂浮在面前的红色长剑 嗨 老伙计 我就说 主人很快会来接你吧 萧红溪脸上的惊讶 还未退去 一块饱受岁月摧残 连碑纹都无法看清的石碑 居然藏着一把神剑 看来肯定是老祖宗 使了什么手段 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来 萧家无人能看透 这其中藏着什么 第704章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第704章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萧锦也知道 十七取到东西后 就要前往那个世界 与明汉里了解恩怨 如果他来跟上面打招呼 申请航线 可能会耽误很多时间 爷爷 我想请你帮个忙 萧红溪在知道时 七派伙伴去其他国家解决隐患 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放心吧 这件事交给我 那些国家应该会很欢迎他们的到来 二人离开萧家后 十七又给外婆打了个电话 告知要出门几天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那个世界的时间流速 和这边是不同的 空间是被十七单独划分出的区域 所以时间流速与他所在的世界相同 但是一旦打开那层结界 所消耗的时间 就不能用这边的来换算了 挂断电话 二人回到空间 萧锦也有些担心地问道 七七 现在就开始吗 十七手中握着泛着红光的长剑 淡淡一笑 嗯 是时候做得了断了 说霸一挥手 四周雾蒙蒙的屏障 瞬间变得通透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外界的景象也出现在空间四周 受到影响 空间内光线变得暗淡 待看清外面的景象 不仅是萧锦叶和小狐狸 就连十七都皱紧了眉头 漆黑的天空中 漂浮着一团团暗红色的云 周遭的土地全都是焦黑色 河流干涸 山川崩塌 完全看不到一丝生机 更不要提升命迹向往 隔个鸡米 就能看到几具风化的白骨 仿佛一阵风吹过 就会彻底消散般 如果世间真的有炼狱 那一定是这里 无疑了 茉莉心里很难受 曾经的家园 如今却是这般景象 扁着嘴 眼含泪花的看向十七 主人 十七轻叹一口气 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萧锦叶更是感受到了一股窒息感 竟然被毁成了这样 明汉里将这世间所有生灵 转化为阴邪之气 榨取了一切生机 我们脚下踩着的 是唯一一块净土 就在十七说话之际 一双鲜红的眼睛 透过天上的云朵 看向了他们这边 身后的翅膀猛的一扇 如同炮弹一般 冲着石器的方向 击射了而来 砰的一声 撞到空间外的结界上 被弹飞了出去 十七勾起嘴角 眼神冰冷地看向那道身影 这处空间法器 可是他刚满百岁时 母亲送的礼物 岂是这么轻易能撞破的 明汉里一脸愤怒地站起身 脚下一灯 挥舞着身后的巨型翅膀 来到了境前 他的真正面目 也彻底暴露在他们面前 漆黑的身体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鳞片 而他的脚 仿佛牛蹄那般 只有两半 每一个关节处 都长出了道刺 头上顶着四个巨大的恶魔脚 身后一对暗红色的庞大翅膀 外形与蝙蝠翅膀神似 一口锋利的獠牙 因为嘴唇包不住 全部刺在外面 那双鲜红的眼睛 仇视着石器 仿佛下一秒 就要将他生吞活泼了那般 怪不得这么多年 我都没发现 这里还有一片被封印的空间 默念 真是好手段 如此法宝 你还真是舍的 难道这就是你抽取阴阳之力的手段吗 石器挑挑眉 我的手段多了去了 如果不是你利用百万修正者的精血暗算我 让我一时不察中了计 你觉得 你还能白赚这几千年的寿命吗 明汉里眯了眯眼睛 你应该明白 我能一次让你魂飞魄散 就能做到第二次 说吧 两个爪子往旁边一抓 天空中火红色的云层 凝聚出了无数里人 随着他的手挥下 全部射向了空间屏障 激起了一阵阵波澜 尽管如此 也依旧奈何不了 石器摇头失笑 这么心急的吗 多年没见 难道不应该先叙叙旧吗 见面就动手 你也太不尊重老朋友了 石器越淡定名汉里 越是恼火 咬牙切齿道 默念 我要吞噬你 撕碎你 连同着你身边的畜生和小白脸 哈哈哈哈 石器看了一眼 一旁被叫做小白脸的真男人 他对对方的口舌之快 毫不在意 倒是有一点 让石器有些许的疑惑 萧锦叶此时散发出的气息 怎么让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没时间想那么多 冲着明汉里一笑 看你这恼羞成怒的样子 我感觉特别的开心 明汉里更气了 这便是入魔人的特质 一言不合便是滔天的怒火 倒也是石器想要在他身上看到的 他越是愤怒 石器越是愉悦 明汉里挥手间 凝聚了一大团火红色能量 继续攻击着屏障 我就不信我破不开 石器摊摊手 示意他继续 就这样 足足攻击了十几分钟 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招式 就连抓闹啃咬都用上了 结界才开始 有了一些不稳 又持续了五分钟 他的一个爪尖 终于刺了进来 石器捞过飘在一旁 怒视前方呲牙的茉莉 塞进了萧锦叶的怀里 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主人 七七 石器给他们了一个安心的眼神后 手中握着早已饥渴难耐 嗡嗡作响的长剑 缓步走出了屏障 见他出来 明汉里不知道想到什么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灰爪冲向石器 默念 你给我死 就在萧锦叶和茉莉紧张之际 石器手中 长剑随意一挥 一道金光 随着剑锋斩了出去 打在了明汉里的身上 自拉一声响 一股浓郁的黑气 从他受伤的腹部喷涌出来 明汉里不断后退 和石器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这 怎么可能 这不是属于你的力量 石器轻叹一口气 知道什么叫先破后力吗 你早该明白 我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 明汉里 今日就是你将吞噬的力量 还给世界的时候了 明汉里终于冷静了下来 站在远处观察着石器 境界并没有发生变化 仍旧是当初让整个世界 艳陷的太一惊 可为什么他使出的力量 自己无法感知呢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默念的实力很垃圾 二是强横到超越了他的认知 第705章 求你放了我 第705章 求你放了我看到 他变化莫测的神情 石器也不打断 是时候让他认清事实了 哼 就算你再强又如何 终究还是 我的手下败将 话说的虽然豪横 但他根本不敢近身攻击 意念一动 头顶上火红色的云团 快速凝结 紧接着 从中降下了一团团火球 有目标的 冲着石器砸来 石器面不改色打了个响指 一道金色护盾 包裹在周身 火球在接触到的瞬间 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快速改变轨迹 砸在地面上 形成了一道道沟壑 石器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意 你这是想跑吗 你说你又逃不出这个世界 能跑去哪 给我滚下来 石器的话如同神指一般 明汉里感受到了一股 从上而下的强大压力 瞬间失去了身体掌控权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激起一片尘埃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做到 你管我怎么做到的 明汉里 我命令你 将你吞噬的力量 都给我还回来 明汉里挣扎着站起身 看着石器这负淡然的模样 恨得牙痒痒 你休想 我要你死 你必须给我死 说着弹尸而出 挥舞着手中的力爪 向着石器的方向抓那来 结果还没到近前 他就感觉到了危险袭来 快速调转方向 可还是慢了一步 他的双手 被石器手中的长剑 齐齐斩下 龙玉的阴邪之气化成 一个个骷髅的样子 鬼哭狼嚎地 从他的断腕处涌出 默念 你居然敢伤我 石器不屑一笑 你算个锤子 我有什么不敢的 明汉里怒吼了一声 体内爆发出 浓郁到实质的阴邪之气 同时出现的 还有更为害人的 鬼哭狼嚎声 但是细细感受 又会觉得哀伤 那是无数生命绝望的求救 阴邪之气不断地扩散开来 遮挡住了所有人视线 以至于空间中的 萧锦叶和茉莉 因为看不到石器 紧张了起来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萧锦叶将茉莉放到地上 快步走到结界边缘 萧帅哥 你不能去 你要是去了的话 就会给 茉莉的话 说到这里顿住了 萧锦叶并没有要出去 给十七天乱的意思 反而双手触碰到结界上 从她的体内 散发出一股股磅礴精纯的能量 与结界融为一体 正当茉莉疑惑之际 砰的一声巨响 整个结界都跟着狠狠地晃了几晃 茉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萧锦叶摇摇头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 我应该这样做 明汉里意识到 自己根本不是默念的对手 便起了拿她留在结界中 男人和狐狸作为人质的想法 她认知中的默念 是绝对不会放弃身边任何人的 抓着软肋 无论什么条件 不都由着她来提吗 她以为结界已经松动 只要权力一击 避会冲破 就算要挟无用 她也相信自己能从结界中 找到前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到时候彻底隐藏起来 默念就很难找到她了 只是 无论她怎么想 都想不明白 为何结界的力量 会比刚才还要雄厚呢 一切不过是明汉里自欺欺人罢了 如此黑气 可能会遮挡旁人的视觉 却无法遮挡住石器的眼 所以 早就预判了她要做什么 只是当她刚准备将空间结界加固的时候 就看到了行为异常的萧锦叶 以及 她那双泛着紫色的眸 难道 石器收回心思 晚一些再说也不迟 一记不成 明汉里也不恋战 一挥手 断掉的双手 快速恢复 狠狠的一拳 垂在了胸口上 张开嘴 一抹红光从她口中吐出 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以防夜长梦多 快速向着被黑气包裹的石器方向挥出 这便是之前将石器灵魂打散 由百万修真心血凝聚而成的诅咒之力 能伤默念一次 明汉里有信心 再伤她第二次 似乎已经想到了后果 兴奋的浑身颤抖 可就在她期待的时候 面前的黑色突然消散 站在她不远处的石器 正面带嘲讽地看着她 明汉里不可置信地看向 被石器捏在手中的诅咒之力 怎么可能 石器手中用力 只见那抹红光扑的一声爆开 化成黑气 消散在天地间 怎么不可能呢 我之前是挺单纯的 但并不代表傻 你说是吧 石器觉得是给她脸了 让她一次次地挑衅自己 刚才居然还试图抓自己在意的人 当挡箭牌 明汉里 受死 石器挥舞着闪着金光的长剑 一闪身来到了境前 狠狠地劈了下去 明汉里矮下身 快速地躲闪着 但还是贴着头皮 被石器劈下去了两个脚 连带着一条手臂 明汉里痛苦地嚎叫着 她体内的力量很玄妙 在她强大的时候 能够被她所用 但在她虚弱的时候 也避讳反噬 如同石骨般的痛 使得她越发的癫狂 默念 是你逼我的 那就全都去死好了 说吧 她将唯一一只手 狠狠地插入地面 她要将维持这个世界 正常运转的阴阳之力吸收 既然打不过 那就陪我一起去死好了 我们同归于尽 这是明汉里最后一个办法了 就算是死 她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 况且 能和如此大气韵之人一起死 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丝生机 然而 她费力了半天 都没能感受到 那仅剩的一丝阴阳之力 时期也不阻拦 只是实在没忍住 笑出了声 这种小把戏 你觉得能成功吗 说话间 轻轻抬手 一道金光笼罩在天际 打破天空的黑暗 穿透火红的云层 罩在了明汉里身上 她的身体 在接触到金色光芒时 瞬间被点燃 啊 强烈的灼烧感 使得她痛苦的嚎叫 身体仿佛丧失了力量 跪趴在地上 无论她如何挣扎 都无法扑灭 看到她如此 十七面无表情的说道 你就在灼烧灵魂的痛苦中 见证这方世界的复苏吧 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只是 想要变强 我有什么错 难道你就是高尚的吗 你不是最有同情心 最善良的吗 放了我 求你放了我 我去别的世界 再也不给你找麻烦 啊 第706章 两个极端 第706章 两个极端同情心 善良 明明是包一词 听在十七耳中 却充满了嘲讽 她早就该明白的 这世间不是所有生灵 都值得去感化 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众 而造成如今 生灵涂炭场面的罪魁祸首 就是她那可笑的善良 和同情心 上万岁的默念 甚至还不如 藏魂的使气活得通透 她没有泛滥的同情心 信奉的只有善与恶 虽然手段暴虐残忍 却不曾留下任何祸患 还拯救了万千生灵 获得了无限的信仰与崇拜 以及那磅礴的功德之力 这一刻 作为默念 终于懂了 父母将她丢下来历练的真正原因 世间一切分阴阳 一旦平衡被打破 那必将会造成灾难 而她和明汉里 就是两个极端 她虽是魔 同样也是默念心中的魔 收回心思 十七看向趴在地上 苦苦挣扎的明汉里 你当我傻吗 放任你去其他世界卷土重来 你这种垃圾 就应该彻底消散在天地间 说话间 她一挥手 加大了金色火焰的燃烧 功德之力 是邪物的克星 啊 明汉里体内的阴邪之气 在燃烧中 转换成生命之力 洒向天地间 默念 我要杀你 杀你 明汉里感受着不断流逝的生命 痛苦的在地上打着滚 嘶吼 突然 她停住了动作 猛的抬起头 满是恨意的眼睛 死死瞪向士气 默念 你以为我无法摧毁这个世界 就真的没办法 与你同归于尽吗 说话间 她的身体仿佛被冲了气斑 不断地膨胀 皮肤上细密的黑色鳞片 大片大片脱落 露出了里面血红色的皮肤 哈哈 怕不怕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强 但我剩余的力量 还是足以毁掉这个世界的 默念 我们一起去死吧 时期嫌弃地看着包裹在金色火焰中 都无法遮挡的丑陋面貌 冷声道 你觉得 自爆就能毁掉一切吗 将其熄灭时 一股浓郁的紫色能量快速而来 覆盖上明汉李被燃烧的身体 也就在一瞬间 他膨胀的身体迅速扁了下去 明汉李震惊地看向力量的来源 是那个被他称作小白脸的男人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萧景夜没有说话 但那双泛着紫色的深邃眸子 却冷冷地看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双眼眸让明汉李感觉到了 来自灵魂的恐惧 时期饶有兴致地看了萧景夜一眼 便收回目光 随后一仰手 又一道金光打在明汉李身上 加大了伙食 啊 默念 你不得好死 别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 早晚有一天 我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 第一个撕碎的就是你 明汉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时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该不会觉得 你的小动作 我没发现吧 明汉李一正 你什么意思 时期没说话 抬手在面前轻轻一划 一道空间裂缝出现 他将手慢慢叹了进去 明汉李有些紧张 难道自己之前做的事情 真的被发现了吗 怎么可能 哎呀 被我抓到了呢 明汉李紧张地连身上 尸骨般的疼痛都顾不上了 鲜红的毛子 死死盯着石器胳膊 终于 在见到他收回的手中 抓着的东西时 瞳孔猛缩 那是一道魂力微弱 还没有产生意识的分魂 默念 你 你放了他 你不能这样 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连这么一个虚弱的灵魂 都不放过 不可以 我求你 算我求你了 明汉李嘶吼的声音 都有些发颤 满眼的绝望之色 石器完全不为所动 那么 曾经的你想过放过我吗 你还挺聪明 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就将一道自认为 我察觉不到的残魂 强行打入到小世界中 你以为我发现不了吗 石器脸上嘲讽的笑容 看在明汉李眼中 格外的刺眼 他知道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已经没有任何 重新开始的可能了 你是怎么找到的 尽管不甘 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还不明白吗 你所吸收的力量 全部来自于这个世界 说到这里 石器没心处 显出了一道 独属于这个世界的 古老图腾 双眼中更是迸发着 强烈的光芒 一时间 整个人的气场 发生巨大的转变 端庄优雅 神圣不可侵犯 声音里也透着威严 明汉李 你觉得 我是怎么找到的 明汉李痴痴的 看着面前的石器 你 你 他现在才明白 那个曾经被他 耍得团团转的女人 经过这一番劫难后 居然成为了 这方世界真正的主人 看着石器手上的动作 明汉李知道 即将要发生什么 默念 不要 不 你放过我 放过我 石器完全不予理睬 只见一道金光 打入懵懂的分魂中 虚弱的灵魂 甚至连一声 尖叫都没有发出 便灰飞烟灭了 紧接着 他双手向前一伸 阴阳之力祭出 默念 我诅咒你 我不等他将话说完 相互缠绕的阴阳鱼 就彻底将他绞成了粉碎 几乎是同时 无限的生机 洒满了大地 他身体最后一丝组织 阴阳之力不断地放大 将整个世界笼罩 最终合二为一 石器也在这个过程中 缓缓飘向天空 在他的身后 闪烁着繁杂且神圣的符文 预示着这方世界主人的身份 世界重新复苏 他也摆脱了石器生的身份 被这个世界本源所认可 渐渐地 天空中红云静散 黑暗褪去 生命之力凝聚成云团 下起了甘铃 滋润万物 所到之处 大地重新焕发生机 万物生长 茉莉激动到 主人终于成功了 萧锦叶点点头 似乎受到了感召 他眼眸中刚刚隐居的紫色光芒 再一次呈现 第707章 回归 第707章 回归石器缓缓落地 张开双臂 将飞奔而来的茉莉抱在怀中 轻轻抚摸着他脊背上的毛 茉莉 以前是我错了 不是所有生灵 都如你那般存在善根 茉莉用爪爪紧搂着石器的脖子 毛茸茸的小脑袋 在他颈窝处蹭啊蹭 主人 这些年你辛苦了 不 是你辛苦了 如果没有你 恐怕我早就 消散在天地间了 茉莉抬起头 认真的 看着石器的眼睛 主人 这与你为本宝宝做的那些 比起来差远了 他们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却成为了彼此的救赎 石器不想在谁为谁 做了多少 上过多纠缠 感受到萧锦叶的气息 茉莉让开位置 下一秒 石器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七七 你真的很棒 萧锦叶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这倒是说的 石器有些不好意思了 走吧 我们去看看这个世界吧 好 石器抱过茉莉 拉起萧锦叶的手 腾空而起 翱翔在新生世界上空 他们翻越了山巅 看到了群山连绵 云雾缭绕 穿过了山谷河流 听到了如同天爱之音般的 潺潺水声 世界草木葱龙 鲜花开满 风蝶虫鸟与流水 合奏出了生命的乐章 他们穿过密林 走在透过树叶缝 细洒下的斑驳光影中 感受着微风中清新的气息 以及复苏的灵气 这便是充满了生机的新世界 仿佛一幅绝美的画卷 深深烙印在了他们心中 就在他们沉浸在美景中时 天空之中 突然凝结出了一团 不合时宜的乌云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威力 石器皱了皱眉 他是这方世界之主 心念一动便能感受万物 可偏偏这团云 并不属于这里 就在石器犹豫 要不要强行将其打散时 萧锦叶松开了握着他的手 不受控制的飘向云团 石器刚想将他拽回 忽而一阵停下了动作 这可急坏了毫不知情的茉莉 主人 萧帅哥 这是怎么了 快把他拉回来啊 见石器不为所动 腾起锥上 还没飞多远 就被石器一招手拉了回来 无碍 这是他的机遇 话音刚落 云层中酝酿的第一道雷 冲着萧锦叶狠狠劈了下来 咔嚓一声巨响 威力大到整个世界都跟着颤了颤 但一人一壶惊奇的发现 萧锦叶似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依旧闭幕飘在空中 微然不动 而他身上的气息 也越发的让石器觉得疑惑 那是属于同类的气息 同时 一个问题在脑海中浮现 萧锦叶到底是何方神圣 雷电劈下来了足足久道后 乌云静散 下一刻 萧锦叶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不等石器反应 便将他吸了进去 石器皱紧了眉头 你在这里 我跟上去看看 好的主人 你一定要小心 茉莉嘱咐道 石器身形一闪 在裂缝合并上的一刹那追了过去 穿过裂缝 看到所处的环境后 石器终于懂了 晚天星河 无尽苍穹 脚下便是一颗蓝色的星球 萧锦叶此时 正静静地漂浮在那里 身后的符纹 不断闪烁着紫色的电芒 一团阴阳之力 在头顶上凝聚而出 身上的气息 也在不断攀升 直到上升至太 已经才停下来 他被赋予了这方世界之主的印记 而属于他的世界 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这片世界 随着他的出现 也提升了等级 在石器的认知中 萧锦叶不过是一个 低等世界的普通灵魂罢了 虽然天赋傲然 可还未到被世界本源认可的程度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 突然感受到 两股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气息 惊喜地转过头 就看到了那两道令他思念的身影 爸爸 妈妈 话一出口 逗大的泪珠也随之不住滚落 身体不受控制地 扑进了妈妈温暖的怀抱中 石器的坚强只是相对的 无论何时 在他们的面前 永远只是个孩子 念念 这些年受苦了 男铃温声道 石器摇摇头 抱紧了妈妈的腰 随后转头看向 站在一旁眼 含笑意的男人 爸爸 嗯 莫燕轻轻抱了一下女儿 大掌轻抚着他的头顶 石器吸了吸鼻子 你们怎么过来了 因为你们的存在 小世界得到了晋升 同时拥有了主人 我们自然是要来看看的 莫燕解释道 石器点点头 可是爸爸 为什么是萧锦业呢 要知道 想要成为世界之主的条件 可是很苛刻的 不仅需要可以奥利世间的实力 还需要各种魔力与机缘 而萧锦业 却是个刚刚踏入修行的人 怎么可能会这么容易 虽然他是因为起点不同 才有机会成为一方世界的主人 但规则他 还是很清楚的 男铃看了莫燕一眼 因为你们拥有近乎相同的经历 只不过不在同一个世界罢了 就如你被莫力拯救那般 他是被你爸爸救下来 丢到这处小世界的 好在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及领悟 回归本心本体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看到自己女儿对萧锦业的担心 男铃起了逗他的心思 念念 要不要和妈妈爸爸回去 石器很想和他们回去 父母所在的地方 没有代理 他是没有资格前往的 可他真的要丢下萧锦业吗 他的迟疑已经给了答案 莫燕勾了勾嘴角 事实打断道 不行 他自己都有伴侣了 回去跟我抢媳妇 像什么话 想回家 那就靠你自己的努力 我相信再有个十万年 你就可以做到了 听到父亲赤裸裸的嫌弃 石器别嘴 一脸的委屈 男铃伸手将他抱在怀中 念念 虽然很漫长 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去做一切你想做的事 错了不要怕 只要能从中悟到道理就好 石器咬了咬嘴唇 可我 你只是没能阻止罢了 那是那方世界的劫难 是否有你的干预 都不能改变什么 就如同你的灵魂一样 无论是人 还是神 意或者的 没有逆境 永远都不会成长 石器点点头 又紧了紧抱着妈妈的手 这要是让你的伙伴们知道 不得笑得大哑 多大了 还这么黏练 第708章 甜不甜 第708章甜不甜 石器全当没听见 不肯撒开手 莫艳笑着摇摇头 抬眼看向萧景叶 深邃的眼眸微闪 练儿 我们走吧 他快醒了 萧景叶醒来的瞬间 脑海中一片混沌 但很快就接受了 发生在身上的一切 抬眸看向背 过身飘在不远处的身影 轻唤了一声 七七 石器擦了擦眼泪转过身 鼻子都哭红了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萧景叶还是第一次看到石器这样 瞬间乱了阵脚 快速上前 温声道 怎么了 七七 怎么哭了 石器挤出了一丝笑容 转移话提道 男朋友 你又变帅了 而且还变得那么厉害 真好 萧景叶轻轻擦拭着 怎么都止不住的泪水 心疼的厉害 乖 不哭了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 突然响起了一道威严的声音 你小子好好对我女儿 不然我能救你 同样也能毁了你 一时间 更多的记忆片段涌入脑海 在那场世界之战中 最终他以一命抵一命的自爆方式 画上了 就在他即将消散在天地间时 出现了一个男人救了他 想到石器的反应 以及那一声女儿 他终于明白了 其中的关联 没想到 让他爱尽骨子里的女人 是救命恩人的女儿 无论是什么身份 没有人知道 他的内心有多么坚定 他是十七万年岁月中 唯一的爱人 他又何尝不是呢 无尽的岁月中 他的心只为他而跳 郑重地看向石器之前所望的方向 不管对方能否听到 心中发誓道 我会爱他永生永世 若敢辜负灰飞烟灭 半晌 脑海中响起了一道愉悦的轻笑声 萧锦叶知道 对方听到了他的誓言 收回心思 将石器宝贝式的揽入怀中 轻声道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配得上我的七七了 也终于能站在他的面前守护他了 石器仰头看着他 破涕为笑 嗯 那以后就要仰仗男朋友了 我开始摆烂 看着那双亮晶晶的毛子 萧锦叶觉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只副倾出着光华的小脸 宠溺一笑 好 都依着你 低下头 稳去了挂在眼尾的泪水 随后煞有介事的扎扎嘴 真没想到 七七连眼泪都是甜的 石器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这男人居然学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倒是将之前离别的不舍冲散了一些 你骗人 便缓缓闭上了眼睛 这个吻不存在任何欲望 有的只是相互间浓浓的爱恋 半嗓 双唇分开 两个额头抵在一起 萧锦叶仰起了唇角 怎么样 甜不甜 我没说谎吧 石器伸手在他的腰间掐了一把 不甜 那女朋友要不要再尝尝 萧锦叶挑眉问道 不要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狡猾了 萧锦叶笑得开怀 打横将他抱起 走吧 这次换男朋友 带你回去 身形一闪 二人已经来到了国上空 石器有些疑惑 为什么要来这里 等一下你便知道了 说吧 萧锦叶一挥手 一股强横的能量 覆盖在整个国上空 转瞬间 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 就连国最为知名的火山 都没能幸免 随着萧锦叶再次挥手 整个地壳发生了变化 伴随着轰隆声 高山耸立 花草树木拔地而起 一股股清泉 从地下喷涌而出 形成了河流小溪 漫山遍野的花海 俨然一副人间仙境的景象 七七 我先放你下来 石器应了一声 漂浮在萧锦叶身边 就见他双目紧闭 额间紫色的图案 一闪而逝 一团阴阳之力被寄出 不断地放大 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渐渐地 空气中诞生了一股灵气之源 感受了一下稳定程度 萧锦叶拉起石器的手 我争取快速将这个世界 和你那边靠拢 石器点点头 未来这里一定会非常有趣 不像我那边 连个人影都没有 重创后刚刚恢复 也很正常 如今这个世界拥有了灵气 人类的体质 很快就会发生改变 以龙国人的智慧 相信过不了多久 便能摸索出相应的功法 不知道七七有什么打算吗 萧锦叶问道 石器想了想 按照规则 在没有发生毁灭性事件时 我们是不能过多干涉的 所以 除了给亲朋好友们开个后门外 就顺其自然吧 这倒是和萧锦叶的想法 不谋而合 只向面前的仙境 那就将这片土地 作为大家修炼的基地吧 石器皱了皱眉 这不会造成战乱吗 其他国家 怎么可能会让 萧锦叶笑了笑 如今局面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谁敢跟龙国 跟无名是抢 况且几百年前 这片国土 本就属于龙国 好 那你看着办吧 萧锦叶如今已经和石器 站在同一个气跑线上 他们的归属 有很多种方式 他现在很想知道石器的选择 七七 以后我们去哪里生活呢 那个地方有什么意思 冷冷清清的 我还是喜欢这个热闹的世界 还有那些可爱的家人朋友 我还是想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生活在这里 萧锦叶认真地点点头 好 七七来决定就行 不过 无论你去哪 都必须带上我 那是一定的 二人做了一番商量后 便闪身来到了那处 守卫森严的大院中 突然出现的两个人 使得一众守卫 警惕心大气 好悬扣动扳机 待看轻面容后 才急忙跑进室内通报 很快 长者的秘书小跑者迎了出来 带着他们来到了一间办公室 开门时 长者正看着平板电脑中 卫星传回来的内容 这几天 他的心情从未平静下来过 五天前通过卫星亲眼看到时期 将国所有干尸 汇集到一起销毁 那景象壮观的 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 第709章 无名仙境 第709章无名仙境 刚刚他又看到萧锦叶挥手间 让国变成了仙境 目前所发生的一切 都颠覆了他的认知 看到来人赶忙招呼道 快进来 秘书将人引到 将办公室的门关延 你们大可放心 这间办公室里 没有任何的监控 以及录音设备 不等二人回答 他将平板中的内容 展现了出来 我能问问 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看着卫星府看拍摄的画面 时期和萧锦叶对视了一眼 哎 科技太发达 想胡周几句敷衍 过去都没办法 萧锦叶挥手形成一道结界 将他们与外界隔绝 与长者进行了 两个多小时的详谈 长者从开始时的面露震惊 到最后的红光满面 完全接受了这一切 当二人准备离开时 石七顿住了脚步 你作为龙国的头号人物 必须有个好的体魄 来面对颠覆世界的改革 就在长者猜测时 七说这番话的用意时 手中被塞了一颗药丸 一会儿 别忘了吃 下一秒 他便被一抹七彩光芒 包裹住全身 渐渐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感觉一阵轻松 也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灵气 无论是曾经在战场上受的旧伤 还是这些年来 因为操劳导致的不适 统统不见了 捏了捏拳头 正准备感受体魅的力量 这才想起 石七之前给了他药丸 毫不犹豫地塞入口中 坐在椅子陷入沉思 就这样 一直到天色暗下来 他终于按照 石七和萧锦涅的建议 规划好一切 按下了身边的按钮 过来一下 我有命令要下达 秘书很快敲响了房门 当他看到坐在那里的长者时 整个人都傻了 怎么了 您 您的脸 两分钟后 长者站在镜子前 看清了自己的变化 无奈地摇头失笑 突然变得这么年轻 这要是传出去 该不会以为 他老了老了 还学年轻人整容吧 他向来不在意 这些外在的东西 长者坐回到椅子上 对特殊部队下达命令 派出半数人马 前往国所在的地区 进行全面封锁 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国家靠近 并向国际上发出消息 国之前所在的区域 更名为无名先进 为无名是私人领地 如有人擅闯 后果自负 是 这边 石七和萧锦叶回到四合院 将沐家和萧家两家人 喊了过来 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 由内而外的改造 当他们看到 彼此间的变化时 震惊得无以复加 沈威月看着莫如霜 发出了吐蕃鼠尖叫 妈 你怎么看起来 比我们还年轻啊 这也太漂亮了吧 哪有的事 莫如霜不好意思的 沐子凡 看向看起来 比自己长不了几岁的沐振国 嘴唇抖了抖 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爷爷 你果然没吹牛 你年轻的时候 是真的帅啊 沐振国呵呵一笑 抬眼看向一旁 曾经一起在战场上 厮杀的老伙计 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老肖啊 看到你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曾经啊 萧红西看着老友年轻的面容 也同样的感慨 就在大家互相欣赏 对方的变化时 前往国外 清理杀手组织残余的 无名小队众人也都回来了 看到院里的情况 心是正愣了一下 很快就理解了 他们此时的心情 规矩地站到一旁 并没有出声打扰 回来的刚好 正好有事情要说 石七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两本 他精挑细选的修炼功法 看到他的动作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如今这个世界拥有了灵气 那么茫茫人海中 必定存在着各路妖魔鬼怪 保不起哪一个顿悟了 就会成为第二个仇道长 或者玄成 到时候 必然会对这个世界 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所以在那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强大起来 来维护这个世界的安宁 我之前对你们的身体 进行了一番改造 并且强行将你们的能力 提升到了先天境 听起来很厉害 不过就是个修真的 入门境界而已 你们现在空有一身力量 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我这里有两本修炼功法 以后可以作为家族中的传承 说到这里 石七看向萧红熙 萧爷爷 就如同当年那样 萧红熙瞬间明白了石七的意思 萧家老祖当年的使命 就是守护着自己所在的国家 虽然那时候还不叫龙国 但也都是同样的血脉 先尊 萧家里面 石七不赞同的摇摇头 在沐家人即将问出 先尊是谁的时候 萧锦叶赶忙转移话题 在你们来之前 我们去了一趟长者那里 哦 他怎么说 看到大家被萧锦叶转移了话题 石七悄悄松了一口气 众人对自己目前拥有的能力 充满了好奇 尤其是萧锦叶在几天不见的时间里 实力突飞猛进 更是和石七一样 挥手间便是强横的法力 不过他们都闭口不谈 并没有追问 好奇吗 当然是好奇的 萧木两家对石七和萧锦叶 是真心喜爱 但也知道 这些东西悬而又悬 如果过多的询问 可能会造成什么不太好的影响 便也觉得无所谓了 只要他们在身边 比什么都强 说完话 四十来号人 再一次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便都高高兴兴的回家 开始修炼了 眨眼间 几个月的时间就那么过去了 萧锦叶如今的身份 根本无需再做那些工作 他也正在逐步的交接工作 而接他班的人 就是萧锦叶 他这些年研究的 都是关于原子方面的 但在知道 世界拥有了灵气 随着发展 世界将不再需要 这方面的武器后 便放弃了学业 乖乖回到了肖甲 伙伴们更是忙碌 除了修炼之外 同时还要处理 公司里的大小事宜 秦天瑞和宋志军的 网络游戏公司 正式成立 第一款高端 以修正为主题的 网络游戏 已经开始攻测 他们很好奇 当人们玩着玩着 发现这个世界 跟游戏里是一样的时候 会是什么反应 同时推出的 还有旗下短视频平台 目前已经开始是运营了 腾龙商煞内外装修完成 开始了招募 又是一番热闹的开业庆典 十七乔装打扮了一番 这次倒是坐在观众 喜看了个全程 第710章 我也跟你一起 看帅哥来的 虽然这个世界 随着等级的提升 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似乎又没怎么变 百姓们依旧按部就班的工作 学习 倒是每日挤破头的医院 不知不觉间 萧条了下来 人们的体质都发生了转变 那些不算严重的病情 在每天的灵气滋养中 都会渐渐自愈 遵循着自然的发展 官方并没有将灵气的事情 公布出来 虽然大众有一些猜测 但并没有被定论 只觉得空气清新了不少 几个月 乾隆国官方公布 无名先进时 遭到了众多国家官方的非议 国遗址 虽然地理环境不是很好 但谁不想自己国家 多一块国土出来 但一想到 那处地方归属无名市的时候 都演气息鼓了 尤其是通过卫星 看到之前的变化 以及海面上无名市一道金光 打散了一条 从天空中伸下来的巨大胳膊后 彻底地闭上了嘴巴 跟无名市对着干 他们活腻了吗 而且 他们已经通过各种高端的仪器 检测到了空气中 多出了一种 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成分 结合之前龙国派出的无名小队 毫不掩饰的施展技能 对残党的绞杀 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 如果想要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就要牢牢地报警龙国这条大腿 就算吃不到肉 总能分到一口汤喝 这段时间最爽的 还得是石漆和茉莉 一人一壶 彻底过上了百烂的日子 萧家木家随处蹭吃蹭喝 无聊了就出去游玩 好不惬意 七七 等我把那蠢弟弟教会 就能每天陪在你身边了 石漆眼含笑意 忙点好 未来的岁月很长 每天看我该看烦了 萧景夜眯了眯眼睛 一把将石漆揽在了怀里 女朋友 我怎么感觉 你这是话里有话 该不会是你已经看烦我了吧 我告诉你 想甩开我 门都没有 石漆伸手掐住了她的脸 男朋友什么时候 学会倒打一耙了呀 嬉闹了一会儿 石漆收到了一条 来自秦天瑞的消息 短视频正式运行 试试看 石漆切换到后台 下在后点开翻了翻 别说 无论是画面还是内容 都非常的棒 已经完胜了之前 她看过的几个平台 翻了几页 石漆眼前一亮 肌肉难光着上半身 在酒吧跳舞 不自觉的双击点了颗红星 平台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喜好 继续往下翻时 依旧是类似的视频 如此养眼的画面 越看越起劲 好看吗 一道低沉的声音 在石漆身后响起 被男朋友当场抓包 石漆表情 不自然地轻壳了一声 照你差远了 赶忙往后翻了一页 结果却再一次尬住了 依旧是肌肉难 还是光着上半身 扎着领结 带着两根皮质背带 穿着七皮短裤的那种 伴随着五颜六色的灯光 站在台上疯狂地扭动 石漆本想退出程序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刚才点赞多了 形成了肌肉记忆 当着萧景叶的面 华丽丽地点了个赞 看着她越来越黑的脸 石漆在心中质问茉莉 喂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不好意思主人 没注意 我也跟你一起 看帅哥来的 如同烫手山芋一般 将手机丢到了一旁 那个 我去洗个澡 刚站起身 就被萧景叶扛起来 大不留心地走向卧室 她女朋友还真是好样的 居然如此的明目张胆 将石漆放到床上 压在了身下 看来七七 这是嫌男朋友给的不够啊 竟然看别的男人 嗯 萧景叶自己都没发现 此时的她 酸得跟个柠檬金似的 我要是说不小心看到的 你信吗 石漆弱弱地问道 萧景叶轻哼了一声 那还真是不小心 每一个都看两三遍不说 还一个不落的点赞 说话坚守也没闲着 三下五除二 把自己和石 七八了得干净 这一折腾就是一宿 直到石漆求饶才停下来 萧景叶轻拙着石漆眉眼 抓着她的小手 在自己的肌肉上游走着 七七 他们的肌肉都是催出来的 真正属于你的 最结实的在这儿呢 听着充满蛊惑的声音 石漆轻笑一声 男朋友还真是有长进 居然学会了 萧景叶坏坏一笑 看来女朋友还是觉得不够 那我们继续吧 不等石漆反驳 含住了粉嫩的唇 再次动作了起来 直到太阳高照 萧景叶还有事情要去办 石漆才被放过 坐在床上搓了搓脸 奶奶的 这男人实在是小心眼 不就看了个肌肉难吗 起身脸通红的 将床品换了一套后 走进了浴室 洗完澡出来 收到了路遥的信息 小姐你来麒麟商贸 中午一起吃顿饭 石漆也没多想 换上衣服 驱车前去 对于这种人流比较大的地方 她还是选择最基础的出行方式 本想偷看萧流氓在忙什么 可释放神念时 发现了不对 这个世界居然在排斥 能做到如此的 只有萧景夜了 有些生气的 拍了一下方向盘 主人 怎么了 茉莉座在副驾驶上问道 那个狗男人 怎么那么小心眼 我的神念 居然无法查看这个世界了 茉莉亮晶晶的大眼睛转了转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不自觉的带上了笑意 但很快就收敛了 真是太不像话了 主人到时候 可要好好收拾她一顿 麒麟商贸的停车场 路遥已经等在那里了 小姐 这几天忙 一直在这边吃 发现了几道好吃的菜 一起去尝尝 好 你先跟我去一趟凌云 想到萧景夜脖子上 戴着的黑色绳子 石七准备再去买一根 男士项链替换下来 买好后 二人坐进电梯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所有伙伴都站在了电梯口 欢迎小姐回家 第711章 秘密 第711章秘密时 七故作疑惑的看了一眼楼层 回家 不是去餐厅吗 怎么跑到顶楼来了 所有人都笑嘻嘻的看着她 如果不说去餐厅 怎么给小姐惊喜呢 刘铁锤说道 石七打量了一下四周 忍着笑意 好啊 原来你们一直神神秘秘的 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是啊 当初刚拿到麒麟商帽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这个打算 还是通过萧虎找的设计院 帮忙设计的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欢迎小姐入住 卢宇浩说道 其实这个惊喜时 七早就知道了 年前对龙腾进行 清扫垃圾的行动中 他站在顶楼狙击杀手时 就发现了 这里正在装修 他不想扫大家的心 所以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目光扫是每一个面庞 会心一笑 那就谢谢你们了 小姐 不要跟我们客气 快 我们带你参观一下 云翼招呼道 石七走出了电梯 整个大平层 都是他的 格局分布的很好 还附带了影音室 娱乐室 衣帽间 桑拿房 健身房 书房等等 其中最打眼的 就是一个 至少能容纳50个人 同时用餐的餐厅 还有一间儿童房 看得石七有些窘 可能是这两世的经历 石七对于家 有很深的执念 很显然 他身边的家人朋友 也都明白这一点 不然怎么可能都惦记 给他安排住所呢 大平层整体为 灰白色调的 现代装修风格 整体非常大气 再加上每个房间 都有落地窗 光线特别好 麒麟商贸所处的地理位置 能够将整个龙藤 尽收眼底 风景也是没话说 能以这个高度 住在龙藤的人 也就是他了 看这里面的陈设 石七心中忍不住感慨 还真是随时都能入住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齐全了 站在这里 就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怎么样小姐 喜欢吗 陆瑶期待的问道 石七点头 当然喜欢 让你们费心了 嘿嘿 小姐喜欢我们就放心了 柳萌萌笑道 看着他们一个个脸上 露出的轻松笑容 石七心情也特别好 走小姐我们去楼顶看看 嗯 一行人来到了麒麟商贸的楼顶 停机坪上 一架白色中型直升机 正停在那里 小姐 这是萧老大送你的礼物 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我们这边布置好 一起让你看呢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用不到了 李浩然略显遗憾地说道 石七嘴角勾起了好看的弧度 手在直升机上拍了拍 怎么用不到 我今天不就是开车过来的吗 她的话 使得众人眼睛一亮 上去看看吧 秦天瑞招呼道 石七拉开驾驶舱门 坐了上去 内饰很豪华 后方十八个座位 倒是方便多人一同出行 大家对视一眼 也都坐了进去 小姐 带我们都一圈呗 可以 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 石七问道 听说之前你和肖老大 去的度假山庄不错 离龙腾也不远 我们去那里转一圈吧 红星建议道 石七点点头 可以 直升机缓缓起飞 这种好玩的事情 怎么能落得下茉莉 她也从空间钻了出来 你看看 让谁抱着你 别在我旁边晃药 挡视线 肖锦叶动了手脚 她的神念 在这个世界遭到了排斥 就连茉莉的都无法使用 目前靠的只有感知了 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 让小家伙和伙伴们搞好关系 好的主人 虽然口头答应着 茉莉还是不能抛下 自己之前凹下的人设 不胡设 傲娇的昂着头 在众人身上扫了一圈 最后选择坐在了秦天瑞腿上 这倒是 把大家逗笑了 路遥打句道 哈哈 看来茉莉也喜欢帅哥呀 秦天瑞完全没想到 这小家伙能选自己 倒是规矩的把手 护在茉莉身体两侧 担心他掉下去 伸手抱着 他可不敢 万一把这小祖宗弄不高兴了 可就毁了 不过 听到帅哥这两个字 他想起了之前 萧景业打电话的控诉 就很想笑 秦天瑞 视频软件 为什么要给七七推送 那么多肌肉帅哥 为什么 他也很无语的好吗 这也跟他有什么关系 那都是主播法的 至于石器能看到 肯定是根据喜好 进行推送了呗 不过 萧景业不爽 他怎么就那么爽呢 轻咳了一声 石器 短视频怎么样 这一下 石器也想起了 因为看短视频 挺好的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 来到了度假山庄附近 想不想在这里玩玩 一会儿 你们去订一些房间吧 俊成赶忙说道 不用了小姐 我们在这边都一圈就行了 石器应了一声 继续往前飞 这个季节的度假山庄 还真的是美 随处可见的绿色 和各种盛放的鲜花 就在石器欣赏之时 看到草丛中 有一个由红色鲜花 拼凑而出的向上箭头 他并没有在意 继续往山上飞 等路过湖泊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 都发生了变化 漫山遍野的暖色系玫瑰 从山腰直通山顶 在一处平坦的地方 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停机瓶 赫然出现在那里 石器不自觉地勾起了嘴角 虽然他此时 无法感知到这个世界 但已经成功捕捉到了 特意隐藏气息的萧锦叶 他能出现在这里 看来今天的一切都是 有预谋的 小姐 停机瓶停下来看看吗 卢宇浩紧张地问道 好 石器控制飞机缓缓降落 下机后他也不急 一边闻着花香 欣赏着美景 一边缓步 往山顶上走 当他登上最后几节台阶时 眼前的画面又变了 一簇簇扎着丝带的气球 悬停在路两侧 前方更加绚烂的花海中 站着一个有些紧张 穿着一身白色笔挺西装 手捧鲜花 特意打理过发型的萧锦叶 在他两旁 还站着盛装打扮过的 木萧两家人 石器回头 看向跟在身后的伙伴们 你们早就知道了对吧 没有人回答 但一个个脸上 怪不得你的世界 会抗拒我的神念 原来是担心我发现你的秘密 第712章 大结局 第712章大结局 萧锦叶眼含笑意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如果让这个聪明的丫头提前知道 那就没意思了 看着石器乖乖穿着他上午 特意挂在衣帽间 显眼未知的白色长裙 不自觉地仰起了嘴角 七七 你今天真美 说吧 拉起他的手 来到了花丛中站定 随后郑重的单膝跪地 从西装口袋里 掏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 我发现自己爱上你的那一颗气 我便知道了 你就是我的唯一 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请你给我一个永生永世照顾你 爱护你 保护你的机会 说到这里 萧锦叶的眼圈有些泛红 深呼一口气 七七 我会始终如一地爱你 嫁给我好吗 一时间 所有人都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期待着石器的答案 石器湿润的双眸 认真的看着面前的男人 焉然一笑 好啊 话音刚落 周围响起了 一阵阵欢呼和喜气而气的声音 萧锦叶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 打开手势盒 从里面拿出一枚 不小于十克拉的惊喜钻石戒指 界面上闪过淡金色的光芒 缓缓套在了石器的无名纸上 七七 我知道待在这里为时过早 希望你能理解我迫不及待 想要取你的心 七七 我爱你 说完 在石器的手背上 深情落下一吻 站起身 抬手间 湛蓝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无数粉色的花瓣 从天而降 石器正欣赏着萧锦叶为他创造的美景时 突然落入温暖的怀抱 脑海中响起了萧锦叶的声音 七七 感谢命运 让我们在一起 石器靠在他结实的胸膛上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萧锦叶 我也爱你 传音过后 抬起头 捧着那张俊美的脸 轻轻吻在他的唇上 正式的婚礼 在石器二十岁生日这一天举行 萧锦叶特意跟民政局打过招呼 新年终生响起的那一刻 便拉着石器去领证了 喂 男朋友 我觉得你精神不太好 结婚证只在这个世界上有效 你觉得对我们两个有什么用吗 萧锦叶宝贝似的 捧着两本证件看了半天 怎么没有用 这是见证 不对 老婆 你是不是该改称呼了 石器眨眨眼睛转过头去 他现在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等我习惯习惯吧 萧锦叶也不勉强 凑近他耳边轻声道 没关系的 今晚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我会让老婆大人乖乖喊老公的 面对如此骚包的男人 石器简直没眼看 婚礼现场 请了不少的宾客 空前的盛大 这一天 大家惊奇的发现 漫天都是七彩香云 网络上更是遍布着这一奇观 婚房选在了 沐家隔壁新建的院子里 没办法 他们能作为婚房的地方 实在太多 为了不厚此薄笔 只能轮换着住了 仪式结束 送走亲朋好友 石器盘腿就在沙发上 财迷式的点着大红包 就在这时 萧锦叶上前 一把扛起了他 喂 你干嘛 我红包还没有数完呢 红包有的是时间术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 萧锦叶将他放到床边 缓缓地解开了浴袍的袋子 当时七看到他精壮的上半身 戴着领结和皮质背带 下身穿着一条漆皮短裤的时候 差点没喷出鼻血来 老婆大人 不知道这样的打扮 你还满意吗 石器呆愣地点着头 满 满意 如果你能像视频里那样扭一扭的话 估计会更满意 萧锦叶咬咬牙 他已经很羞耻了好吗 那你叫一声老公听听 石器起身站在床上 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了一个白色猫尔发菇 戴在了头上 眨巴着大眼睛 娇沉一笑 老公你的小野猫来了 百年后 科技依旧在发展 但马路上的车少了大半 多了许多能够遇风飞行的人 无名仙境中 早在八十年前 成立了一个无名仙踪 目前弟子已经超过了百万 管理者自然是石器的那十一个伙伴 这些年 他们经过不断的努力 早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就连木霄两家都无人能及 整个世界等级逐渐提升 马上就能与石器的那处 世界画上等号了 随着龙国的强大 世界上早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国家 别误会 不是持强凌弱 而是那些国家投诚投靠 整个世界 现在被称之为龙玉 而掌管世界秩序的重任 自然落在了木霄两家的身上 无名仙踪 山巅之上 助力着一道 梳着发际的身影 抬手轻抚着山羊胡 此时他感慨万千 口中喃喃道 师父啊 如果你知道 不用出卖灵魂 就能通过努力 获得强大力量的话 不知道做何感想呢 说吧 嘲讽一笑 青云长老 新一批弟子选拔马上开始了 路遥长老请您过去一下 哎 来了 而石器的那处世界 随着飞升者越来越多 也渐渐地热闹起来 经过之前的教训 石器在世界中 施加了一种检测手段 一旦发现 有试图休息邪术之人 必定会在第一时间 派出通过自己努力 早已经成为九尾神狐的莫莉 进行抹杀 一片欣欣向荣 就在所有人 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努力修炼的时候 两个世界的主人 正悠闲地 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钓着鱼 不远处 苦逼的小狐狸 哀声叹气道 真是的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我这个九尾神狐 不是傲视群雄 俯瞰众生 而是在这里帮忙带瓦烤肉啊 石器甩出手中的鱼竿 哪那么多废话 莫莉看了一眼 身旁躺在摇篮里 睁着大眼睛 抓着自己大尾巴 露出无耻笑容的小小主人 叹了口气 好好 不废话 辣椒放不放 那必须放 不放辣椒 是对烧烤的不尊重 说着 石器提起鱼竿 老公 鱼儿又没了 好 萧锦叶宠溺一笑 拿起一旁的蚯蚓 挂在了鱼沟上 莫莉无奈地摇摇头 得 我知道了 全文完